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英 乔 史塔威尔 柱 蒋宗强 义 中信出版社 前沿 本书论述了亚洲国家和地区 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指出了政府可以采取三个关键的干预措施 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东亚地区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地区对这些措施运用的最为有效 结果均迅速地从贫穷状态过渡到了富裕状态 其速度之快 堪称世界之最 与这些成功的经济体相比 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虽然具有同样的发展愿景 而且拥有同样的或者更好的资源禀赋 却没有采取同样的发展政策 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事实表明 这种成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在贫穷国家中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 但提高农业产出却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 成功的东亚国家通过自身发展历程表明 要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农业 这类农业模式需要精更细做 实际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原一业 在这种农业模式下 虽然人均收益微薄 但能够让一个贫穷经济体内的可用劳动力找到用武之地 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效益和农业产出 结果就是出现了初步的生产过剩 刺激了人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第二个干预措施是引导投资和企业家进入制造业 从很多方面来讲 也可以把这个措施称为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是因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开始退出农业领域时 可用的生产技能及资源是有限的 发展制造业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那些技术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就在工厂里利用机器创造价值 这些机器在世界市场上是很容易买到的 此外 在东亚 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率先根据制造企业的出口业绩 给予一定的补贴 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升级 政府补贴于我所说的出口纪律 一 结合在一起 把工业化的速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最后一点就是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 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 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 以及制造业的发展 这是加快经济转变的第三个关键要素 也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前两个发展阶段肯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 此时 在第三个阶段 国家的作用是确保金融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 推动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先进技术 为未来获得高收益奠定基础 而不应该思考如何利用前期积累的财富 去获得短期收益或扩大个人消费 这种发展战略可能让国家与很多商人以及消费者处于对立状态 因为这些人有可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在亚洲 曾经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遵循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策处方 但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结果一度导致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了困惑 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 世界银行研究了中国香港 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 并分析了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这些突然实现较快增长的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道路 提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极小的 由于中国香港 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面积狭小 人口密集 不存在农业部门拖累整体生产率的问题 所以正常的国家和地区无法与这两个地方相比 但世界银行依然在198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将中国香港 新加坡纳入了其案例研究范围 提出金融振兴经济的观点 引发了极大争议 导致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以后来 到1993年 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 该报告虽然承认工业政策以及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在某些国家的存在 但低估了这些政策的作用 而且对农业问题避而不谈 并把中国香港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放在一起 共同界定为表现卓越的亚洲经济体 而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该报告未谈及中国大陆的经济 二 在当时那个年代 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对那个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一致认为 风靡美 英两国的自由市场政策必定适用于所有经济体 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 都可以采用自由市场政策 三 当时 关于发展政策的争论中经常出现尖锐激烈的言辞 以至于损害了学术严谨性 世界银行的报告就能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 虽然日本 韩国及中国台湾的一些学术界专家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不认同华盛顿共识 但他们在论证自身观点时 偶尔也会发表一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言论 这种情况下 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只会更加困惑 查莫斯·约翰逊·Chelmers Johnson曾经研究了日本的发展历程 并于1982年出版了一部颇具新意的学术专著 即《通常省与日本奇迹》 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今天 日本的发展模式正在被中国台湾 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 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 南亚经济体所复制 曾经从结构角度分析韩国经济的爱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ton 在一本专注的序言中 也提到了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集泰国模式》之类的字眼 爱丽斯将这几个经济体放在一起研究了 即便沃尔特 罗斯托 沃普·罗斯德 也在1991年新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序言中提到 马来西亚和泰国正在遵循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路子 方法日真成熟 虽然这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早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之一 而且是最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著作之一 但也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 放在了同一尺度下进行衡量 似由此可见 在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争论中 专家们为了赢得争论而各书己见 一时间众说纷纭 莫重一世 只有在各经济体都维持快速增长之时 人们才会去研究经济发展的性质 才会产生分歧 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 巴西已惨痛的现实 说明了仅仅依据增长率评判经济发展 是多么危险 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曾经实现了快速增长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 可谓是一枝独秀 除了东亚国家之外 只有巴西的经济增长率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 维持在7%以上 武旦到了1982年 由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 巴西经济轰然崩溃 陷入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和长年龄增长的困局 事实表明 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 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 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 生产力和竞争力 在东亚 虽然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及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这7个经济体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 维持了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 但从1997年开始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东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反思阶段 此时 日本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但实现了充分发展之后 日本也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似乎比如何脱贫致富 更富有挑战性 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注意 他们仍然继续努力 追赶那些成功的经济体 这些国家或地区 要么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要么很快就恢复元气 并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 技术进步的道路 但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却被彻底击倒 陷入了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和增长率 低位徘徊的困局 目前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只有3000美元和5000美元 而且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 就是贫穷程度非常高 相比之下 韩国与中国台湾 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却高达2万美元左右 要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所有这些经济体 无一例外的都处于贫穷境地 六 亚洲金融危机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 即政府的政策干预 对东亚经济体 是实现长远成功 还是贵于失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 政府在二战之后 对农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调整 把现代化努力 集中在制造业 并让其金融体系服务于这两个目标 因此 他们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结构 使其在也无法倒退到早期发展阶段的水平 某些东南亚经济体 虽然在长期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 但没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 不过 他们却听从了某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 过早地开放了金融部门 日本经济学家议员国雄 Yoshi Hara Kunio 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发出警告说 东南亚国家存在可能变成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 不料这种警告果真变成了现实 当投资资金被耗尽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倒退到了原来的贫穷状态 简而言之 不同的政策选择造就了亚洲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7.现实的东亚冰火两重天 亚洲经济体在谋求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主要是由其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 这些战略既包括农业战略和制造业战略 也包括金融业战略 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关于亚洲奇迹的大辩论开始之前 这些发展战略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 本书探讨的就是这些战略 我先论述了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及台湾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开展的 彻底的农业用地在分配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土地问题成了东亚最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承诺土地改革 对中国 朝鲜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 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然而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经济 很快让位于农业集体化 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 陷入了停止增长甚至减少的状态 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 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在分配改革 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 并且改革成果得到了延续 正是这一点才催生了长期的农业繁荣 促进了全面的经济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开始探讨 如何进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在分配改革 如何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和可负担的信贷服务 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确启动了很多改革方案 但这些方案落实之后 实际效果远远不如东北亚国家那么明显 东亚国家间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 既导致总体性的发展步履维艰 又为其他政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甚至60年后的今天 土地问题仍然是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马来西亚的土地问题也比较突出 只不过程度没有上述几个国家严重 因为马来西亚资源禀赋辅辅较好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部门薄弱带来的不良影响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 其中的部分探讨方式就是考察日本和菲律宾的情况 第二部分转而论述制造业的作用 研究了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及台湾 在扶持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如何一步步地把加强补贴和保护 与促进竞争和出口相结合 政府通过出口纪律 逼迫企业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进而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 这样一来就能克服政府补贴和保护政策 带来的传统问题 及企业家只愿把政府补贴 当作财政激励的资金 装进自己的腰包 却不注重提高产品竞争力 而一旦有了出口纪律 政府就会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增长 情况来决定是否为企业提供保护 补贴和信贷 企业就不能只躲在关税 技术等壁垒后面 只考虑如何在受到保护的 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 因为如果一个企业 达不到政府制定的出口业绩评价标准 就无法继续享受政府的财政激励 就会被成功的企业兼并 有时甚至会直接破产倒闭 因此到最后留下来的 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 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大规模投资 也得到了回报 上述这点就体现出了 东南亚与东北亚及中国之间 巨大的政策差异 在东南亚国家里 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 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 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 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 相反 这些国家只是建立了一些国有制造企业 而这些国企几乎没有遭遇 多少同业竞争和出口压力 因此政府各种政策性投资的收益率 非常低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期 政府虽然没有在本国培育出 强大的制造企业 也没有大幅提高 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 但由于大批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 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了 这些外来资金 大部分都集中在 先进制造业内部的加工业务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后 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差异 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能得到普遍认可的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 如果非要说东南亚国家有什么国际知名的产业品牌 那么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说出 类似于新加坡虎牌啤酒 Tiger Beer 以及泰国圣诗啤酒 Singar Beer 大象啤酒 Cham Beer之类的品牌 但这些酿酒企业 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企业 由于自身没有成功的 大型的 知名的企业 东南亚国家在技术上 就不得不依靠跨国企业 依靠在国际产业链中 利润率较低的环节 充当跨国企业的承包商 而艰难的谋求生存 我们在第二部分 将前往韩国与马来西亚 通过实地考察和拜访来 深入分析 这些国家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 经验与教训 包括但不限于钢铁 汽车制造技术 进而分析这些国家 能够主宰或不能主宰 本国工业命运的背后因素 在第三部分 我们分析了各国的金融政策 在成功的东亚国家中 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架构 优先考虑的事情 往往都是如何才能发展好产量高 规模小的集约型农业 如何才能促进国内制造企业 获取先进技术 因此 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这些经济体中 金融体系会受到严密监管 在金融业达到高级发展阶段之前 政府会一直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 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政策目标 主要是借助银行信贷机制加以引导 具体讲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机制 来逼迫制造企业提升出口业绩 企业要想获得信贷 必须向银行出示出口订单 此外 出口业绩也能帮助银行 确定自己最终能否收回贷款 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一个企业的出口业绩较好 则其资讯状况就会优于那些紧紧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 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 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补贴能力 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非法的吸收存款机构 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 不过虽然场外交易市场会从银行手中抢走一部分存款 却不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南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很高 这与东北亚国家比较相似 但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利用这些储蓄 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找错了方向 这些投资资金的流向主要包括规模大 效率低的种植园农业 非制造业务类企业 以及紧紧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 后来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 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 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 比如股市 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 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突朔迷离 日本 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 收到了同样的建议 不过他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 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 东南亚国家过早地放松金融管制 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导致家族企业控制的银行纷纷涌现 但这类银行根本无助于扶持出口 导向型的出口企业 而且过多地从事关联方借款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 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 而私营部门的目标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 几乎完全不一致 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最近俄罗斯也出现了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区 我决定前往印度尼西亚 进行实地考察 仔细研究一下 为什么金融自由化 在东南亚国家行不通 本书的论述范围 为了能在有限的篇幅内 把问题讲清楚 我在本书中做了很多简化 但核心要义并未淡化 在考虑需要简化哪些内容时 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略去哪些东亚国家 因为这本书 旨在论述那些最起码 获得了些许成功的发展战略 所以一些失败的东亚国家 就略而不谈了 朝鲜 老挝 柬埔寨 缅甸等在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 八排行榜上 较为靠后的国家 也不再讨论范围 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 多种多样 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 格外引人主目的 他们的政治和经济 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内向性 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他们重蹈了历史的覆辙 因为1978年前的中国 1989年前的苏联 以及1991年前的印度 都以惨痛的经历 给人们上了沉重的一刻 如果一个国家部 与世界开展贸易和互动 则其断然不可能 领先于世界发展潮流 因为本书论述的是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 在发展进程中 面临的挑战 所以忽略了东亚 两个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 香港和新加坡 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 将他们两个描述成 口岸是离岸金融中心 因为他们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 是国际航运中心 文莱这个秀珍的石油复国 以及澳门 这个东亚传统的博彩中心 因为其发展战略 具有特殊性 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 过去这么多年里 很多人拿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 做对比 或者拿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 做对比 进而争论什么 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 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具有误导性 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 在人口地理资源等方面 差异十分显著 这就决定了其发展战略 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关于这类争论 世界银行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我不想缴获进这类争论中 离岸金融中心在很多方面 与正常的国家存在巨大差异 在世界舞台上 他们凭借着在国际贸易 和金融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 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竞争 而且其结构性的成本 远远低于正常的国家 因为在正常的国家中 人口规模较大 而且居住地点较为分散 农业部门也拖累了整体生产效率 九里岸金融中心的低成本 也意味着他们享有内在的财务优势 但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 严格来讲 他们是寄生性的 因为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或多个主顾 依靠这个或这些主顾谋求生存 十 我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台湾的情况 从政治角度来看 不能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 但从经济角度来看 却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自从1949年以来 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台湾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被日本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 台湾人口总数约为二三百万 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政策 既存在诸多差异性 又表现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性 这些相似性折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政治家和官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共同经历 本书深入分析了台湾经济史的这种两面性 略选了几个失败的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 在对中国台湾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之后 我们就剩下了九个主要的东亚经济体 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东北亚组 包括日本以及其两个前殖民地 韩国 中国 台湾 第二组是东南亚组 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以及菲律宾 第三组是社会主义组 包括中国 这里专指大陆和越南 然而 为了进一步简化本书结构 越南也略去不谈了 请越南的读者朋友们原谅我这么做 但越南与中国唯一的共同之处 就是两者都是正在进行 渐进式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 具有某些相似相通的经济结构和框架 除此之外 很难看出二者还有其他的共同点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更加引人瞩目 成就更加突出 所以只能留下中国 越去越南不谈 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关于中国的问题 关于中国与日本 韩国之间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 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 主要放在第四部分进行探讨 但与中国发展历程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前几章也有提及 因为这些方面 只能与东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讲 第一章论述了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 早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以及后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 1978年以后的农业发展历程 在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 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的工业政策 在第二部分得到了集中论述 因为这一部分与台湾 在国民党败退之后的发展历程 具有直接联系 第四部分论述了中国大陆 在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历程 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 只在第四部分有所涉及 发展的背景因素 在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 本书只是直接分析了农业 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三个领域的政策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 或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了 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年龄分布 对其发展潜力具有巨大的影响 如同资金一样 劳动力也是一种经济投入 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的资本 在人口总量中除去尚未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人群和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群 剩下的就是达到劳动年龄的人群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越大 其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越大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随着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不断改善 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尤其是婴幼儿 儿童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更快 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 这些人口变化趋势对东亚地区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口红利 但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 人口红利也不例外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事实上 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 当这个比率突破临界点之后 劳动人口的规模就会随之迅速缩小 退休的老年人口依靠积蓄维持生计 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变成了消耗者 从而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的数量 20世纪80年代之后 日本作为一个刚刚成熟的工业国 面临着重重问题 这与人口因素的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具有密切联系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状况 伴随着经济腾飞 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也迅速增加 但到目前为止 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最高水平 并开始呈现出减少趋势 人口红利也呈现出了弱化趋势 在接候十年 人口因素的变化 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 人口问题非常重要 而许多东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 并没有特意针对人口问题 采取过什么调控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人口学的一切变化 都是顺其自然的 但中国是个例外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努力 把人口问题纳入经济政策范畴的国家 不过 这对中国的经济状况 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时期 中国人口原本就在不断增长 他告诉中国人说 人多力量大 从而导致中国人口数量激增 后来到邓小平时代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 原本已经开始下降了 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 仍然努力控制人口出生率 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 以限制新生儿的数量 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状况 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状况 仍然取决于政府在农业 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的政策选择 这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 是一样的 归根结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 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 劳动年龄的人口 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发展的因素 就是教育 本书认为 教育只是发挥了一种 背景性的作用 因为虽然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 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但我们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 开展教育的年数 与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状况之间的正相关性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 十一 在统计教育情况时 我们搜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 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比较注重小学阶段 小学阶段是人们培养读写能力 和计算能力最关键的阶段 但韩国和中国台湾 实现经济腾飞时 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台湾有55%的人都是文盲 1960年降低到45% 1950年 韩国人的文盲率 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 与其说是教育催生的经济发展 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 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 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 具有了可能性 20世纪初 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 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 即便今天 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以至于最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得远一些 就会发现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 十字率位居世界第二 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 自从1960年以来 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 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非常大 但工作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有25000名古巴医生 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 十二贤苏联也是如此 经济发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口的增加速度 对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 这种不协调的关系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关解释 其中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是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错误的教育太多 在东亚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模式 存在鲜明的对比 比如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 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 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 而那些曾经沦为 欧美强国殖民地的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 在初级经济发展阶段 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台湾学生 可能比一个具有会计资质的 马来西亚学生 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台湾的高等教育中 有55%都是职业培训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 所占比重还不到10% 20世纪80年代 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 所占比重而言 中国台湾比美国高出了70% 13韩国与日本的教育体系 为整个东亚树立了典范 台湾的教育体系 越来越类似于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 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 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 以及纯科学 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 昂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但我们绝对无法 以缺少职业培训和工程人员 去解释东南亚国家的落后 首先 在东北亚 大多数工程人员 也都是在经济实现 快速增长之后 才培训出来的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刚刚拉开帷幕之际 虽然工程人员齐缺 但仍旧成功了 直到20世纪30年代 日本才着手加强 职业培训和科技教育 十四相比之下 虽然古巴 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 但并没有产生 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 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 之所以没有出现协调关系 还有第二个原因 此原因 比第一个原因还重要 即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很多关键的知识 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 相反 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这种企业内学习 intro from learning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前苏联 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 却在发展经济上 一败涂地的原因 其他的教育和科研投资 主要集中在 精英式的大学 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 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 东南亚国家 也是这种情况 一方面遵学 昂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公共部门 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 相比之下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 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 就比较务实和有效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这些企业 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 进行竞争的大企业 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 有利于这些国家 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 投入了巨额资金 但本国的技术水平 仍然没有得到提高 在解释这一现象时 日本学者近藤雅之 Masup Kando 如是说 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 是企业 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 15对工业而言 在早期发展阶段 其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 而是技术政策 因此 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 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的建立 并扶持一些企业 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 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 做出的所有努力 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 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 达到技术前沿时 其最佳的教育组合 就会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 正规教育机构和企业内 学习之间的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 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 在这里 我们讲的首先 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 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其他不做论述的因素 因此 本书并没有对人口和教育问题 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只是在有必要 而且合适的情况下 论述了一下 除此之外 人们经常会认为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也能影响到经济发展 但本书也不做论述 这些因素如下所示 第一个因素 就是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 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 会阻碍经济发展 也有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 会促进经济发展 但纵观东亚地区 所谓民主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就国家层面而言 既有民主促进发展的国家 日本也有专制促进发展的国家 韩国 在19世纪 日本开始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 迈向更加民主的政治架构 日本普通公民开始享有选举权 并且成功地实施了 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改革方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日本仍然是唯一一个 实施这种方案的国家 日本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至于日本后来陷入了军事独裁 那是因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 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 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白人强国的 种族主义压力 才导致日本的政治体制 陷入一片混沌 以至于后来军国主义有所抬头 相反 很多人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 指出专制制度 有利于经济发展 因为韩国的朴正熙将军 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 都曾经实行专制统治 而韩国和中国台湾 这两个经济体 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他们可能忘了一个事实 在1949年之前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 也曾经实行专制统治 而经济治理状况却一团糟 这就表明 专制统治与经济增长之间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归根结底 经济状况 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 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 但也混乱不堪 后来到1956年后期 苏加诺为消灭一己 解散国会 提出制定指导下的民主 和指导下的经济的政策 实际上 却是实行独裁统治 以至于进一步加剧了 国家的混乱局面 后来 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 虽然继续实行专制统治 但他给印度尼西亚 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稳定和发展 不过他的家族 最后贪腐成风 大肆掠夺国家经济 在菲律宾经民主选举产生的 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在1972年宣布 为了进行关键的改革 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他需要实行军事管制 实际上就是实行专制统治 并对国家进行了 空前严重的掠夺 从微观的 次国家的层面上看 同样很难发现一个国家 是专制或民主 与其经济发展政策之间 有什么一致性 有时候极端专制的行为 也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成就 比如韩国的朴正熙将军 曾经临时性地 监禁过一批商界领军人物 并于1961年 再度对韩国银行体系 实行了国有化改革 但韩国经济 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而有时候要促进发展 就必须采取民主的政策 比如在20世纪 40年代中满期的中国 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 成功地实施了土地改革 这与经由选举产生 而且民主运作的 土改委员会 具有密切关系 与此相似的是 日本 中国台湾那种代义制的 通常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 土地改革委员会 也对其经济取得空前成就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十六韩国的土地改革 是以更加专制 更加集权的方式开展的 在效果上 择训于中国大陆 及台湾 日本的土地改革 而且在东南亚 各国土地改革遭遇惨败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改革过程缺乏民主 总而言之 民主和专制 并无法有效地解释 东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 关于民主 究竟是促进发展 还是阻碍发展的问题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 印度经济学家 阿玛迪亚 森 阿玛迪尔森 等人的推理 或许是不可忽略的 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分清民主与发展的关系 民主和制度建设是发展的结果 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 因此 不能把民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驱动因素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和意大利生活过 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之处就是 与经济发展相比 制度建设往往相对之后 都是先实现经济发展 然后才逐步开展制度建设 所以 无论是从原有的知识积累来看 还是从20年的个人经历来看 我都认同阿玛迪亚 森等人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 究竟孰先孰后的观点 在实际调查访问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之后 不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 以至于本国人民承受了种种苦难 这些国家的确应该正确地思考一下 如何建设民主 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探讨经济发展之策 但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 无法增进人类福祉的 对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 除了前面提到的民主程度差异之外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 就是法治程度差异 我认为 法治如同民主一样 也是发展的结果 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 因此 不能把法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 最近这些年以来 西方国家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政界和学术界 一直在煞费苦心地 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宪策 使其相信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但他们的论点 在东亚地区找不到足够的论据 百质称 有的国家虽然没实现法治 但在经济发展上的确成功了 而有的国家虽然实现了法治 经济却一团糟 1978年以后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但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没有制定专门用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律 只是在侵犯财产权的行为 发生之后 才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虽然中国的法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但中国的确实现了繁荣发展 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的法律制度 警察机构和特工机构 在很长时期内都愿意服从大企业的命令 满足大企业的需求 去恐吓 殴打 监禁工会领袖 以及其他试图维护劳工权益的活动人士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不得不说 这与19世纪晚期的美国 以及稍早一些的英国出现的情况比较相似 另一方面 日本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 而且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成功的一个国家 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很多司法案件的结果就是谁行贿的最多 最终的判决就对谁有利 他们的经济状况 欠价于法治 不健全 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 通过上面各种情况的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 即法治并非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而是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期待着发展中国家能够把谋求经济发展 同加强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最后一个解释 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解释 就是地理和气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 很多人都认为东南亚之所以相对落后 是因为那里太热 而东北亚处于领先地位 是因为那里像北欧一样具有温和的气候 面对这种有失偏颇的认识 我不禁想起了八世纪初一位 信口开河的评论人士所说的话 当时 阿拉伯地区和中国唐朝之所以能崛起 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比较热 并且声称欧洲 北美 日本和朝鲜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太冷了 那种认为地理因素和气候条件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的观点 在后来的历史中找不到多少论据 从地理角度来看 虽然一个国家存在效仿邻国的倾向 但用地理因素去解释东亚各国的 成败得失事 苍白无力的 所以本书没有长篇大论的论述地理因素的影响 从台湾去东京 乘坐飞机需要三个半小时 虽然台湾位于亚热带气候区 但本书根据其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成就 将其归入东北亚族 同样的道理 虽然从地理角度来看 越南和泰国 马来西亚一样 同属东南亚国家 但我在本书中 也没有纯粹从地理角度进行分类 而是根据政治经济状况 将其同中国划到了同一组中 可能是因为东亚某些地理相近的国家存在偶然性的经济趋同现象 才导致某些人笃信地理因素先决论 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一切 而人的作用无关紧要 但本书却指出 人们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 本书重点关注政府在农业 制造业及金融业的政策选择 因为这三个领域的政治决策对发展结果的影响是最大的 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一套详细的政策建议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同 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政策 未必适用于另一个国家 但本书对于东亚发展历史的描述 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准确的 虽然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是短暂的 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道理 即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中 一 作者所说的出口纪律指的是 政府通过出口信贷 出口补贴 出口退税 商品倾销 货币贬值 央行在贴线等政策渠道 引导或逼迫本经济体内部的企业 尤其是制造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出口业绩 以期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不断实现产业技术升级 一者注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要报复的原因 我从不后悔 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 盖弗洛 执杀奥匈帝国 王储弗朗茨 匪迪南大公者一 为什么土地政策对发展如此重要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 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里 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依靠土地谋生 二战后的东亚也不例外 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 19世纪70年代 日本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之际 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75% 到二战爆发时 仍然有50%左右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劳动 因为贫穷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农业部门 因此农业能为这些国家提高经济产出 提供最直接的机会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 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 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 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 甚至会下降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土地需求量的增速 远远超过了土地供应量的增速 所以土地所有人能够以越来越高的地租 将土地出租出去 他们还从事高息放贷活动 而雇农面临着严苛的地租 高息的债务 以及没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即便有心提高产出 也无力进行投资 比如改进灌溉系统 购买肥料等 虽然土地所有人具备投资能力 但他们通过最大限度的榨取地租 以及放高利贷 能更轻松地把钱挣到手 而且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 那么作为债权人的土地所有人 就可以把对方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 这样一来 土地所有人就能拥有更多的土地 所以仅仅依靠市场力量 并无法实现产出最大化 二战时期 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日本 中国 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人口不断增加 土地使用权无保障 收租行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 土地市场就会令增加土地持有量 成为土地所有人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渠道 而通过投资提高产出 对增加土地所有人收入的作用 就会相形建出 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世界各地 贫穷国家的农业 二战后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们彻底变革了土地分配格局 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农业市场 新的农业制度安排 有利于实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 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出现过 具有类似规模和影响的政策变革 中国大陆和台湾 日本韩国出现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一系列土地改革 虽然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者主导的 另外三个是资本主义者主导的 但其目标是一致的 大体来讲 这些土地改革的目标 就是国家收回现有的农业用地 然后平均分配给农业人口 一度兼顾了土地肥力的差异 同时为了支持土地改革 政府大力支持农村信贷机构 农资营销机构 农业培训项目等配套服务 进而催生了一种新型农业市场 在这个新型市场上 小型家庭农场的所有者 动力十足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力 及生产盈余 以期实现产出最大化 上述四个经济体土地改革的结果 就是农业产出大幅提高 在上述四个经济体中 农业产出大幅提高的前提条件 是土地均分之后 得到了园艺式的精耕细作 一家五口六口 甚至七口人共同打理 不到一公顷的土地 这种农业模式 在本质上就相当于 规模较大的园艺业 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都认为 这种农业制度安排必然是低效的 所谓的自由市场论者 与马克思主义者 一致认定规模是效率之本 在中国、朝鲜、越南及前苏联的 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规模农业就意味着 把家庭农场转化为大型合作社 这将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 带来严重影响 其实农业效率问题 取决于决策者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资本家的大农场 可以为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 但这种农业效率 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在早期发展阶段 贫穷国家劳动力过剩 最好是先利用这个优势 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直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 为零时为止 换言之 即便每人每小时的产值非常低 也不妨尽量把劳动力投入农业部门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利用过剩的劳动力 任何一个园丁都知道 精灯细作的园艺式耕作模式 能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在家里尝试一下园艺式耕作方法 果农和菜农会告诉你 用心耕作一小块土地 会带来多么高的产量 实际上 它们可能已经亲身实践过了 但有一点它们可能会忽略不提 即要提高一块土地的产出 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 如果一些技术 可以让一个100平方米的家庭菜园 实现产出最大化 那么其同样 也能让一个10000平方米 相当于1公顷的家庭农场 实现产出最大化 所以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 这种园艺式耕作方法 在家庭菜园尝试这种园艺式耕作方法时 可以采取很多干预措施 但很多措施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 要挑选比较有效的方法 其中最有效的一种 就是刚开始可以在室内使用播种排育种 等到进入成熟期之后再移植到土地中 苗浦床的温度也会极大的影响产出水平 在温带气候条件下 可以通过提高苗浦床来调节 如果在热带气候下 则可以通过减少土坑的深度来调节 其实堆肥能有效提高产量 很多瓜农 菜农都是通过一棵棵 一株株地对作物进行施肥 才实现了高产 有针对性的灌溉 比如较高的作物 往往需要更多水分 以及经常除草 也会极大的提高产量 二 发展立体农业 也能大幅提高产量 因为在这种模式下 可以进行合理的秘植 从而缩小栽种的杭具或株具 将水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杂草的生长 但这样一来 农业机械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要发展立体农业 就需要各种架子 网子 绳子和杆子 因为无法使用机械 所以这些都必须用手工来完成 但这种方法能实现产出最大化 比如在这种模式下 栽培西红柿 单株产量最高 可以达到20千克 对于成熟期不同的作物 可以实行建种 这样就能充分节省空间 而获得高产 很多农业高手都把小萝卜和胡萝卜建种 因为小萝卜的生长期 比胡萝卜的生长期短 所以在胡萝卜开始产生排挤效应之前 小萝卜就成熟了 但这样一来 小萝卜只有通过手工去采摘 同样 耐阴性蔬菜 比如菠菜或芹菜 可以栽种在一些较为高大的树木或作物之下 以确保不浪费空间 但这样一来 就必须通过手工栽培和收获了 在家庭菜园里栽培瓜果蔬菜 包括当代那些富裕国家里 栽培有机蔬菜的家庭菜园 与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小型家庭农场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只不过亚洲家庭农场的面积 是富裕国家家庭菜园的30倍 甚至更多 但提高产出的逻辑是相似相通的 集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 利用园艺式方法精耕细做 付出的劳动越多 这块土地的产量肯定也越大 我举一个例子 在美国 如果家庭菜园能得到精心打理 那么每年每平方米的产出 大约是5至10千克 如果按照蔬菜市场价格来计算 每平方米菜园产出的作物 大概能卖到11至22美元 2009年 热门网站国际厨房菜园 Kitchen Gardeners International 的知名博客携手罗杰 多龙Roger Durand 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了相关问题 他家里有一个面积为160平方米的菜园 产出了380千克的水果和蔬菜 他仔细查询了这些水果和蔬菜的零售价格 结果发现 按照零售价计算 每平方米菜园的产出可以卖到16.5美元 这就意味着他这片家庭菜园的总产出 可以卖到2200美元 相当于每公顷13.5万美元 在美国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大规模农场中 最常见最成功的一种作物就是玉米 如果大体上按照上文提到的那种标准去计算 则2010年每公顷土地产出的玉米 可以卖到2500多美元 3.那么既然原意式的金庚细作 可以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为什么并非每个人都这么做呢 问题就在于 要维持这么高的产量 需要投入的劳动量特别大 如果罗杰多龙先生全身心的达理一公顷土地 在不采用农业机械的前提下 他可能需要付出十倍于当前的努力 才能维持上文提到的那种产量 产出的作物才能卖到13.5万美元 而且这还没有扣除劳动成本 因为美国的大型农场平均面积为170公顷 所以美国农民都很明智地使用大型拖拉机 驱种玉米 事实上 在19世纪早期 也就是当移民开疆拓土的时候 除了南方种植园之外 美国北方的农场面积一般都很小 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 随着农场面积越来越大 劳动成本也随之提高 这就迫使农民逐渐采取了机械化耕作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远远超过了19世纪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而且随着其人口总量迅速增加 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肯定还会越来越多 这些国家非常适合发展精耕细作的 高产出的原意式农业 我们以台湾这个经济体为例 在军田制的土地改革前后进行的调查显示 农民在改革之后 在美工情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天数增加了50%以上 4. 虽然台湾岛仍然维持着较高的稻米和甘蔗产量 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 芦笋和蘑菇的产量大幅增加 而这两种作物正是种植起来最费时费力的作物 这就说明 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 投入了大量劳动区种植 这两种劳动秘籍型的作物 就整个亚洲而言 台湾的农业发展坦承亚洲的成功典范 菜园经营者都可以以此为借鉴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经济学家 尤其是武断的自由市场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可能会指出 虽然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有时候行得通 但其管理方式不适用于亚洲某些地区 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 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糖类作物 甜菜 甘蔗等 香蕉 橡胶和棕榈等 经济作物与玉米 稻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方式不同 比如 甘蔗从播种到成熟 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而且适合生耕种植 这样就必须使用拖拉机了 似乎甘蔗这种作物 应该在规模较大的 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中进行种植 然而 传统上 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上的甘蔗产出 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的甘蔗产出 还要高出50% 武士时表明 从20世纪60年代起 在世界香蕉市场上 台湾的小农经济模式 比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植园模式更有优势 调查显示 在20世纪20年代 也就是马来西亚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时候 该国小农的天然橡胶产出 远远超出了种植园的天然橡胶产出 在农业发展进程中 虽然很多问题最好是采用种植园模式去克服 但如果仔细去分析 就会发现 采用小农经济模式同样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比如在种植甘蔗或橡胶树时 需要利用拖拉机进行生耕 如果农民租赁拖拉机 或者通过合作社区 共享拖拉机 同样能够像种植园那样克服难题 因此我对马来西亚肯尼亚金巴布韦等亚非国家的情况感到很惊讶 因为在这些国家 欧洲殖民者移入了大规模农业 千方百计的阻止小农经济的发展 阻止当地的小农生产者对种植园构成竞争 反而直接或间接的为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提供补贴 主要是间接补贴 比如利用税收收入为种植园修建基础设施 又如果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果真那么高效 那么殖民者的这种补贴与扶持就没有必要了 那种对小规模农场的效率提出质疑的言论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的小型农场 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产 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农场的规模小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小规模农场 在肥料 种子 储存 销售等方面 享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配套基础措施 如果没有合适的配套基础设施 小农场在任何地方都会举步维艰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土地改革的同时 没有为改革催生的小规模农场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虽然东北亚国家开展的彻底的土地改革 导致农作物产出实现了惊人的提升 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 这种改革适用于东亚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作物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 日本 韩国这些经济体 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说明 以军填制改革为基础的土地政策 开创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发展图景 农产品充裕的益处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 10至15年间 农业总产出纷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 传统上来讲 经济学家们都认为 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 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 7.然而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 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 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东亚地区 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韩国 再到当代的中国大陆 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 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 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 立足于农村地区的企业与农村人口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 能够从农村市场上学到很多营销经验 比如日本的这类企业就包括丰田日产以及本田等 在二战结束之后 丰田和日产为了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 利用小型载重汽车底盘 制造了适合在土路上行驶的汽车 而本田公司为了解决农村市场的需求 则利用50cc的引擎 把自行车转变成了摩托车 最近在中国大陆 很多企业立足农村市场的需求 大力开发可以安装在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 或者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廉价手机 从而获得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桶金 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 8.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 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 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 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 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 从而导致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这个国家引进技术与设备 通常是制造机械的能力也就进一步削弱了 而这些机器对于实现发展 学习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二战结束后 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 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 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 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 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 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 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 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 无论是哪种情况 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 一点点地流失了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严重创伤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 麦克尔利普顿所说的城市偏向政策 或者说管理贫穷国家的城市精英 往往忽略农民的价值 九所谓城市偏向政策 准确地讲 指的是政府在投资取向 财政分配 价格制定 土地利用 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上 均有利于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不合理地向城市倾斜 这种政策最终会极大的影响城市化进程 总而言之 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 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今天 东南亚很多国家 也都因为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 而损害了本国发展 结果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 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还不利于实现全面发展 十 最后 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 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 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 在经济衰退时期 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 很可能失去工作 而此时 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 能回乡务农 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中国台湾为例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 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 近年来 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十一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 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 出现大批平民区或棚户区 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 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 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东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农业发展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占据了优势 但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产出最大化之后 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 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 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土地 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极尽完美的竞争环境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 有多个竞争主体 没有准入障碍 信息可以自由获取 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 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 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环境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地 也就拥有了资本 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 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 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 同其邻居展开竞争 对于日本 韩国 中国 台湾等 经济体实行的土地改革 美国政府是支持的 但在20世纪50年代 遭到国内很多人的批评 这些人认为 美国不应该支持这些经济体的改革 认为这是在变相支持 他们搞社会主义 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这种改革意味着东北亚地区 将建立起发展中经济体 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 仅仅通过这场改革 就解决了地主阶层 一出生就拥有大量土地的问题 让贫穷的农民 获得了土地以及资本 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克劳斯·丹宁格·克朗斯·丹尼尔 是世界上研究土地政策 与发展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他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搜集数据 研究贫穷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影响 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出 只有一个大国 在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 长期保持了不低于 2.5%的经济增长率 这个国家就是巴西 当20世纪80年代的 债务危机袭来的时候 巴西之所以显得那么不开一击 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没有注重提高农业产出 没有农业基础 做支撑的经济增长 是虚幻的增长 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 两个重要结论是 土地分配不公 导致经济增长率 长期低位徘徊 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 而不是富人的财富 12.简而言之 如果贫穷国家 要变成富裕国家 那么在发展初期 平均分配土地 能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经济体 都是这么做的 但在实践中 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平均分配土地 更无法为农民提供各类扶持性的资源 要想弄明白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 而东北亚 某些国家和地区 却成功了 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 去研究一下土地政策的历史 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 亚洲最发达的文明古国 早在1000多年前就进行过土地改革 作为七世纪和八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中国在唐朝时期 就建立了管理土地事务的官方机构 负责农田的分配与流转 并确保农民能平等地获得自然资源 但当时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 即便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 当时的农作物产量也是很高的 十三日本在七世纪进行的大化改息运动 试图效仿唐朝的土地政策 但其成效实非有限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取得的成就也逐渐消失了 虽然平均分配土地 让农民公平竞争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 但当时两个国家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 都对改革施下了重重阻碍 到了13世纪 宋朝统治者试图对一些农田 实行国有化改革侵犯了地主的利益 结果到成吉思汗等蒙古侵略者践踏中原时 很多地主宁愿选择 与这些外族侵略者站在一起 近代以来 东北亚国家的土地改革 都是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 探索出来的智慧为基础的 德川幕府的崩溃 标志着明治维新的开始 1868年 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 建立了进步的新政体 及君主立宪政体 在当时的日本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 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 但国家已经很久 没有对普通农民提供过任何保护了 也没有创造一个公平的土地流转制度 相反 倒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大领主 及大明操纵了大量的土地和庄园 这些土地被出租给了农民 这些农民实际上就沦为了大明的电农 大明还控制着粮食交易体系 因此也有能力操纵农产品交易市场 初级阶段的改革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期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 明治天皇采取了非常慷慨的措施 来安抚大明阶级 给他们发放了巨额的养老金 或者让他们进入日本新成立的贵族院担任职务 以保证这些大明辞观大地之后 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日本政府还承认农民土地私有权 为农民发放地券 在明治维新的前三年 发放了1.09亿张地券 这个时期 土地第一次可以合法地用于抵押与买卖 地税也是根据农田规模确定的 而不是根据作物产量确定的 这样在产量较高的土地上 农民就可以把更多的农产品留为己用 而不是像之前的分城制 那样同地主分享劳动成果 这种改革的结果 就是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促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土地上 此外 日本还形成了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到十九世纪晚期 日本农民遭到的剥削变得十分严重 甚至要将80%的收入交给政府 但即便如此 这也比农民在幕府时期遭受的压迫缓和了一些 十四 总体来讲 这些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 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之内 农产品的效益与产出大幅提升 这种提升幅度比人口的增长幅度还要大一些 在工业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之际 由于日本农业基础较好 就没有必要进口农产品 十五农业不仅养活了更多人口 很多农产品还可以用来出口 比如蚕丝 日本在大多数偏远的不是以种植农作物的山丘地带都栽种了桑树 桑叶可以喂残 从而极大的提高了私的产量 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 还可用于出口创汇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 日本中央政府还雇用了美国专家来传播新的先进的耕作方法 同时 日本政府还着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培训服务网络 按照一些农业专家的话说 就是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 肥料的广泛使用 以及高产水稻品种的栽培 是农业产出大幅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 此外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包括很多梯田在内的几乎每一寸可开垦的土地都得到了耕种 因为日本政府在土地清理 修建梯田和灌溉设施上投入了巨额资金 在此之前 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在农村人口如此之多的情况下 开启工业化时代 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 在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国家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至少达到了35% 十六 然而 由于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封建统治 实行了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并且政府采取多重措施支持农业发展 所以日本能够在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75%的情况下 直接进入工业化时代 20世纪初 日本已经以举世罕见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变革 与日本相比 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变革速度都显得相形建筑 可以说 坚实的农业基础为日本实现这么迅速的变革 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 明治维新开启30年后 日本就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化水平 甚至能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1895年 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1905年 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也欣然同日本缔结双边军事同盟 1902年 日本商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 如果没有农村地区提供的粮食 税收和外汇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明治政府发现的这种发展秘诀 借用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的名言来说 就是如果你渴望工业化 就要做好发展农业的准备时期 日本土地改革的局限性 虽然日本明智维新取得了诸多成就 但其农村改革并不彻底 改革广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这次改革扫除了封建时代中 那些在外地主 absentee landlord对农民的剥削 而且小农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但在农村还存在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 而政府为农民提供的资金 销售等方面的支持有限 所以存在农民因无力交租 无力还贷而丧失土地的问题 这样一来 很多原本应该用来投资的资金就流失了 影响了农业发展 而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现实中 现在我们还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 来精确地追溯农村变化的整个历程 但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存在一个由盛道衰的转折点 新增农业用地的产量不再增长 而人口总数却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 所谓的农工产品贸易条件 也逐渐开始倾向于保护工业的利益 因为这种贸易条件规定了 一个单位的农产品能买多少工业品 或者一个单位的工业品 能买多少农业产品 所以当这种贸易条件的倾斜 开始损害农业利益时 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就提高了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 很多农村地区的妇女 选择到城镇的纺织厂打工 正点额外收入 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多数新的工作机遇 都是由城市地区大型工厂提供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农民的可耕地面积 平均每户仅有1.1公顷 对于拥有土地面积较小 或者家庭强壮劳力较少的农户 外界环境的变化 对他们生活的影响逐渐开始显现 比如 如果一个农户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就会选择借贷 农村借贷变得越来越常见 而如果农民无力还贷 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 但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的数量 归乎其微 即便到1940年 这类地主数量也不算多 在170万个地主中 占有土地面积超过5公顷的地主数量 还不到10万个 18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 每一两年也只是增加0.01公顷左右 这些新增土地都是从无力还债的农户那里没收过来的 那些拥有或租种土地面积较小的农户 不得不在刚刚过了收货期之后 就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结果导致市场上的农产品数量突然增加 从而降低了价格 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地主们趁火打劫 买下稻米等农产品囤积起来 然后择机以高价卖出 由于很多农民当初卖完农产品之后 就把收入用来还债了 所以等到他们迫切需要粮食时 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的农民债务规模增加了8倍 19 在明治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前几年 电耕地在所有耕地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20% 到二战爆发之际 这个比重几乎提高到了50% 70%的农民都会将自己拥有的部分或全部土地出租出去 到20世纪20年代 虽然遭遇了全球性的大萧条 但电农的地租并没有减少 他们必须拿出50%到60%的收成交地租 此外 电农还必须自己承担种子 肥料 农具的费用 还要给政府纳税 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 日本农业产出停止增长也在情理之中 1928年 日本农业省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言论 自耕农的土地与电农的土地在生产率上存在巨大差异 我下面的官员虽然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但他们只要到农村走一走 随便看一眼地理的庄稼 就知道一块地是属于自耕农还是属于电农 20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日本军队才在20世纪30年代 把自己标榜成饱受剥削的农村人口的利益代言人 最狂热的那部分军人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招募的 封建社会刚刚结束之际 日本农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农业产出增长迅猛 农产品非常充裕 但到了此时 农民却遭遇了极其残酷的压迫 引发了日本农业由盛道衰的转折 案例一 从东京到新西 在日本 你只需开车转一圈 就可以对该国农业时有一个总体性的了解 因为日本农业的发展 对地形特征具有深刻的依赖关系 我第一个旅程是从东京出发 朝着西北方向走 穿越本州岛 最后到达新西线 这个县出产的大米 在整个日本算是品质最好的 这一路走来 你会发现日本农业发展进程中 面临很多根本性的挑战 要观察农业的发展 你必须先逃离东京的影响 但东京这个城市扩张得非常厉害 以至于很多郊区城镇都成为了它的卫星城 当你看不到东京那些 安静而奇怪的郊外住宅区 公路和维护的非常仔细的道路标志时 你只是在理论上离开了东京 实际上东京的影响范围不止于此 很多更加偏远的郊区也有很多低矮的隔板房 购物中心 折扣店 快餐店 以及汽车展厅 在这些地方根本观察不到农业发展的痕迹 日本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本来就小得可怜 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又无情地抢走了许多可耕地 再加上日本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不喜欢高层楼房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可耕地资源的紧张态势 可悲的是 日本人虽然坚持修建低层建筑 但这丝毫不利于增加日本现代建筑物的魅力 为了观察地形特征 我们刻意避开了高速公路 结果花了两三个小时 一路朝着东京的西北方向开了40公里 经过了美国的恒田空军基地 才终于看到了一些农村地区的景象 实在令人感到精神沮丧 最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非常陡峭的山脉 因为太陡了 不适合修建建筑物 当然也不适合耕种 日本到处都是被森林覆盖的山丘和高山 这也是日本可耕地资源稀缺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车实在向山上爬行 坐在车内 我能闻到一股股松树的气息扑鼻而来 在东亚的经济体内 日本可耕地面积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是最小的 只有14% 而韩国的比重是20% 中国台湾的比重是25% 21 进入了东京西北的森林地带 第299号公路在山间蜿蜒而上 最后到达致富市 这似乎是一个沉睡中的城市 一切显得那么静谧 城市的布局是那么随意 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出市中心在哪里 这个地方曾经爆发了明治时代 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直到1884年才被国家军警镇压下去 如同在其他偏远农村地区一样 这里的农民也几乎无地可种 这个地区的四周全是陡峭的山岭 只有在当地一些河流和小溪流经的地方 有少量田野 在比较陡峭的山坡上 勉强可以种植一些桑树 但无法种水稻 20世纪80年代初期 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通胀问题 而出手打压农产品价格 导致农产品价格出现短暂的暴跌 再加上物价高涨 丝绸税等负担沉重 这个地区的农民直接被推入了绝望的境地 面临着被饿死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 几千名走投无路的穷苦农民揭竿而起 最后 起义的领导人被绞死 其他数以百计的人被判以重罪 在支付北部 在一个名叫接野挺的地方 有一条小路 通向一片由波纹状的薄铁皮搭建的棚户区 看上去像是有些年代了 这条小路还与一条铁路线交汇在一起 路的尽头是一个重修过的神社 农民们经常在这里集会 二十二 在支付市和接野挺北部 有一条通往新系和本州岛西海岸的高速公路 即关越高速公路 这条公路蜿蜒曲折地穿行在本州岛中部的崇山峻岭之间 沿途的山间修建了不少隧道 即使在这条高速上 你会注意到这样的一番景象 在山岭密林间只要是平整的地块都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 这种景象足足绵延了百余公里 继续沿着这条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 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名叫小千古市的地方 这是一个市区面积只有155.12平方公里 人口略超四万的小城市 因为这里属于信农川流域 距离日本海只有30公里之遥 所以能够看到海岸三角洲的痕迹 视野豁然开阔了许多 在这里放眼四网 除了必要的人类建筑物之外 视野中只有连绵不尽的稻田 这里被山灭海是日本最富盛名的米篮子 信农川三角洲是新西周围面积最大的可耕地 在其他地方稻田都位于数公里之宽的海岸地带 在明治时代 新西县曾经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起初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大幅增加 到明治时代后期 过多的人口又为地主在提高地租和贷款利息创造了条件 今天你在这里看到的房屋都是农民在过去50多年里 也就是日本在二战后开展更加深入的土地改革之后修建的 这些房屋是用混凝土建造的 房顶是用本地的瓦片铺成的 窗户使用双层玻璃 如果质量低劣的建筑材料完全脱落了 农民甚至会用棕色的 看起来像木头的塑料去替代 然而在一座村落的边缘 非常完整地保留这一处 二战前农村生活历史纪念遗址 其中 伊藤家族的房屋生动地展现了第二轮土地改革之前 日本农村土地日益集中 小地主日益普遍的社会现实 事实上日本人保留这些纪念遗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当年的苦日子 现在 这里成为一个农村剥削纪念馆 通过收取高地租 放高利贷 伊藤家族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地主之一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 这个家族控制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 到20世纪20年代 该家族拥有一三百七十公顷稻田 另外拥有一零零零公顷林地 拥有二八百名电农 这个家族并不是典型的地主 但反映了地主阶层日益兴起的社会现实 他们的故居包含60个房间 占地面积多达三公顷 相当于今天两个家庭农场那么大 23 与欧洲那些城堡或豪宅相比 日本这些地主的庭院 似乎并没有势强凌弱 多多逼人的权力意涵 在这个庭院里 趋近通幽的大花园可供散步消遣 精致优雅的茶室可供小气品名 造型优美的古仓上刻有排具师 一条遍布景里的小溪 与周围的美景相得一张 正对着小溪的是主人的待客之处 一条潺潺作响的小瀑布 愈加衬托出庭院的静密 从美学角度看 所有这一切都折射了主人的高雅秩序 乍一看去 你不禁会嘀咕 这样一个高雅的人 怎么会去压迫别人呢 但仔细推敲起来 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的 比如 主人会用不同等级的待客室 去接待不同级别的人物 什么级别的人 走什么样的门 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还能发现一落落的账簿 仔细地记录着电农的地租 和向他们放高利贷的情况 伊藤家族还雇用了大约80名管理人员 代替自己去监督电农 当时日本的那些地主 与今天东南亚的大地主一样 都不会直接同电农打交道 而是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体系 电农的一切请求 比如减租的请求 都会逐级上报 庭院之美的确令人惊讶不已 但这并不表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美的 缓和的 伊藤家族之所以能在1885年左右 建成这个庭院 就是因为其电农数量不断增加 家族收入也随之增加 事实上 这个庭院见证了当时 日本农村市场的失灵 这种失灵导致一个开明自由 渐进改良的日本逐渐陷入窒息状态 从而为之后的军事独裁统治 埋下了伏笔 最后 存在种种局限的土地改革 跪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走在了土地改革的前列 1946年 日本实行了较为深入的土地改革 为农业生产关系带来了更加持久的革命性变化 伊藤家族也在这场改革中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庭院 但在日本这次改革之前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农村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改革 从而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列 在明治维新后 日本农民在短时期内摆脱了激紧困顿的处境 而到了20世纪初期 又面临着重返这一状态的风险 但与中国农民相比 日本农民算是幸运的 因为中国的普通农民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都在承受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 与最深重的苦难 20世纪20年代 85%的中国人都居住在农村 农村居民出生时的平均寿命预期非常低 75%的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到一公顷 而10%的人口控制了全国70%的可耕地 但与日本类似的一点是 中国当时也几乎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 但土地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的问题 而且人口压力太大 容易促使地主提高地租 进而导致农业产出陷入停滞状态 那个时代一个相当典型的地主便是邓文明 他的儿子邓小平后来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 邓文明居住在村头 他居住的房子拥有22个房间 他把三分之二的土地出租了出去 与其他很多地主一样 他也并非拥有无限的财富 但他控制着不少于6个普通农户的土地 24 英国的经济史专家 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托尼 R.H.托尼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过中国 后来他在1932年完成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工艺术 在这本书中 他写道 中国农业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以至于在一些地区 农民的处境就好像是永久性地站在深极泊梗的水中 即便一个涟漪就足以淹没他们 一位著名的中国官员曾经提到 1931年之前的那几年里 仅仅中国山西省就有300万人死于饥荒 40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卖 25 但如果说有一个局外人 能以亲历者的身份深入描述中国的农村生活 那么这个人就是韩丁William Quinton 他于1945年来到中国 1953年回到美国 期间在1948年 他曾经以观察人的身份 前往山西省陆成县张庄村 基属长治市郊区东长镇 亲历半年土改 深入考察 后来根据所见所闻 创作了著名长天纪式文学著作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他写到了青黄不结实发生饥荒的惨象 写到了很多人被迫卖身为奴 大多数都是女孩 写到了地主的暴虐 家庭暴力 高利贷 猖獗的黑手党式黑社会 以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悲惨遭遇 在关于各方面的描写中 最令人震惊的便是人们对粪肥的重视 儿童和老人不停地搜寻动物粪便 地主要求为其打零工的人 只能在地主家的厕所里接手 一些地主比较喜欢 雇用其他村的人为自己打零工 因为这些人离家较远 无法偷偷溜回自己家的厕所接手 26 韩丁把这本书命名为翻身 本意是翻转身体 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用这个词语 来表示土地改革带来的影响 比喻农民从受压迫 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范围 实行了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 而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 及减轻电农的地租和借款的利息 这个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 与蒋介石的国民党 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国民党依靠许多地主来获得政治支持 然而事实上 在抗日战争期间 1937至1945年 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国共重新爆发内战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 往往存在自下而上的 强烈的土地再分配的欲求 以至于中国共产党 开展了这种改革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 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因为大部分地主同日本占领者 及日伪政权沆袭一气 因为报复日本的情绪非常强烈 农民对土地再分配的欲求十分强烈 再加上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动员下 变得政治化了 所以农村地区打土豪 分田地的运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 以至于当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12月颁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时 在韩丁所在的那个张庄村 以及在许许多多类似的村庄里 地主的土地已经被瓜分完了 27 然而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而不加以补偿 同时废除乡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 有几句简明恶要的话 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次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 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 这几句话如下所示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 简单地说 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就就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 大体是这样 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 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 他们借此残酷的剥削农民 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 雇农 中农及其他人民 却总共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 他们中年劳动不得温饱 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 是我们民族屡受侵略 压迫及贫困落后的根源 亦是国家民主化 工业化 独立 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为了改变这些情况 有必要根据农民的要求 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28.不是请客吃饭 韩丁在张忠孙研究的那些 募收地主土地的案例 往往涉及暴力行为 这与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 请客吃饭是一致的 在大约250个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家庭中 有26个家庭的土地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立即就被没收的 从前的地主遭到了反复批斗 批斗大会的组织者是村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被批斗者的土地和财产也被贫困农民瓜分一空 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 还有一些人被饿死 到1946年春季 张庄孙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易主了 此外 地主 富农的一切家产 包括粮食 牲畜 家具 衣服和房子 也都易主了 因为这些房子是用木材建造的 所以可以拆掉并运走 村民们还挖地主 富农家的房子和院子 把地主 富农为了安全起见 而埋藏的财产全部挖了出来 上面这段描述的所有现象 都发生在1946年4月之前 当时中国共产党 还没有在农村地区建立正式的党支部 1946年夏季 国公内战再次爆发 同时地主 富农开始遭受新一轮批斗 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 而且 由于一小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开始滥用新获得的权力 引发了一些暴力 盗窃 强奸事件 当地民兵组织的一些成员 为了庆祝1947年的农历新年 便沦间了一位前坏分子的儿媳妇 这些情况发生在1947年末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前 就全国而言 与中国土地改革有关的死亡人数 估计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 29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直持续到1952年 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 在1948年1949年得到了大幅扩张 这些地方后来都进行了土地 再分配改革 总体来讲 正如韩丁所观察到的那样 土地改革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即人民解放军在内战期间 为了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兵 首先会没收地主 赴农的土地 分给那些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 然后组织支持者们去耕种土地 然后招募年轻人到前线去 韩丁写道 只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 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内战阶段鼓舞士气 增强凝聚力 凝聚力的作用 类似于抗日战争期间 那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 所发扬的精神的作用 30 虽然战争对经济起到了破坏作用 但土地改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还是很快就能感觉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套更加进步的税收制度 改变了以往那种不论产量多少 一线农产品一律按照固定比例缴纳地税的政策 而是设定一个初始的免税配额 其余部分的税率 根据当地的平均农业产出水平来确定 这样一来 谁家土地的产出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水平 谁就能多留一部分作为私人财产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制定了更加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 建立了共享农聚和牲畜的农业互助组 大力组织劳动力 开垦农村土地资源并兴修水利 还在农村建立了合作银行 这些在之前的租电制度下都是闻所未闻的 这些因素形成了一股合力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出 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和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 中国的农业产出实现了大幅增长 我们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的质量 并不能令人满意 但人们普遍认为 这个增幅应该在40%到70%之间 中国农业产出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是1.4亿吨 此时提高到了接近于2亿吨的水平 三十一此外 农村纺织业 手工业和制造业的产出 也都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告别了粮食匮乏的状态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但是人们对规模经济的执着 很快就破坏了中国通过小农经济创造的成就 1956年 继苏联 朝鲜之后 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运动 无数家庭把土地 农具和劳动力 集合在公社 生产队等生产单位里 这些变革 加上工业化运动 被称作中国的大跃进 事实上 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 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以至于1959至1961年发生了饥荒 死亡人数估计多达3000万至4000万 略微少于人口总量的10% 在那场饥荒之后 中国推出了一个修订版的集体农业制度 根据这个制度 劳动者会得到报偿 即由官僚负责发放的公分 但农业集体化之下的粮食产出增速 几乎无法赶上人口增速 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营养标准 几乎比20世纪30年代的营养标准 好不到哪里去 32一直等到1978年 邓小平掌权之际 中国才再次发现了家庭农业模式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美国对土地改革的反应 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 开始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土地改革的成果逐渐开始丧失 在此之前 也就是二战之后的十年间 中国因为进行土地改革 实行家庭承包制 导致农业产出大幅增加 所以一直是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苏联军队开建了当时的北朝鲜 1946年 以今日成为首的共产党 在北朝鲜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 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而且与土地改革有关的暴力行为 比中国少 至少在朝鲜于1954年 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 两个国家的共产党 都是非常受农民欢迎的 因为他们进行的农业改革 打破了这些地区的政治枷阻 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美国需要对亚洲地区 面临的挑战做出反应 在如何应对东亚土地改革的问题上 美国的政客 官僚进行了激烈争论 试图达成一致意见 一方面 美国人长期以来 一直主张个人财产 应该得到法律保障 强制再分配其他人的私有财产 断然不符合美国的传统 法律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 华盛顿一些较为高瞻原主的 外交政策专家就主张 土地改革对于提高亚洲社会的公平性 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在冷战刚刚拉开帷幕之际 农民得到土地后 就不会渴望 有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了 这样有助于稳定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有利于遏制日渐兴起的 共产主义潮流 有利于削弱共产党 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到1945年的时候 还没有大量的证据来表明 土地改革肯定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正反两派之间的紧张对立 一直都没有解决 结果导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政策反复无常 到最后 虽然一些国家的土地改革 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但美国还是取消了 对土地再分配的支持 经历了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迫切地希望 政府能出台大胆的政策 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当美国国内的正反两态 在1945至1946年争论 是否应该支持日本进行土地改革时 正方暂时占了上风 驻日盟军最高指挥官 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被说服 主张在日本推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然而 虽然土地改革在其他 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得到了落实 但在南朝鲜却出交了 美国在南朝鲜的军事指挥官 坚决反对进行土地再分配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 对这个问题也不太感兴趣 没有采取强硬态度 但今日成于1946年春季 在当时的北朝鲜 进行的土地改革 让美国及美国 在南朝鲜的政治代理人 李承晚感受到了压力 后来南朝鲜通过了 土地改革法案 但李承晚落实起来 惆怅不前 华盛顿方面也不强迫它 而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 再次让他们感觉到了 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最终南朝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进行了实质性的土地再分配改革 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对于中国大陆在内战期间 开展的土地改革 美国做出反应的时机 已经太晚了 晚得令人绝望 令人尴尬 1948年10月 美国政府同中国国民党 建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Joya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 大多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 在内战的最后一年里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在仍然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 华中某些地方 进行了更折有几点的 小规模试点改革 33虽然美国之前 对中国大陆的改革 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但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 美国干预台湾改革的政治意志 强化了不少 1949年8月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迁往台湾 之后其工作范围 在台湾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当蒋介石推行私有财产 在分配改革的决心 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动摇时 是他的美国盟友坚持建议 他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 这是美国最后一次 利用自身影响力 推动东亚地区的土地改革 美国从来没有给东南亚地区的盟友 施加过这么大的压力 在亚洲土地改革问题上 美国的干预并不是连续的 而是断续的 间隙性的 这反映了该问题 在美国政客及军事指挥官心中 引发的复杂情感 在日本这个战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上 美国干预的时间是最早的 也是最果断坚决的 对南朝鲜的干预 则出现了反复动摇的情况 直到一些外部事件 朝鲜土地改革 朝鲜战争 让美国感到了压力 美国才开始强力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问题上 美国则干预的太少 太晚了 但在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问题上 美国却采取了强力干预 虽然这种干预 山山来迟 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和北朝鲜的胜利 显然刺激美国在这个地区 担负起领导职责 最后 美国的确充分担负起了领导职责 影响了东北亚的政治局势 为刚刚拉开帷幕的冷战 划定了界限 但美国的这种领导职责 是迫于外在形势的无奈之举 对于这个地区进行的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 美国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美国支持土地改革的动力 才转瞬即逝 导致菲律宾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根本没有获得美国支持下的土地 在分配带来的利益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支持土地改革的政治意愿 并非源自美国整个政界的共识 而是来自一些思想开明的个人 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 沃夫·雷尔尔尔尔斯基 一些勇敢的人 在亚洲农业的问题上 拉德金斯基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顾问 他于1899年出生于乌克兰 后来为逃离俄国革命 而加入美国国籍 成为美国的一位规划公民 他曾经回忆说 我之所以做这个工作 主要原因是我在1921年初 离开苏联之前的经历 让我总结出了一个教训 即共产党 如果没有果断地处理好农业问题 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 他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利 34然而 拉德金斯基同时还提到 苏联共产党 虽然因为领导了 向小农经济的过渡而受到欢迎 但之后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他准确地预设说 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早在1949年 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几个月里 他曾经作为农村复兴 联合委员会的美国成员 而被美国农业部派往中国 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 35 在被派往中国的四年前 也就是在1945年 拉德金斯基曾经被派到 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 充当迈克阿瑟将军的幕僚 当时 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 承担着管理日本这个战败国的职责 在担任幕僚的过程中 拉德金斯基深入研究了 日本土地改革问题 并协助美国国务院 拟定了一份 指迈克阿瑟将军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于1945年10月发出 深入阐明了在日本没收一切电耕地 并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的理由 36当时 迈克阿瑟将军身边的很多人都主张 采取一项略微缓和一些的政策 即要求地主减轻电农的地租 但拉德金斯基坚持认为 必须采取一项彻底的政策 才能削弱日本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支持 并且认为 如果强制要求地主减轻地租 将会导致很多地主 转而选择自己耕种土地 因此就会导致更多的农民 无地可种 迈克阿瑟将军原本倾向于保守态度 而且之前他对要不要在日本 推进土地改革的问题也不感兴趣 但最终拉德金斯基及其盟友 成功地说服了迈克阿瑟 使其向日本政客施压 逼迫日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 迈克阿瑟发给日本政府的 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 与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 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宗旨 体现出了高度一致性 必使日本帝国政府 扫除妨碍复兴之经济质骨 巩固民主大势 确立对于人类尊严之尊重 打破致使日本农民惨遭数世纪 封建压迫之经济枷锁 自令日本帝国政府采取措施 确保日本的土地耕种者 具有更加公平的机遇 以享受其劳动成果 故此 日本帝国政府 须于1946年3月15日 或之前向本部驻日盟军 最高统帅部提交农地改革方案 37 事实上 日本早在1945年11月 就制定了农地制度改革纲要 但未能获得内阁会议通过 后来 日本议会中一些进步的政治家 开始着手推出新的土地改革法案 但由于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仍然较多 改革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存在很多法律漏洞 地主容易钻空子 在盟国对日理事会 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苏联代表 和英国代表的敦促下 麦克阿瑟及其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幕僚 便要求日本议会拟定一份更加彻底 更加缜密的农地改革法案 1946年10月 日本议会通过了金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的 第二套农地改革法案 二 虽然这套法案本身是日本议会通过的 但很多技术细节却来自于拉德金斯基及其团队 38 农策得到了落实 根据日本新的农地改革法案 几乎在全国所有地区 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不得超过三公顷 关键的落实机制 是在各地建立相应级别的农地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中 当地电农和自耕农的数量超过了地主的数量 农地委员会在土地事务中具有最终决定权 但这对地主来说是极端痛苦的事 因为地主丧失土地后所得到的回报 就是30年期的债券 年利率只有3.6% 而且土地价值是按照严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进行评估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日本通胀率非常高 这些支付几乎没有多少价值 39在这一轮改革中 将近200万户将会失去土地 而400万户将会得到土地 在土地在分配开始之前的那几个月里 日本农业生产估计会出现25万户地主 试图通过收回电耕地而留住土地的情况 但在改革过程中 负责监督土地流转事宜的农地委员会 成功地扭转了几乎所有这些情况 尽管如此 在1947至1948年之间 只有110起涉及地主与电农的暴力事件被报告 没有一起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 农业史专家罗纳德 道尔 Ronald Gowry对此评论说 这场土地改革之所以能成为一场和平 有序的改革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这次改革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 电农不需要通过革命就可以获得土地 而且还会对地主怀有一定的歉意 似乎他们认为地主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土地改革的原因不在于农民自身 而在于法律 所以无论从个人角度来讲 还是从集体角度来讲 农民都不负有责任 四十 除了要求土地再分配之外 农地改革法案 还对改革结束之后的土地销售 做出了多重限制 这样一来 土地就不会像明治维新之后那样 重新回到租店状态 将近五分之二的可耕地 略少于200万公顷 已经易主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处在租店状态 由于食物地租被取消 转而由货币支付 而当时通胀率又很高 所以这些支付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此外 这轮通胀也冲销了农村债务 导致地主的债券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通胀还推高了独立于政府收购范围之外的 黑市农产品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名农民还是很合适的 20世纪50年代 当日本城市地区还在为了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水平 而苦苦挣扎之际 农村的产出和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了占前的最高水平 41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非常大 不仅提供了数十种农业补贴和援助 还几乎为每一个村庄配备了一名农业科技推广人员 最后 从1955年到1970年 日本的农业产出量几乎每年增加3% 42日本实现了粮食自己 农村的就业形势也一片向好 1955年 农业为日本提供了五分之二的就业岗位和将近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 较之于之前的改革 日本这次土地改革更加深刻 也更加持久 把农业经济的重点从提高租地利润变成了扩大产出规模 从而为日本实现战后奇迹奠定了基础 正是得益于这次土地改革 日本才有可能在维持收入均等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 并促进了农村地区制造业的增长 然而 对于日本全面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应该放到一个时代 大背景下去考虑 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日本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就已经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了 后来 韩国 中国台湾也实行了同样的土地改革 改革的结果更加引人瞩目 因为韩国 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 原本就处在发展阶梯的底端 在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动下 迅速实现了崛起 这就为我们分析这种政策的潜力提供了良好的案例 韩国的土地改革与其发展 在改革之前 韩国土地分配具有不公平性 其严重程度堪称东北亚各国之罪 拉德金斯基在写到朝鲜半岛分裂1945年之前的农业状况时 引用了美国国务院在1928年发出的一份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在朝鲜半岛上不到4%的家庭拥有55%的农业用地 而25万无地农户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 43与同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相比 日本在韩国的殖民政权在农业方面的投入显然比较少 因为日本人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政治反抗远远超过了在中国台湾面临的政治反抗 导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政权在更大程度上是压迫性的政权 因此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如何压制反抗上 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 日本利益集团控制了朝鲜半岛上大约五分之一的土地 大多数农民都是纯粹的电农 从1945年9月开始 美国军队开始进驻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半岛 足见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军政府 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负责管理南朝鲜 盟国军政府实施了限制地租的政策 并把原本由日本人控制的土地租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户 同时要求所有租电合同必须是书面行事的 美国军事指挥官阿彻 勒齐将军Archer L. Lurch并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改革 认为这种改革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 他重点关注的是不让苏联人跨越北纬38度线 同时压制南朝鲜的社会主义 此外 美国一些赞同土地改革的开明人士的注意力 主要集中到了日本 而不是南朝鲜 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受到了外部势力的逼迫 从1946年3月开始 北朝鲜实行了土地改革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把土地分给农民 而且非常慷慨地规定每个农户可以保留多达五公顷的土地 这就消除了土地所有上的不平等 而且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 基层民众对兴起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明显增加了许多 而在南朝鲜 民众对于美国军政府的严苛统治 以及对李承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 李承晚虽然是美国在当地极力扶持的政治代言人 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 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欲居海外的精英人士 只是在1945年10月才返回到南朝鲜 到了1946年秋 美国国务院终于得出结论认为 必须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 但阿彻 乐齐将军和李承晚继续反对土地改革 1947年 阿彻 乐齐 将军去世之后 美国军政府就开始组织对归属土地的再分配 所谓归属土地 指的是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土地 虽然这场改革涉及的土地在南朝鲜土地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略微超过了10% 但提高了南朝鲜人对土地改革的期待 1948年 南朝鲜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即韩国 次年 仍然与地主利益具有深刻关联的韩国新议会 通过了实质性的土地改革法案 比李承晚总统想要的法案更加彻底 所以他持否决态度 但持赞成态度的议员数量过大 导致李承晚否决无效 1949年6月 李承晚被迫签署土地改革法案 一个在土地方面 有着重大既得利益的立法机构 却在土地再分配问题上 采取了坚决的原则性立场 这就提醒人们 民主并不总是妨碍发展的 44在落实改革法案的问题上 李承晚一直惆怅不前 但到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周 韩国土地改革终于进入了实质阶段 战争初期 朝鲜军队进入韩国 之后在占领区建立了农民委员会 把超过50万公顷的土地免费 分配给了100多万个家庭 1950年末 韩军与联合国军 重新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 并宣布朝鲜军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非法的 李承晚在美国的敦促下 最终开始采取措施 落实韩国自己的土地改革法案 这场改革到1952年底才完成 韩国土地改革的正式条款 非常类似于日本已经实施的改革条款 以及中国台湾即将实行的改革条款 农户保留土地的上限是三公顷 地主获得的报酬都非常少 有些地主直接丧失了90%的资产价值 然而与日本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相比 韩国的土地改革在更大程度上 是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进行的 农民在改革进程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从这一点出发 就可以解释韩国的改革效果 为什么蓄于日本中国台湾的改革效果 第一在正式的土地改革进程之外 地主把很多土地都卖给了电农或亲戚 第二虽然租电制在土地改革法案下并不合法 但土地改革结束后逐渐抬头 并愈演愈烈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 大约四分之一的农地都返回到了租电的状态 然而韩国的自耕农在农户总数中的比重 从1945年的不足十分之一增加到了1964年的十分之七 45土地改革之后 几乎一半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都不到半公顷 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土地改革后 韩国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日本那么快 20世纪50年代 李承晚政府强制收购水稻的价格 甚至还不足以覆盖生产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农户的水稻产出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他们宁愿把多余的水稻吃掉 也不愿意赔本卖掉 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 韩国甚至不得不依靠美国的粮食援助 才能避免发生饥荒 1961年 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 韩国政府提高了政府收购价格 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国内化肥厂的投资力度 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韩国政府效仿日本和中国台湾 开始为家庭农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扶持 农业产出实现了显著提升 每公顷稻田的平均产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吨增加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5.3吨 虽然赶不上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水平 但仍然是同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或中国大陆 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1.5至2倍 无论是与明治时代的日本相比 还是与二战后的日本中国台湾相比 韩国都不大可能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中 汲取足够的财富去为工业化提供资助 在金融上 韩国政府严重依赖大借外债 然而农业还是为韩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完善之前 农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通过补提性的政府收购 农业为城市的工人提供了廉价粮食 农业的发展刺激了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消费 为早期的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创造了市场 农业还扭转了韩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 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 这种依赖必然会更加严重 总体来讲 韩国农业在土地改革之后的发展 与在二战之前的发展呈现出了很大差异 而且韩国与东亚国家的土地改革效果也存在差异 或者即便在改革之后 仍然不得不忍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事实 台湾的土地改革 在东北亚地区 台湾的农业发展历程是最有趣的 原因有二 第一 台湾岛的土地改革催生了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成果 第二 如果单纯从地理角度来讲 台湾属于亚热带气候 在地理位置上更大程度上是属于东南亚 而不是东北亚 因此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 就充分地说明一个地方的发展状况 不是由地理决定的 东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经济之所以不太成功 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失误 而不是气候条件不佳 事实上 东南亚的气候比东北亚的气候更加有利于农业发展 因为东南亚一年四季都是生长期 而且经常降雨 水量充沛 比较有利于植物生长 在整个东亚地区 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的气候和土壤 恐怕是最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1949年 在中国内战结束之际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 因为吃了败仗而退守台湾 大约100万人从中国大陆移居台湾岛 导致该岛的人口数量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原来的600万飙升到了700多万 在1945年之前 台湾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日本将台湾视为稻米和甘蔗的主要来源 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一直比较大 尤其是在棍盖设施和土壤改良方面 在被日本占领期间 化肥的推广以及新型种子的引进推动农业产出显著增加 农业部门的人均实际收入也翻了一番 46然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情况一样 土地租电现象也表现出了日益增加的趋势 而且电农背负的地租压力比日本还沉重 高质量土地的地租高达总产出的70% 此外 地主经常要求电农提前支付地租 而且地主经常在不考虑电农收入总量的情况下设定很高的地租标准 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在被正式打败之前就预见到了内战的结局 1949年初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了限制地租的政策 即所谓的三七五减租 根据这项政策的规定 地租最高不得超过租地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37.5% 原约地租不及此数者一原约 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同美国支持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合作 抑制地租被普遍视为国民党为了讨好台湾农民而采取的举措 毕竟对于国民党军事 政治机器要长期驻留台湾岛 并非所有台湾本地人都持欢迎态度 除了限制地租以外 国民党当局还要求地主和电农双方定立书面租约 租期不得少于六年 根据这个租约 如果地主要收回土地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1951年开始 国民党当局给台湾农民送去了第二个福利 即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二步 工地放岭 所谓工地放岭 指的是国民党当局把从日本人手里没收的工有耕地 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耕地不足的雇农 电农 地价分十年偿还 偿还完毕 耕地为耕者所有 当局发给土地权证书 转为私有土地 到20世纪50年代末 14万农户在这轮改革中直接受益 截至1958年 共放岭工地7万多公顷 成岭农户14万户 平均每户购得土地0.5公顷 然而 国民党还没有真正实施全面彻底的 土地改革 即耕者有其田的改革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此时已迁到台湾和美国政府 都竭力推动台湾实施更加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 一方面 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通过这一举措 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 建立牢固的民众基础 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受到了日本土地改革的鼓舞 因为日本土地改革过程中 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 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数十年里 曾经竭力避免进行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 最后还是被美国方面说服了 决定改弦更张 因为蒋介石政府做出这一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 是赢得台湾农村人口的支持 而且绝大部分国民党精英人士 都是刚从大陆迁徙而来的 在台湾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既得利益 所以当局内部不会产生阻挠土地改革的力量 1953年 台湾颁布了一个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 即实施耕者有期田条例台湾省施行细则 其中的条款与日本 韩国曾经使用的条款非常相似 当局对地主超过三公顷的多余土地进行征购 并转售给需要土地的农民 土地征购价格是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计算 公开市场上的地价是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3至8倍计算 当局给地主的补偿 主要用收益率较低的债券和股票支付 电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分10年偿还 在这次改革期间 50%的地主被迫出售了不到一公顷的土地 将近20%的地主被迫出售了超过三公顷的土地 47如同日本的情况一样 台湾也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 但事实表明土地改革的效应仍然是非常大的 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中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是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在设立各级负责裁定 农村土地出售于土地征购事宜的租电委员会 自耕农地主和电农的共同参与 有利于防止出现大范围逃避法规 谎报瞒报的情况 日本也曾经设立过类似的委员会 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在台湾 自耕农地主和电农的广泛参与 是成功实现改革的基础 这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情况 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年 自耕农的土地在农业用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 只是略高于30% 而到了1960年 这个比重提高到了64% 48购买土地的农民 虽然需要向当局交纳一定的购地费用 但不必向地主缴纳地租了 所以农民实际上相当于无偿获得了新的土地 承受损失的是那些被迫卖掉土地的地主 这与日本的情况是一样的 有人估计 土地改革相当于把大量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给了另一个群体 这部分财富相当于台湾生产总值的13% 49 台湾土地改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影响 其中包括构建了教科书里描述的那种理想的 完美的 公平的市场环境 每一个参与者 及农民 都拥有等量的土地 而且提升了台湾地区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在一个社会中 当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时 那么劳动收入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而且总体性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三 台湾地区曾经进行过一次家庭收入调查 结果表明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 四 是0.56 与巴西处于同一个水平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 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则下降到了0.33 这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 是前所未有的 50 对于收入分配趋于平等 普通台湾人是持欢迎态度的 但对台湾地区而言 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土地改革 以及一个更有利于刺激农业产出的市场结构 20世纪50年代 台湾农业需要提供大量额外的粮食和就业 因为当时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速 比东亚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 而且农业还肩负着创造外汇的重任 以弥补国际收支差额 所有这些都实现了 水稻 甘蔗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增长了50% 而且很多水果 蔬菜的产量也翻了一番 20世纪50年代 台湾地区三分之二的出口收入 都是由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创造出来的 51开始 唐市台湾地区主导性的外汇来源 台湾当局把之前归日本人所有的制糖厂收了回来 交给台湾糖业公司管理 并从农户那里购买甘蔗 52从20世纪60年代起 家庭农场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种植 开始种植一些新的 附加值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作物 比如蘑菇 芦笋和香蕉 香蕉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 如同每一个成功实行土地改革的经济体一样 台湾地区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 还在兴建农业基础设施 推广农业科技 提供营销支持等方面 加大了投资力度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曾经见证了美国对外政策 在中国大陆的失败 但在台湾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过程中 美国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扶持作用 据估计 从1951年到1965年 美国对台湾岛的援助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经过这个机构落实的 涉及大约6000个项目 占台湾农业净投资额的50%以上 这个机构为台湾援助了大量的农业研究人员 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 这些援助者的数量 与台湾人口总数的比例之大 是其他经济体无法相比的 53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帮助台湾改良现有作物 开发高产品种 同时推广替代性的附加值高的作物 而台湾当局为了限制农户承担的风险 也经常承诺对出口农产品实行最低售购价 以芦笋这个颇受欢迎的新型出口农产品为例 芦笋种植是一个高度劳动力极型的产业 需要大量劳动力 据估算 种植一公顷的芦笋所需劳动量 是种植一公顷水稻所需劳动量的2900倍 工业创造就业的速度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 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在此之前 芦笋种植为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遇 台湾第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 就是食品加工业 最初的加工对象是糖类 后来扩大到芦笋 蘑菇 热带水果和其他作物 纺织业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才开始出口创汇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 台湾的出口行业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由农产品驱动和主导的 这一点与东北亚 其他经济体比较起来非常突出 台湾这段发展经历 恰恰印证了劳动密集型的个体农业 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力 事实上 农业部门对台湾经济的贡献非常大 当局能够在不损伤农民积极性的前提下 从农业部门汲取大量财富去补育工业 台湾当局还垄断了化肥产业 这些化肥厂的化肥价格 比世界市场上的化肥价格 高出了10%到30% 并且以严重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 强制收购了农民将近四分之一的产品 即便如此 农业依然能够高效运作 从总体上看 农业究竟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压榨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因为当局在压榨农业 补育工业的同时 还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力度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台湾农民为该地区早期的工业化提供了资助 当局不仅可以利用农民的储蓄兴建工厂 而且由于农业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一倍多 农民也为早期的制造商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关键的市场 54.农业对台湾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如同明治时代的日本 二战后的日本 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一样 台湾地区早期的工业发展 也是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换句话讲 农业与工业的发展 不仅具有经济层面上的密切联系 因为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财富 开拓了市场 而且还具有地理层面上的密切联系 因为很多新的制造企业 最初都是从农村地区兴起的 而且农村地区造就了很多企业家 从这个角度来讲 在分析日本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农业及工业发展历程时 如果分开去考察 就是一种武断的做法了 然而 不能把它们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典型代表 因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更加常见的发展道路就是城市偏向政策 在这种政策下 城镇和农村 农业与制造业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东南亚地区 在那里 后殖民地时代的政府 没有认真对待土地改革问题 虽然做了尝试 但没有坚持到底 没有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彻底变革 美国方面也没有从外部 给东南亚地区的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就这样 由于本国与外国的政客们 都不相信家庭农业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 这就为东南亚地区 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 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在东南亚各国中 菲律宾以最痛苦的代价 印证了这个事实 二 这套法案包括创建自耕农特别措施法案 和农地调整法修正法律案 其中一项规定 就是日本政府购买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 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 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 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 政府给予抵押贷款 一者注 三 劳动收入是指各类劳动者 通过劳动获得的各种报酬 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要素 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 所产生的收入 即家庭利用自身拥有的银行存款 有价证券等动产和房屋 土地等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 土地改革后 台湾社会的财产性收入 之所以呈现了下降趋势 是因为依靠出租土地的人越来越少 一者注 四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 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其值在零和义之间 越接近零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 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 一者注 案例二 西内格罗省 在马尼拉尼诺 阿基诺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一架大型的私人飞机 映着午后的斜阳缓缓滑落 如果你是从东北亚地区过来的 那么飞机降落的那一刹那 就是在提醒你已经离开了基尼系数为0.3的世界 进入了基尼系数为0.5的世界 也就是说 进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中经济体 我乘坐的飞机要飞往巴科洛德市 这是西内格罗省的一个主要城市 位于内格罗斯岛的西部 这个省份素有菲律宾的唐宛之称 因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 一直都占据着菲律宾制唐工业的核心地位 从马尼拉到巴科洛德市 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航程 放眼望去 只见高低起伏的沿海平原 上纪是淡绿色的甘蔗 这里原本是郁郁葱葱的林区 但现在只残存着少数几片暗淡的树林 这时正值11月 甘蔗的收获季已经过去了一半 田野里然然生腾着 一缕缕甘蔗跟茶燃烧时产生的烟雾 新建的机场周围既是甘蔗园 甚至与机场停机坪连接到了一起 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 我们经过了一片片的甘蔗种植园 一辆辆满载甘蔗的卡车 缓慢地驶向制唐厂 很多古寿如柴的当地人 在种植园里拿着弯刀割甘蔗 或者把收获的甘蔗装上卡车 在菲律宾 这些割甘蔗的人从事的劳动 被认为是最低级的劳动 巴克洛德市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了 20世纪70年代是该市的鼎盛时期 当时美国虽然宣扬自由市场 实际上却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市场处于严重的保护状态中 食堂的价格也位于世界最高之列 不过美国却给这个前殖民地的制唐厂 提供了大量的进口配额 使他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55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唐业大亨们 驾驶着美国最新款的 家常版厂棚轿车四处兜风 在那个时代的老照片中 巴克洛德市与其说是一个亚洲城市 倒不如说更像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赌场 虽然有手持短管限弹枪的保安 但没有了当年那种狂妄嚣张的气势 但菲律宾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 基本农业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地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 大多数劳动都是由无地农民承担的 56虽然一些农民曾经在之前 那次考虑不周仓促荒唐的土地改革中 获得了小片土地 但到现在大多数农民都选择 把土地转让给了地主 或者因为无力偿还贷款 而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 产量仍然很低 很多农场的产量 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的产量 农场劳动者每天的报酬 只有120比索 约合2.6美元 57 情况本不应该演变到这个地步 菲律宾曾经制定了 大量的土地改革方案 其数量之多 堪称亚洲各国之罪 但菲律宾的统治精英 为了自身利益 而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 真正的土地改革 阻挠手段之多 同样堪称亚洲各国之罪 1898年 美国打败西班牙之后 在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政府 1904年 这个新政府承诺 针对天主教会控制的土地 进行再分配改革 帮助电农获得土地 但美国人坚持要求 严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把土地出售给农民 这样一来 虽然农民享有优先购买权 但这种优先购买权没有意义 因为地价太高 农民没有那么多资金 到最后 这16.5万公顷土地 几乎全部落到了商人手里 58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菲律宾农村地区 经常因为贫穷而动荡不安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 随着农民 对土地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势力也因事而动 不断发展壮大 受其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旅宋岛 菲律宾最大的岛屿 后来 旅宋岛爆发了 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虎克军叛乱 导致以前那种间歇性的 小规模的农村反叛 终于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 大规模武装对抗 为了应对这种乱局 缓和农民情绪 菲律宾政府制定了一套 新的租电法案 但最后由于地主阻挠 而没有得到落实 同时菲律宾政府还把数千名无地农民 迁移到其他地区进行安置 华盛顿方面 在1916年给菲律宾政府下放了一些权力 所以他才有权采取这些措施 虎克军叛乱愈演愈烈 规模不断扩大 以至于后来蔓延到了整个菲律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迈克阿瑟将军收复菲律宾 很多地主通过纠集私人武装 而收回了在虎克军叛乱中丧失的土地 这个国家到处都充斥着武装冲突留下的武器 1946年 菲律宾独立 之后 虎克军叛乱更加严重 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菲律宾独立之后 美国仍然通过其军事基地深度干预菲律宾事务 先后于1950年 1951年 委托一些机构对菲律宾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拿到了两份报告 这两份报告 军民却指出 要结束农村地区的动荡 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 59 然而 虽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支持彻底的土地改革 华盛顿方面 却没有像支持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那样支持菲律宾 为了帮助菲律宾解决农村的难题 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多个美国机构 联合建立了菲律宾农复兴运动组织 并为该组织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 但这个组织不主张进行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 从1954年到1955年 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根据这些改革 种植水稻和玉米的农民有权要求 同地主签订书面租约 地主用于出租的私有土地不得超过300公顷 政府将征用超过这个界限的土地 将无地农民和判断分子安置在公共土地上 但这样做会导致没有防御之力的部落族群丧失家园 这些改革措施加上由美国人帮菲律宾训练军队 而且菲律宾政府不遗余力地镇压叛乱 结果严重打压了虎克军叛乱的势头 1963年 菲律宾的改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把征用土地的界限从300公顷降低到了75公顷 然而菲律宾政府只是在个别被宣布进入土地改革时代的地方 强制收购了地主的多余土地 土地改革并没有全面而彻底地展开 60 菲律宾政府只是为了避免全面内战财 被迫采取些许的改革措施 而且想方设法地把改革力度降到最低 因此并没有建立一个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济 当年确立的农业模式得到了长期延续 1969年 虎克军叛乱的残余势力再度掀起波澜 与经过重组的菲律宾共产党实现了合并 形成了新的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 20世纪70年代早期 新人民军开始和渴望和平改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Christian Socialist进行合作 而且居然在中国革命者的启发下 在菲律宾农村建立了根据地 就像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的那样 新人民军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的改革举措 有时候也会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 1972年12月 正值新人民军刚刚薄姓之际 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斯Ferdinand Marcos 签署军事戒严令 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 为了给军事管制的合理性寻找辩解理由 他反复强调 只有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土地改革 第二年 在实行军事管制一周年之际 马克斯在一次讲话中承诺 要在菲律宾建立新社会 这与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 也在中国承诺 实现新生活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马克斯认为 土地改革是判断新社会成败的唯一标准 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 就不会有新社会 但到最后 和中国的蒋介石一样 马克斯也只是给国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几乎没有土地改革 也没有什么新社会 而且 马克斯搞的小规模的土地改革 仅仅局限于 种植玉米和稻谷的地区 而且 政府征用土地时 主要是拿马克斯的政敌开刀 61 到1986年 马克斯倒台时 他原本就十分有限的目标 还没有实现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 菲律宾军方估计新人民军的规模 为25000人 而且 菲律宾每八个村庄中 就有一个处于新人民军控制之下 1986年1月 也就是马克斯逃跑的前一个月 陷入绝望的菲律宾政府 采取了一个 铤而走险的举措 向那些 还没有办理完土地改革 申请程序的农民 发放了土地专有证 即确认农民 对某一块土地 拥有所有权的地气 但事实上 由于菲律宾政府在此之前 并没有实施强制性的土地改革 所以 地主不会仅仅凭借一张地气 就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种证书 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 如同美国为了支持 中国国民党的土地改革 而于1948年到1949年 设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如同美国到了1969年 才最终决定 支持软文哨 在南越开展土地改革一样 菲律宾政府此时想实行土地改革 也为时已晚 根据瑞丁格尔 Rideor在其专注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中 提到的统计数据 从1900年到1986年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 总共重新分配了 31.5万公顷土地 而这只相当于 该国耕地总面积的4% 62 名不副实的土地革命 如果说费迪南德 马克思是一位失败的土地改革家 那么他的继任者 柯利 阿基诺 Core Aquino 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句公道话 作为一位被谋杀的政治领导人的妻子 柯利更加习惯于 同其丈夫的客人 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进行闲聊 而对于菲律宾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 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虽然是反马克思力量的民意领袖 但没有自己的政党 他所属的许桓哥家族 Cowankos 是菲律宾的地主家族 在吕宋岛的达拉省 拥有六四百公顷土地 他的弟弟小和赛 许桓哥 Jose Cowanko Jr 是菲律宾议会中 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势力的领导人 直到菲律宾发生了 曼迪欧拉乔大屠杀事件 Mandola Massacre之后 柯利 巴基诺才开始正式土地改革问题 1987年1月 马尼拉爆发大规模农民示威 警察至少打死13人 打伤90人 因屠杀地点 位于曼迪欧拉乔附近 所以被称作曼迪欧拉乔大屠杀 他对此做出的反应 就是让菲律宾议会制定出一个新的 土地改革法的细节方案 而没有亲自承担其改革的领导权 结果 1988年 菲律宾议会通过了综合土地改革法 Comprehensive Agrarian Reform Law 虽然该法案被称为菲律宾历史上最全面的土地改革法案 但该法案极其冗长 内容过于复杂 改革举措不够彻底 而且存在很多漏洞 落实的时间表也长得荒谬 以至于25年后的今天 经历过两次延长 这个法案仍然没有落实完毕 尽管如此 政府的更迭 马克思倒台 科利 阿基诺上台 仍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加上新政府承诺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请注意 只是承诺 再加上菲律宾政府 对新人民军发动了新一轮打击 严重削弱了新人民军的势头 最终导致新人民军失去各种支持 并出现内部分裂 在土地改革的立法阶段 科利 阿基诺曾经发表过一些 堪称菲律宾政治界最动听的言论 其中包括 我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 而不要求任何人 比我做出更多的牺牲 又是再然而 当他的家族寻求特权 以避免自己的土地 在改革过程中被分割时 他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显然 他的政府尽管被称为人民力量的政府 肯定也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综合土地改革法里的很多漏洞 也为地主逃避土地改革 创造了机遇 比如 隶属于阿基诺家族和许桓哥家族的 路易西塔庄园 哈西安达路易西塔 就利用这部法律中的 股权分配计划条款 来逃避土地改革 这一计划原本的意图是在 把土地分配给电农之前 允许庄园主通过股权分配 让渡部分收益 即电农可以获得庄园的股份 同时继续为庄园有偿耕作 5.除了存在股权分配计划这个漏洞之外 综合土地改革法还存在其他一些漏洞 比如规定电农可以主动转让土地 主动出售土地等 然而 要像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那样 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 必须遵循一条最根本的准则 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 换句话讲 所有涉及土地转让 出售的事宜 必须经过第三方组织进行处理 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交易 在菲律宾这种情况下 由于地主势力肯定大于电农势力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地主会在谈判中 商定一些有利于自身的条款 以股权转让计划这个条款为例 地主可以高估一个庄园里的非土地要素 和管理要素的价值 而低估土地要素的价值 然而由于庄园的股东 及电农是以土地要素入股的 所以股东的收益将会非常少 自从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 路易西塔庄园就一直被罢工和动荡问题困扰着 电农说他们一年的红利 只有2000比索约合43美元 对于了解路易西塔庄园历史的人而言 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史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 许桓哥家族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 在达拉省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土地 后来到1957年 这个家族先是从西班牙塔巴克莱拉烟草公司 Tabakera手中买下了现在的制塘厂 继而向菲律宾中央银行贷款 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64但当时许桓哥家族 无力偿还这笔庞大的债务 于是菲律宾中央银行便延长了还款期限 条件是十年后这个家族必须把这片土地 以合理的价格和条款归还给电农 但该家族从来没有履行过这个承诺 而且从没有被追究责任 这类人居然能成为总统 许桓哥家族的重要成员柯利 阿基诺担任过菲律宾总统 而他的儿子阿基诺三世维 现任总统 着实为菲律宾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菲律宾官方口中的成功改革 菲律宾政府宣称已经实现了综合土地改革法的大部分目标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 截至2006年末 共集680万公顷农业用地进行了改革 目标是820万公顷 汇集410万农户 65这听起来很像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改革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 菲律宾政府的统计数据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地气 而事实上电农获得了地气并不等于获得了土地 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更 三分之一的新地气都是集体地气 因此 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地气 通常一张地气包括了数百个或者数千个假定的受益人 很多在理论上已经完成再分配改革的土地 实际上却被电农回租给了原来的地主 或者非法出售给了原来的地主或其他人 此外 原定于进行土地改革的820万公顷土地中 只有三分之一是地主的私有土地 其余的土地大多是公共土地 包括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公共林地 综合土地改革法原定目标是改革1030万公顷土地 而且私有土地的比重比现在高很多 但后来 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 菲律宾政府就大幅减少了进行改革的私有土地面积 并将总体改革目标下调到了820万公顷 66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 像路易西塔中原这类的商业性农场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在改革之前 菲律宾政府根本没有开展可靠的土地调查 没有摸清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 因此 对于改革的目标和结果 难免一直让人存在困惑 监督土地改革进程的委员会不是由电农组成的 而是由政府官僚组成的 这些官僚不仅没能力 没资源行使 监督权力 而且时常接受地主的贿赂 一些私有土地虽然进行了再分配 但都是通过地主与电农进行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的 因为综合土地改革法 中有主动转让土地 主动出售土地的规定 有时候他们议定的条款对电农十分不利 以至于土地转让 出售过程无异于抢劫了穷人的财富 去送到富人的手中 67 要确定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是否具有实质意义 最有利的数据 就是政府从地主手中强制征购了多少土地 日本 韩国与中国台湾成功开展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先强制征购地主的土地 然后实行再分配 截至2006年 在综合土地改革法之下 菲律宾政府仅仅强制征购了30万公顷土地 在政府宣称 以进行改革的土地中仅占据5% 在菲律宾可耕地总面积中仅占2.5% 综合土地改革法还规定了较高的土地保有标准 地主每人可以保留5公顷土地 而且每名15岁以上的子女均可每人保留3公顷 因为一些地主有多名子女 所以原来的地主就可以继续保有大量的土地 时至今天 在菲律宾一120万农业劳动者之间 估计有850万人仍然没有土地 68农村地区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中 土地的产量低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而且这种情况很多年以来都没有改善 所有这一切居然发生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 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因为在很多方面上 菲律宾享有的优势远远超过了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等经济体 比如在菲律宾 可耕地面积 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 而这个比重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要低得多 而且菲律宾的气候条件 土壤质量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产量 菲律宾人在大好机遇面前 把事情搞砸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地主的世界 从巴克洛德市一路向南 驱车进入内格罗斯岛的农村地区 你就会发现菲律宾农业的真实面貌 69虽然官方数据赞扬菲律宾土地改革 已经把大量土地再分配给了农户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大片大片的商议性的种植园 这些种植园动辄连绵数千米 种植的作物包括芒果 霹雳果 果仁可用于制作巧克力和冰淇淋等食品 红毛丹 荔枝的青园植物 香蕉 菠萝蜜和榴莲 我们时不时地能看到一群群农民 在种植园中辛勤劳作的身影 虽然菲律宾曾经进行过土地改革 但一般的种植园主都没有受到冲击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爱德华多 丹丁 许桓 埃德华多 丹丁 扣王口 的世界 爱德华多 丹丁 许桓 是科力 阿基诺的堂弟 也是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舅舅 他还是内格罗斯岛最大的地主 菲律宾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因此被电农们称为丹丁老板 Boss丹丁 他代表着西内格罗省最强大的农业力量与政治力量 近年来 他把大量甘蔗种植园改种了其他作物 虽然理论上来讲菲律宾一直在进行土地改革 但他的庄园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的步伐 以至于现在他拥有的庄园至少有六零零零公顷 遍布内格罗斯岛六个城市 其实其中有一个城市是庞特维德拉 他居住在这个城市附近一栋颇有隐异之风的豪宅中 当地人把这座豪宅称为白宫 他的娱乐爱好 既包括亿万富翁 花花公子式的标准配置 比如豪车 昂贵的大型摩托车 赛马 四人飞机 还包括具有菲律宾特色的配置 猎枪和斗鸡 他拥有数百只斗鸡 很多都曾经参加比赛并得过奖 在斗鸡厂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草地上摆放着数百个巨大的笼子 斗鸡趾高气扬地在里面走来走去 每只斗鸡价值5000比索 约合108美元 而这相当于贫困家庭一个月的收入 在附近的拉斐尔 萨拉斯自然公园 有一座小山 曾经是菲律宾新人民军的游击队基地 登到山顶 可以一览无余地鸟看爱德华多 丹丁 许桓庄园的全貌 包括深绿色的果园和浅绿色的甘蔗园 今天 由于武装冲突暂时平息了 新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泳便被爱德华多 丹丁 许桓庄雇佣过来守卫他的徒弟 用这种方式雇佣保安 比豢养一只长辈军廉价得多 鄂尔 帕雷诺 罗普雷诺 在丹丁老板 Boss Standing 一书中指出 菲律宾有传言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也就是新人民军的武装叛乱达到巅峰的时候 爱德华多 丹丁 许桓庄豢养的私人武装 包括1600多名战士 部署在多个庄园 而且聘请以色列军官对其进行培训 71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菲律宾不仅逍遥法外 居然还能在西内格罗省和菲律宾其他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他是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的头号亲信 1986年2月 美国军队护送马克思及其夫人伊美尔达离开菲律宾时 他也跟随马克思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马克思的保护下 他曾经担任菲律宾发展银行的行长 但利用职务便利把大量资金带给了自己的公司 他还垄断了椰子营销 20世纪70年代 椰子是菲律宾主要的出口产业 他利用这个产业的税收资助自己的商业帝国 其中包括接管菲律宾一家大企业生理啤酒厂 他还设立了联合夜农银行United Coconut Planet Bank 结果使他得以变本加厉地利用别人的资金满足个人私利 72 尽管劣迹斑斑 他却能在流亡几年之后 于1991年11月返回菲律宾 马克思的其他心腹要返回菲律宾 都必须同颗粒 阿基诺政府达成协议 放弃部分资产才能回国 而丹丁却在没有放弃任何财产的前提下 返回了菲律宾 他回国之后 就定居在了西内格罗省 他的妻子就来自这个地方 而且他在当地控制着自己的政党 也控制着当地大多数的市长和议员 73 在土地改革进程中 丹丁为了让自己的庄园免于遭到瓜分的命运 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这些措施类似于柯利 阿基诺家族为了让路易西塔庄园免于被瓜分而采取的措施 丹丁提出了合作性土地改革 几把庄园变为地主与电农共同持股的合资企业 电农在名义上获得了庄园的土地所有权 但地主仍然保留着管理权和控制权 事实上 转让所有权的前提条件是接受他对庄园的继续控制 74 合资企业是丹丁与电农通过直接谈判建立起来的 而谈判过程没有得到政府的监督 根据最终商定的条款 丹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电农的劳动 而且丹丁还将拿出庄园净收益的35%作为红利分给电农 自不必说 丹丁肯定不会邀请外人去查看他的账本 当他需要同期电农合作伙伴进行谈话时 就会让他们到他在白宫附近建造的巨大的斗机场上集合 而不是到庄园里集合 菲律宾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其提出的合作性土地改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甚至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 埃斯特拉达还在公开场合表彰其为土地改革的教父 显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 电农的世界 我们继续驱车前往另外一座庄园 这座庄园的主人是罗伯托贝内迪克托 罗伯托贝尼迪克托 他现已去世 如同丹丁一样 他也曾是菲律宾前独裁者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追随者 同马克思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而且如同丹丁垄断了菲律宾椰子交易一样 罗伯托贝内迪克托垄断了菲律宾的这堂交易 他在内格罗斯岛所做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 就是豢养了一批恶棍 组成了所谓的治安维持会 专门谋杀那些反对马克思政权的人 75 他拥有一座面积多达564公顷的庄园 被称作埃斯佩兰萨庄园 Hacienda Esperanza 6 当初 丹丁结束流亡之后 刚刚返回菲律宾时 曾经提出要收购罗伯托 贝内迪克托的埃斯佩兰萨庄园 然而 后来 这个庄园的一些电农向政府提出申请 希望根据综合土地改革法 对该庄园进行土地改革 致使丹丁的收购计划不了了之 电农提出土地改革申请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充分表明了菲律宾土地改革制度的失灵 为了应对电农的土地改革申请 贝内迪克托家族采取的应对措施 就是收买一群较为温顺的电农 同他们建立一个联盟 然后指使这个联盟公开声明 反对土地改革 除此之外 贝内迪克托家族还派人游说 菲律宾政府和议会宣传土地改革的弊端 结果这件事情 成了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经过长期绝逐后 菲律宾中央政府做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决定 强制改革 政府为这个庄园的电农 发放了土地专有证 从理论上承认了电农对土地的所有权 菲律宾土地改革部部长 还亲自前往内格罗斯岛监督落实情况 帮助那些被解放的农民 切实获得土地专有证上的土地 但武装保安和联盟的成员阻止他进入庄园 电农试图通过武力方式 强行占领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 结果保安枪杀了一人 另外打伤两人 76 最终菲律宾政府只有强制实行改革 其实在电农遭到枪杀之后 强制实行改革就成了菲律宾政府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最后在政府强力干预下 埃斯佩兰萨庄园遭到了拆分 部分电农获得了土地 但如同大多数菲律宾土地改革一样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 这次改革也没有实现圆满的结局 因为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 但他们太穷了 根本没有独立耕作的能力 而国家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支持 结果导致大多数农民 立即把土地回租给了贝内迪克托家族 自己坐收红利 而每年的红利只有1200比索 约合240美元 这样一来 被解放的电农再次沦为雇农 一些比较坚韧刻苦的人 努力独立耕作好自己的土地 他们通过非正式途径借来周转资金 年利率高达50%至120% 比如 贝内迪克托家族庄园的经理人 就从事非法借贷行为 月利率是10% 由于贝内迪克托家族 几乎控制了当地所有的制塘厂 因此成为了当地甘蔗的唯一收购者 他们把甘蔗的收购价压得非常低 导致这农几乎很少实现盈利 这农为了获得贷款 每年都必须在生长季 早早地把甘蔗抵押出去 由于无法实现盈利 而且贷款利率过高 很多人在三年之内便经营不下去了 当债务形势失控时 放贷人就会收回借贷人抵押的土地 直到借贷人还本付息之后 才能赎回土地 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就走过同样的路子 独立耕作的农民陷入了贫困的泥潭 只有放贷者是高兴的 因为他们能借机占有更多的土地 在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土地上 甘蔗产量只有区区52吨每公顷 这与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土地改革后的土地产量相比低了50%多 与东北亚地区的农民相比 埃斯佩兰萨庄园土地改革的受益者 以及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农民 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府在信贷 农产品营销和农业科技推广方面提供支持 因为他们以前基本上都是在种植园里劳动 更加习惯于根据别人的指示去耕作 没有养成独立自主耕作的能力与习惯 与菲律宾的电农相比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那些 能够以低价购买土地的电农 以及中国那些无需出钱 就能自动分得土地的农民 更具有独立自主耕作的能力 此外 东北亚地区的政府 几乎在每个农村都为农民提供了信贷和技术支持 但菲律宾农民什么也没有 西内格罗省曾经开展过一次调查 97%的受益者都表示 从来没有得到菲律宾政府的任何支持 77 在内格罗斯岛 很多农民必用回租土地的收益购买卡拉 OK等娱乐设施 农民在破旧的小房子里 围着卡拉 OK唱歌的情景 成了菲律宾被解放农民的典型象征 这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地方 因为独立耕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很多农民不愿耕地 为菲律宾的失败把脉 菲律宾改革过程中 也曾经取得过阶段性的成功 但这些成功都是非政府组织介入的结果 他们为农民提供农业信贷 科技推广 农产品加工 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 填补了国家留下的空白 有利于家庭农业的繁荣发展 如果非政府组织不这么做 像贝内迪克托家族这样 一直控制着农业劳动者的地主家族 也会这么做 这样一来 虽然他们理论上已经放弃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但农民仍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在埃斯佩兰萨中原里面 只有21个农户获得了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他们联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合作组 有一点是无需赘言的 即和那些没有获得非政府组织支持的250户农民相比 这个合作组农民肯定是政治觉悟较高 受教育程度较高 且更加善于表达自我诉求的人 我们去拜访这些农民的时候 利托 利托 也就是这个合作组的领导者 亲自来到庄园的外面迎接我们 引导我们绕开贝内迪克托家族那些随身带有武器的保安 来到他们分道的那20公顷土地上 他们的土地被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庄园环绕着 再前往他们那片土地的路上 我看到了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十字架竖在田地里 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因为试图夺回土地专有镇上的土地 而被保安枪杀的农民 在一个惠克小屋前面的树下 利托坐了下来 向我解释说 他们那21个人可以从一个轮转信贷协会 七 中借到120万比锁 约合2.4万美元 而其他独立耕作的农民 只能从非法途径去借高利贷 结果导致95%的人 都陷入了无利偿付的高利贷债务中 一个名为互助贸易 Alter Trade的非政府组织 还为农民提供科技推广方面的支持 帮助农民种植新型农作物 并制作有机蔗糖 他们现在大部分食品 都是自己制作的 再也不用担心甘蔗欠收会引发饥荒了 非政府组织 还通过欧洲的公平贸易运动 Fair Trade Movement 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同类组织 帮助菲律宾农民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这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菲律宾农民销售的高级有机这堂的最大买家 居然是日本韩国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富裕起来的农民 自从2004年同互助贸易组织议定了合作条款之后 利托那个合作组就还清了债务 而且实现了足够的盈利 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拖拉机 一辆卡车和十辆牛车 这一组人耕种的土地的甘蔗产量非常高 与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土地产量相比 甚至高出了25% 此外 他们还注重储蓄 准备购买灌溉设备 由于菲律宾的自然条件得天不厚 非常有利于农业发展 因此 如果有了灌溉设备之后 应该能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的产出效率 在不远的地方 在一个名叫伊萨贝尔的庄园 另外一个合作组的农民 在互助贸易组织的支持下 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在这个小组中 共有80个人持有土地专有证 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企业 耕种了80公顷土地 种植的作物 包括甘蔗和一些粮食作物 但他们养活着500个人 这个互助组的领导人 自豪地向我炫耀着一辆大型的全新拖拉机 这是他们花了150万笔锁 约合3万美元购买的 此外 他们还利用留存收益 购买了一辆中型的拖拉机 和一辆卡车 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衡量 他们显然已经达到了富裕的标准 这个小组达到青春期的子女中 有80%都在读中学 一些还要去读大学 然而 如同利托的合作组一样 这个合作组也不具有菲律宾农民的典型特征 主要是因为他们政治觉悟较高 其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 有些成员曾经在菲律宾新人民军中担任过军一 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 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所以才能组织并维持这样一个集体企业 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农业劳动者贫穷潦倒 而且时常受到各种威胁的社会中 如果没有组织能力突出的人出面 就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这样的集体企业 他们为了获取政府的公共服务而努力奋斗 在他们的游说下 政府才最终做出了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定 他们还把伊萨贝尔庄园的主人告上法庭 质疑他那个家族非法保留了一些土地 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 因为该家族原本有两个人 但他们登记的时候却登记了七个孩子 除了从互助贸易组织获得周转资金之外 他们还从一个荷兰教会赞助的慈善机构 获得了购买新拖拉机的贷款 他们还利用一个支持 同行他们的德国超市连锁企业提供的资金 为成员购置了部分电器 而且在2009至2010年的冬季 他们建造了一个拥有20个房间的招待所 用来接待那些来到巴克洛德市考察 有机甘蔗种植情况的日本 韩国的富裕消费者 总而言之 他们了解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体系 埃斯佩兰萨庄园和伊萨贝尔庄园 这些农民的情况既让人乐观 因为一些人和一些组织 能够克服各种不利因素 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又让人悲观 因为这些合作社的资源和非政府组织 投入的规模恰恰折射了 菲律宾政府的无能 事实上 大多数农业劳动者 自我组织能力薄弱 从来都不曾形成这样高效的合作社 内格罗斯岛的非政府组织 虽然能为数百个农民提供支持 但根据菲律宾政府所说 土地改革受益者的数量 多达12万 非政府组织无法照顾到所有农民 便非常明智地把援助目标 锁定在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能力 实现成功的农民身上 而留下那些最弱势的农民 自谋出路 菲律宾在农业领域的失败 被源在于政府制定了失败的政策 慈善机构的援助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失败造成的后果 但无法完全弥补政策的失误 这就如同在菲律宾农业的开放伤口上 贴了一些膏药一样 虽然暂时起到了缓解痛苦的作用 但无法彻底治愈伤痛 在东北亚各经济体中 农业之所以能实现引人瞩目的增长 主要原因在于 政府自身能够实现有效动员 迅速而公平地进行了土地再分配改革 之后又为农户提供了必要的信贷 科技推广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 提高了农户实现 产出最大化的能力和动力 菲律宾政府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努力 相反 菲律宾虽然是东亚地区最薄弱的经济体 但菲律宾却涌现出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 估计有6万到10万个 从非政府组织数量 与本经济体人口总量之间的比率来看 菲律宾的比率在东亚各国中是最大的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规模一般都很小 因为他们拼命地挣扎着 弥补菲律宾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不足 各种标准下都堪称低效的改革 从伊萨贝尔庄园出来 我们重新回到了公路上 继续驱车前往东南部的卡斯特兰阵 途中又经过了一些势力更加庞大的家族的庄园 其中包括阿罗约家族的庄园 强有力的灌溉水泵正在给庄园里的甘蔗浇水 最近刚刚被打败的菲律宾总统格罗利亚 马卡帕加尔 阿罗约就属于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在内格罗斯岛拥有好几个庄园 阿罗约总统的丈夫迈克 阿罗约是大地主和大商人 迈克的弟弟伊格纳西奥 阿罗约Ignacio Arroyo 是大地主大商人和西内格罗省议员 早在2001年 阿罗约就曾经向菲律宾民众承诺说 将对其家族的庄园进行土地改革 但实际上这种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 在西内格罗省农村地区转上一圈 仿佛来到了名人堂一般 到处都是大家族的庄园 而正是这些大家族才导致菲律宾 在获得独立后 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发展状态 总体来看 西内格罗省的大家族 主要包括许桓哥家族 贝内迪克托家族 阿罗约家族 昆卡家族 洛佩斯家族等 马帕拉达工作组 Test for Smapland 是菲律宾旨在促进土地改革的最大团体 根据该团体估计 综合土地改革法实行了15年之后 17个家族仍然控制着西内格罗省 78%的甘蔗田 78 到目前为止 菲律宾的农业生产效率仍然低得出奇 虽然内格罗斯岛的地主一再坚持说 只有利用种植园去种植甘蔗 才能具有竞争力 但菲律宾种植园的甘蔗种植效率 远远低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南部的效率 菲律宾的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 是56吨左右 而中国大陆和台湾南部的产量 则是85至90吨左右 内格罗斯岛根据综合土地改革法 而实行的土地再分配 并没有带来产量的提高 因为国家没有为家庭农业 提供它所宣称的那些支持 而且因为改革进程 遭到了地主的破坏 2007年 西内格罗省曾经进行过一次 关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调查 结果表明农业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收入状况非常惨淡 而且农业生产率只有非常微小的提升 70%的土地改革受益者 都表示他们的状况比改革之前基本上好不到哪里去 79前文提到的那两组 曾经得到互助贸易组织支持的农户 也就是埃斯佩兰萨庄园和伊萨贝尔庄园的 那两个合作组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他们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大约是70吨 比该省土通农户的产量高出了25% 但远远低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甘蔗产量 在东北亚地区 灌溉设备一般被纳入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中 而得到互助贸易组织支持的那些农户 却要用自己的资金去购买灌溉设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需要节约资金 在内格罗斯岛的农村地区有不少河流 而那里的甘蔗田居然得不到良好的灌溉 我在旅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告诉我 东亚最贫穷的地方 往往集中在那些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比如菲律宾这种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 菲律宾虽然穷得令人惊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农产品的价格就是便宜的 内格罗斯岛美邦这趟的最终成本 包括精炼成本在内是15美分 而近些年来 在世界市场上 美邦这趟的批发价格一直维持在10至12美分之间 2009年夏季开始上涨了 内格罗斯岛上的12个制塘厂被称为当地的支柱 但它们的设备在全球而言都是比较落后的 而且在菲律宾出塘率还没有50年前高 由于菲律宾在2010年对这塘进口实行了免税政策 进口制塘对当地制塘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因此当地制塘工业的前景并不妙 地主的状况之所以比普通农民的状况好一些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能接触到正规的银行体系 可以获得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可以获得美国的这塘进口配额 获得了这种配额 就保证了每磅这塘的出口价不低于18美分 所以它们能够实现盈利 正如对菲律宾制塘业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 迈克尔·比利西·麦克·比利克所说 一个拥有60公顷土地的种植园主 能够承担得起在巴克洛德市的家里聘请12个用人 以及在马尼拉买套公寓的费用 80 除了甘蔗种植的生产效率较低之外 其他作物也是一样 菲律宾最大的两种作物 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分别是3.8吨每公顷和2.6吨每公顷 而在台湾 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则分别是4.8吨每公顷和3.8吨每公顷 20世纪80年代 有机构在亚洲多个经济体开展了关于农业附加值的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农作物和农业牲畜带来的价值 结果表明不同经济体的农业附加值总值表现出了巨大差异 菲律宾每公顷土地能带来的附加值为655美元 中国大陆是2500美元 中国台湾是5000美元 韩国是7000美元 日本是1000美元 这些数字包括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 但即便与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重新回到家庭农业道路上的中国相比 菲律宾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这就清楚地说明菲律宾政府的政策存在问题 81 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曾经好几次前往菲律宾 见证了菲律宾农村地区早期土地改革的真实情况 并且一如既往地得出了一些深刻独到的见解 1962年12月访问完菲律宾之后 拉德金斯基写道 我在听佩雷兹先生时任菲律宾财政部代理部长讲话时 情不自禁地告诉他 从根本上来讲 菲律宾的自然条件是非常优越的 但依然贫穷 这让我想起了印度的贫困地区 拉德金斯基还提到了他和马尼拉的一些妇人 在他们的豪华住宅中进行的对话 菲律宾妇人们认为菲律宾的农民天性懒惰 谁也拯救不了他们 我们至今仍然能听到这种观点 拉德金斯基还拜访了国际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享有自然与科学之城美誉的拉古纳省洛斯巴诺斯市 是亚洲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 曾经在亚洲发起了绿色食品革命 拉德金斯基认为 洛斯巴诺斯市的高产水稻品种 改变了东北亚数百万人的生活 但对于菲律宾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灌溉 施肥 信贷和营销等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都没有落实到位 关于菲律宾农民真实的本性 他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菲律宾当前的大环境下 如果一个电农试图提高产量 就不是一个理性的经纪人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大部分劳动成本会被地主 放高利贷者或商人拿走 即便到了50多年后的今天 拉德金斯基的话仍然是正确的 82 苏加诺只开空头支票 菲律宾也许是东南亚土地政策失灵的最极端的例子 然而如果你继续考察一下菲律宾周边地区 就会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农业发展模式 只不过情况没有菲律宾这么严重而已 印度尼西亚在获得独立之后 也就是1945年之后 苏加诺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 向国民承诺会采取越来越激进的农业发展政策 1957年 外商控制的种植园 主要是荷兰人控制的被收归国有 然而 虽然苏加诺口头上说要开展土地改革 但他个人不了解农村问题 而且地主阶层的精英 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 而采取了一系列抵御改革的措施 导致苏加诺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效率 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立法和实施条例 都遵循了菲律宾模式 结果肯定跪于失败 到1960年 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岛屿 爪哇岛 已经成为了亚洲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岛屿之一 在那里 足够幸运的人能够拥有一点土地 但总体来看 人均土地面积不到0.5公顷 而60%的农村人口是没有土地的 83尽管如此 印度尼西亚在土地改革中规定 地主可以保留5公顷土地 而且由于法律存在漏洞 一些地主保留的土地面积 甚至可能会高达20公顷 此外 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 没有触动数量十分庞大的富农阶层的利益 大规模的不在地主 absentee landlord 可以选择在6个月的时间内 回到所拥有的土地上 或者选择将所拥有的土地出售 给正在耕种这些土地的电农 以免土地被国家强行征购 或尽量减少被征购的面积 84在土地改革之前 很多地主提前与电农直接协商 把土地转让给了电农 以免被国家征购 以至于土地改革中 在国家主导下 真正实现再分配的土地非常少 虽然印度尼西亚 也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 但被地主把持着 所以 他们阻挠土地再分配 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 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三度访问印度尼西亚 其中 有一次 他还曾经到农村地区 进行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 他认为 该国的土地价格计划 过于复杂 效率低下 而且进度缓慢 他估计赵瓦岛在土地改革中 真正得到再分配的土地 还不到土地总面积的2% 巴厘岛在土地改革中 真正得到再分配的土地 甚至可能只有土地总面积的4% 他给一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同事写信说 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法案数量太多 凌乱破碎 相互矛盾 过于保守 而且过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只有出现奇迹 才能帮助他们看懂这些法案 85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奇迹 土地的产量一直没有提升 就是最好的证据 虽然爪瓦岛的土壤是肥沃的火山土 极有火山喷出物所生成的土壤 但1963年 拉德金斯基在爪瓦岛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发现 这里的每公顷土地的水稻产量 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 印度尼西亚政府 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 的确曾经组织过农业科技推广运动 为农民提供肥料 改良种子 出资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但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 这些措施对提高产量的作用 微乎其微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电农 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劳动者 已经丧失了劳动积极性 提高产量 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即便产量提高了 大部分新增产量将会落入地主手中 此外 地主和当地的其他政治精英 还侵吞国家 为了支持农村发展 而拨付的财政资金 1967年 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集中精力 采取了一系列农业科技推广措施 力图提高农业产量 起初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部分原因在于 苏哈托政府 对稻米承诺了最低价格 然而 有大量证据表明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用于推广农业科技的资金 以及其他资金 遭到了贪污挪用 导致稻米等农作物的产量 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在贪污挪用这些发展基金的 个人和机构中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 该国政府在农村地区 设立的农产品营销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 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 最低价格收购农产品 而是把国家拨付的资金 装入自己的腰包 86 印度尼西亚虽然开展了土地改革 但并没有成功地改变土地分配格局 也没有摆脱东南亚地区 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粮食政策 即过于注重为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粮食 而不注重提高粮食价格 以激发小农的积极性 这种粮食政策 曾经深受殖民政府的青睐 因为殖民政府的拥护者是 种植原主和矿主 这些人希望压低劳动成本 87 但对于一个独立国家而言 这种政策不利于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后 领导人一直把城市人口放在优先地位 把农村人口置于次要地位 既体现了殖民地 时代殖民政府对农村的偏见 又体现了印度尼西亚新兴的精英阶层 对农村的偏见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口不断增加 而农业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 这就意味着该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稻米和小麦 以满足本国对粮食的需求 结果消耗了本国大量的外汇储备 而该国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外汇储备 去应对更加迫切的发展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 印度尼西亚基本上实现了稻米的自给自足 但要全面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该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国有化的种植园里 情况也不容乐观 大部分种植园之前是由外国人控制的 国有化之后被该国的国有企业管理 运行效率十分低下 一直遇到了20世纪60年代 甘蔗种植园及该国面积最大的种植园 产量下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产量的50% 致使该国蒙受了惨重损失 88印度尼西亚政府 再次犯了城市偏向的政策失误 为了保障城市人口的需求 而牺牲农村的利益 决心要把国内食堂的价格保持在低水平 同时对种植园征收重税 1975年 也就是在苏哈托担任总统的时期 印度尼西亚也曾经出现过一次根本性的政策转变 由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转向小农经济 以期提高产量 89然而 政府一倍要求农民种植甘蔗 不允许他们种植其他作物 但农民与制堂厂之间的甘蔗贸易条款 对农民非常不利 政府没有给这农提供充足的信贷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而且政府对制堂征的税一直高于 对其他农产品征的税 结果可想而知 农民虽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种植甘蔗 但肯定没有积极性 产量也长期处于低位 经济学家迈克尔·毕普顿指出 一个国家在发展阶段中 为了应对国内人多地少的问题 可能会采取逃避性的土地政策 这类政策主要有两类90 一类是洗民政策 即把土地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的农民迁徙到其他地区 以缓解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 另一类是一位加大信贷农业基础设施 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投资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土地再分配问题 结果注定收效甚微 印度尼西亚到最后就采取了第一类政策 即洗民政策 20世纪70年代 由于爪哇岛的人口总数已经高达8000万 苏哈托政府便开始把数以万计的农户 迁徙到人口较少的岛上 尤其是苏门达拉岛 这些农户在新的岛屿上开垦土地 洗民政策的高峰期是1979年到1984年 在此期间 共有150万人在政府资助下迁徙到了其他地区 91旦这个政策并没有解决 该国农业面临的根本问题 包括土地改革问题和农业科技推广效率比较低的问题 而且迁徙农民的成本非常高 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这个政策的确暂时缓解了 该国贫困地区的人地矛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那些仍然居住在爪哇岛的 数以百万计的无地农民 之所以能免受饥荒的折磨 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菜园 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食物 而且这种情况还存在于 其他位于赤道周围的国家 比如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 赤道地区的气候 意味着一些农作物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 人们在爪哇岛进行的研究表明 就每平方米土地的产量而言 家庭菜园的产量远远超过稻田 或有电农或临时雇农耕作的土地的产量 事实证明东北亚地区高产农业模式也存在于 找哇岛这类地方 但仅仅存在于农民为了个人消费 而耕种的面积狭小的土地上 九十二 英国人对农业效率的观点 种植园模式高于小农模式 在殖民地时代 印度尼西亚是荷兰殖民者 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 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 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就要属马来西亚了 因为马来西亚的农业结构 更加侧重于种植园农业 种植园农业模式下 投资者在美工型土地上 获取的经济利润是最主要的 因此更加注重种植经济作物 而至于美工型土地 产出了多少农作物 养活了多少人 整个国家的粮食 能否实现自给自足 则成了次要的考虑 由于英国殖民者 只在意从美工型土地上 获取多少经济利益 所以种植园农业 更加符合英国殖民者的利益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马来西亚大约40万公顷土地 都被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 就种植园面积 与可耕地总面积的比率而言 马来西亚要高于印度尼西亚 93 在殖民地时代 虽然马来西亚的 在土地在理论上 属于马来西亚的苏丹 但实际上被出租 给了英国殖民者 或英国殖民者的顾问 具体的经营事宜 也由英国人或其顾问决定 质量较高的土地 以及那些靠近公路 交通便利的土地 都变成了种植园 英国人在马来西亚 修建了很多公路 因为要如果要运输 并销售种植园里的农产品 修路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也客观上 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除了修建道路之外 马来西亚政府 在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 比如灌溉设施 农业电气化 农业科技推广等 都主要面向大规模的 种植园 基本上没有汇集普通的小农 此外 殖民者控制的银行 在发放贷款时 也只考虑种植园 这些因素都相当于 给种植园经济 提供了巨大的补贴 正如马来西亚主流的 农业经济史专家 林德义 Lim Tech D 所说的那样 小农被视为低效 落后的象征 因此在马来西亚发展的过程中 被摆到了次要地位 94但过于注重 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园 而忽视 以水稻为主的小农经济 可能会造成粮食减产 以至于不得不依赖进口粮食 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给 所以 政府只是为了削弱 对进口粮食的需求 才愿意为小农 提供一些支持 鼓励他们种植水稻 虽然当时的人们 一致认为 种植园经济的效率 高于小农经济的效率 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直到20世纪 20年代英国官员被迫 进行农业产量调查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这一点 当时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 最大的橡胶生产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全球橡胶需求量持续下滑 导致国际橡胶价格 在1920年开始急剧下降 不久之后 种植园主 大部分都是欧洲人 便要求控制橡胶产出 以遏制价格下滑趋势 虽然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呼吁小农 把种植水稻作为重点 但也有大批小农涉足橡胶种植 而且其橡胶产出占据 马来西亚橡胶总产出的三分之一 他们并没有响应 种植原主的呼吁 而削减橡胶产出 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温斯顿 丘吉尔下令组建了一个 由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 主持的国际橡胶生产调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最终认为 必须抑制橡胶产出 并制定了史蒂文森橡胶产出限制计划 Stevenson Robber Restriction Steam 1922-1928 该计划从1922年11月 开始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生效 斯里兰卡是英国另外一个 种植橡胶的殖民地 该计划对种植园橡胶产出的限制 是以其历史产出记录为基础的 但在限制小农橡胶产出的过程中 该计划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 由于大多数小农都无法出示 正式的橡胶产出记录 所以该计划在对小农的限制 是以主观估算为基础的 由于种植园每公寝土地的 年均橡胶产出是400磅 所以他们评估 在小农经营模式下 每公寝土地的年均橡胶产出为320磅 95 该计划一经宣布 几乎引发了农民叛乱 马来西亚多地爆发了暴力抗议 因为对小农橡胶产出的评估 远远脱离了现实 很快 殖民政府宣布重新开展调查 而调查结果 令殖民政府十分尴尬 因为结果表明 就橡胶生产而言 小农的效率 一直都比种植园的效率高得多 事实上也是如此 前者效率比后者高出了50%多 有些情况下 甚至高出好几倍 史蒂文森的调查委员会 拿到的证据表明 根据接受调查的小农的橡胶产量来看 在小农经济模式下 每公寝土地的年均产出 应该位于600至1200磅之间 96 小农橡胶生产效率较高的原因 与前文提到的园艺式农业效率较高的原因是一致的 在种植园里 每公寝土地上栽种100颗橡胶树 而小农的橡胶树栽种得更加密集 每公寝土地上通常可以栽种200颗 而且小农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 每天去打理 努力实现产出最大化 在全球萧条中 小农比种植园更灵活 更有弹性 因为他们在橡胶树中间又种植了一些粮食作物 而且小农在从事农业耕作之外 通常还会有第二职业 他们不必像种植园主那样支付经常性的管理费用 生产成本较低 因此 他们愿意而且有能力承受较低的价格 但殖民者却强迫他们接受 为阻止种植园破产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史蒂文森调查委员会建议 把小农模式下 每公寝土地的年均橡胶 橡胶产出从320磅提高到533磅 虽然仍然太低 但至少不低于被普遍视为效率较高的橡胶原的效率 但无论是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 还是英国政府都不支持这个建议 而是把小农每公寝土地的产出定在了426磅 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乘以一定的百分比 作为分配给小农的生产限额 史蒂文森橡胶产出限制计划一直实行到1928年 1934年 一份新的限制橡胶产出的国际协定 也囊括了诸多不利于小农橡胶生产的条款 严重损害了小农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英国政府公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前文提及的两个限制橡胶产出的计划 当时就导致马来西亚种植橡胶的小农 损失了4亿英镑 按照今天的橡胶价格来计算 损失额则高达21亿英镑左右 相当于马来西亚全国两年的橡胶产出 这份报告的作者鲍尔 PT Bauer严厉谴责这两个计划对小农的歧视 认为这种歧视显然背离了某些明显的道德义务 97小农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马来西亚在殖民时代的橡胶市场 只是一个市场受到操纵的简单的代表性案例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橡胶市场遭到了严重的人为操纵 结果导致效率较高的小农经济 去补贴效率较低的种植园 在史蒂文森的计划中 殖民政府甚至让经营种植园的人 负责评估小农的橡胶生产情况 结果导致总产量和生产效率均被严重低估 然而针对某些小农的调查数据表明 小农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种植园的生产效率 而且种植园当时有专业的经理人去打理 甚至有的大型种植园在伦敦股市上市 所以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 一直不相信调查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但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 的确是一致的 虽然殖民政府在橡胶产业进入萧条期前后 为种植园提供了各种支持 但种植园的效率低于小农的效率 却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矿矿区也出现了一个 能证明小农经济效率较高的例子 在经济萧条时期 数以千计的矿工遭到解雇 结果大批人为了生计 而开始种植粮食和蔬菜等 拿到市场上销售 当时马来西亚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很高 国内粮食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殖民政府注意到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小农供应的 所以暂时解除了禁止农民在西矿矿区 种植农作物的规定 鼓励农民种植水稻和蔬菜 98但殖民政府没有重新思考基本的农业政策 仍然过于注重种植园产生的经济利润 而不太重视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和马来西亚的全面长远发展 英国人的观念成了马来西亚的观念 二战的结束和马来西亚在1957年的独立 并没有给马来西亚的土地政策带来重大变革 虽然当时的时代精神需要政府更多的照顾到农民的利益 但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的是 马来西亚根本没有尝试过土地改革 马来西亚在1955年和1967年通过的法案 本来是为了给电农提供更多的保障 并禁止地主向电农所要所谓的喝茶钱 但这些法律效力较弱 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具体的执行权下放给了各州 而各州的政府主要是由一些精英人士控制的 这些所谓的精英人士 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 政府为肥料等必要的农业资料提供了补贴 但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大规模的种植员 而不是小型的家庭农场 为了促进本国橡胶更新 马来西亚政府设立了一个专用基金 但它为受助者提供的援助 还没有从受益人那里所要的汇费多 99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两国政府都采取了成本高昂的洗民计划 在马来西亚 这个计划的具体执行机构是联邦土地开发局 Fedruland Development Agency 20世纪70年代 马来西亚政府利用石油美元 购买了很多处于欧洲人控制下的种植园 交给本国的国有企业去经营 但经营效率并不比之前高多少 而且经常还没有之前高 在实现独立之后 马来西亚的土地集中程度有所提高 长自以往 土地租电现象和农民失地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而土地租电和农民失地 往往会导致农民贫困 以及农村债务的加剧 通常也会导致农作物减产 100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历史的验证 20世纪70年代中期 有人在目睹农村败相之后 愤怒地指出政府制定的法律太少 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导致土地租电和作物分成的制度大量存在 土地日益集中在投机者 投资者 放贷者的手中 农民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101 从1981年开始 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 向盗农承诺 对水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 安抚了农民 然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马来西亚农村地区 大多数人的贫困之所以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并不是因为小农 因耕作土地而获得的收入提高了 而是因为农民在出口加工业的发展进程中 找到了非农业工作 我应该强调指出一点 马来西亚并不是农业用地短缺的国家 大多数当地的农业专家都说 马来西亚还可以再开垦几十万公顷土地 用来发展农业 而每当发生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那种经济衰退 现有的农业用地中 就有数千公顷被农民抛弃 处于闲置状态 虽然土地资源过剩 但马来西亚却选择了一个 充其量算得上 次优的农业经济结构 这再次提醒我们 为了实现欣欣向荣的发展 不仅需要让小农获得土地 还要在农业科技推广 农产品营销和农业信贷等方面 为其提供支持 为小农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大环境 102 如果还不理解我的意思 请看泰国的情况 农业经济学家罗纳德 赫林 Ronald Herring指出 东南亚各国在实行土地 在分配方面做的工作 可谓少之又少 这些国家对此提出的常见辩解 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推进土地改革带来的困难 而赫林的观点与此相反 他指出 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 似乎认为保持现状才算务实 但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调 103 事实证明 东南亚地区维持所谓农业 现状的代价非常高昂 在菲律宾 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 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和恐怖组织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 苏哈托镇压了一个 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结果造成数十万人失去生命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马来西亚 英国殖民者曾经在马来西亚农村地区 无情地镇压了一次共产党的运动 在泰国 整个国家几乎陷入了内战状态 就在我撰写本书之际 泰国仍然处于动乱状态 其中土地政策的失败可谓是功不可没 2010年5月 泰国军方在曼谷的街头混战中 杀死了数十名抗议示威的反政府者 即所谓的红山军 红山军的成员主要来自于贫穷的东北部 而就在几年前 泰国南部最贫穷的地区 才刚刚爆发过一次农民暴乱 结果也遭到了残酷镇压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泰国军方就曾经和泰国共产党的游击队 在北部和东北部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斗争 而在过去十年间 发端于农村的暴力活动达到了历史之最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农民暴乱的根本原因 一直都是农村贫困的周期性加剧 这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具有密切联系 泰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的一点在于 它在殖民时代仍然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性 从地理角度来看 大致可以把泰国农业区划分为 两个特征鲜明的地区 第一个就是以水稻经济为主导的 沿海地区和中部平原地区 另一个就是偏远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如同马来西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菲律宾 以及十九世纪的爪哇岛一样 近代泰国的土地资源 一直都是非常丰富的 在十九世纪 除了泰国之外 其他殖民地都曾经集中经历 发展采矿业和橡胶 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 因此 这些殖民地对粮食的需求 就为泰国水稻的出口提供了动力 泰国政府在中部平原进行了排水处理 开辟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 中央政府修建了关键性的排水渠 但除此之外 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曼谷周围的土地 逐渐集中到了王室盟友的手中 最后形成了一片片的大型庄园 而位置较为偏远的土地 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开垦 自己清理 自己耕种的 由于泰国土地资源较多 而人口总量较少 所以虽然农业生产效率低 也产生不了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农民通过洒波的方法种植水稻 比用移栽的方法更加高效 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虽然泰国每公寻土地的水稻产量只有一二百千克 仅仅相当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 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产量的百分之二十 但泰国每年出口稻米一百五十万吨 一百零四 在泰国王室 泰国在1932年 之前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 曾经有人关注过农民 在耕种土地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1906年到1907年之间 一位财政部长撰写了泰国有史以来 第一篇正式的经济学论文 并且大胆地提出 有必要为苦苦挣扎的小农 提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六世 Tim Bahai Rewad 看到这篇论文后勃然大怒 并且宣称 我能证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穷人 都不会比先罗少 结果 那位财政部长不仅丢掉了工作 而且被禁止从事经济学研究 一百零五 虽然泰国国王否认问题 但其实 这些问题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在二战争之前 泰国的土地租电 农民失地和农村债务问题 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而 因为在曼谷之外 虽然农民有地可重 但大多数农民队所耕种的土地 没有正式地经过官方认可的所有权 这就导致即使农民欠了债 放贷者也不能收回农民的土地 而且由于泰国地多人少 很多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垦 所以农民欠了债之后 可以一走了之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另外找一个地方 开垦新的土地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泰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提高到了3% 土地租电 农民失地和雇佣劳动的现象越来越多 结果导致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性 大打加剧 泰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但总体来讲 政府的政策仍然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农村地区的利益 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 证据就是泰国政府垄断了稻米市场 成为了唯一的买家 换言之 泰国的稻米市场上 形成了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 这个买方就是政府 政府努力压低国内稻米的收购价 然后将收购过来的稻米 用于出口或卖给城市居民 稻米交易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在有些年份 甚至占据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压低稻米收购价格的同时 政府还提高化肥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 当时泰国化肥主要依赖进口 严重抬高了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 以至于和同时期的日本相比 泰国稻米生产成本是日本稻米生产成本的五倍 106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于泰国农村地区的叛乱活动愈演愈烈 政府对稻米经济的压榨逐渐减少 但在稻农群体中 电农所占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 人地矛盾逐渐加剧 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歧视 独立耕作的稻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 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水稻经济的支柱地位 虽然泰国政府在20世纪六十年代 开始为农民提供信贷 但主要面向 那些拥有大中型农业综合企业 比如大中型种植园的人 普通的小农是无法获得这些贷款的 107泰国在1975年发布的土地改革法案 基本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土地再分配 泰国两位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巴素 彭拜吉 Persuk from PhD和克里斯 贝克 Chris Baker认为 除了基本的排水工程 政府就没有再为稻米经济提供过其他形式的支持 在新开墾的边远地区 由于农民只掌握一些非常基本的技术 而且几乎无法获得信贷 结果那里形成了亚洲地区技术含量最低 土地利用集约度最低 产量最低的水稻种植模式 108泰国更加糟糕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是泰国农业的第一部分 即肥沃的沿海地区和中部平原 第二部分就是泰国北部 尤其是东北部 基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的地区 那些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泰国开始推进这个地区的开墾 109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 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信贷 主要提供给了那些大中型的农业综合企业 比如大中型种植园等 泰国东北部地区 虽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得到了迅速开发 但信贷歧视特别严重 在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 独立之后的政府都从殖民者手中 继承了种植园 也继承了规模农业模式 而泰国由于没有被正式地完整的殖民化 也就没有形成这种农业模式 但后来泰国却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模式 主要手段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扶持本国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 比如政大集团等 另一方面热情地欢迎美国都乐公司 豆等外国企业在泰国直接投资 与单纯的继承外国人主导的种植园相比 泰国国内农业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或许能为泰国的大企业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发 111然而 与其他国家相似 泰国政府为了扶持这些农业企业的发展 而严重牺牲了小农经济的利益 比如伐木工把北部的森林砍掉之后 农民可能踏着伐木工的足迹 前去清理 开坑土地 之后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 但农民不得不严重依赖农业企业 以便获得农业生产资料 并销售农产品 而且由于他们对所耕种的土地 没有正视的所有权 因此也无法获得银行信贷 不久之后 独立的小农就沦为了 得到国有银行支持的农业企业的奴隶 因为这些企业建立了制塘厂 牧鼠加工厂 动物饲料厂和波罗罐头加工厂等 并修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需的其他基础设施 农民要想销售农产品 不得不依赖这些农业企业 正大集团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企业 将除机提供给农民饲养 之后农民再把成机卖给正大集团 而正大集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买家 在成机收购方面几乎享有垄断地位 由于国家在灌溉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上投资非常少 没有给小农提供任何援助 农村经济注定陷入萧条的深渊 很多农民用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在农贤时节到处迁徙打零工 截至20世纪80年代 东北部地区囊括了泰国一半的穷人 112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泰国等国的农村地区虽然也贫穷 但总体上风平浪静 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叛乱 出现这种稳定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出口加工业的发展 这种出口加工业是为外国跨国企业服务的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非农业就业机遇 所以虽然农业状况极度糟糕 但被出口加工业的繁荣暂时掩盖起来了 数十万泰国年轻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 从东北部迁徙到曼谷 在出口加工业找到了工作 他们甚至还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流行音乐 用清冷孤寂的曲调 唱出了在异乡漂泊打工的艰辛 113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 政府部门组织的一次国民收入调查显示 在东北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中 超过80%的收入都不是源自农业劳动 而是打工者的工资和外出打工的家人寄回来的钱 这一现象既能说明泰国土地政策的失败 也能说明当时出口加工业的确在泰国实现了大幅增长 后来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大批工人遭到解雇 农村贫困程度急剧上升 就在这种形势下 一位出身豪族的大亨塔信 西纳瓦 Fox & Shinovatt 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 即泰爱泰党 Ti-Rectai 并积极动员泰国东北部的农村选民支持自己 他的竞选战略深切地回应了农民的不满与诉求 在农民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结果在2001年的大选中 一举当选为泰国总理 但他的高升导致泰国军方和平民精英出现分裂 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崩溃 最终 塔信在200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 塔信曾经许诺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农民的利益 但他没有诚意 而且在位时间较短 导致这一承诺在政变之后变成了空头支票 泰爱泰党曾经给农村提供过一点开发资助 但从来没有实现土地政策的彻底变革 114 在泰国 曼谷与农村的差距如同鸿沟一般 政府角色过程总是存在极端的城市偏向 这些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变 在20世纪70年代 农业经济学家查西尔 爱哈迈德 Zahir Ahmed 曾经这样描述泰国首都的政治观点 在这里 有现代文明的各种负面产物 夜总会 酒吧围着迷你群的女郎 披着一头长发的男子 吸毒 卖淫女 和性变态 75%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但农村仍然贫困 拥挤和肮脏 那里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事辛勤劳作 却终生饱受无情的折磨 这个社会充斥着无视社会公义的人们 一心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 并努力巩固自身的权利 115 即便到了今天情况还是没有出现改观 泰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仍然有农民耕作 仍然因为农村贫穷而处于政治动荡状态中 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真诚坦率地面对发展进程中的农业问题 结果导致本国大部分人过着贫穷的生活 并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重重障碍 如果政府为家庭农业提供了适当的支持 就会实现更大的农业产出 而实际上这种情景并没有实现 农村人口本来可以为制造企业的产品提供巨大的市场 本来可以虽生出大量工业企业家 结果却拖累了国家的发展 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发展政策的失误 没有任何好政策会永远有效 与东南亚不同的是 东北亚在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之后 雇农这个阶层就不复存在了 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 以及1978年之后的中国大陆 在制度支持下的土地改革都释放出了巨大能量 推动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创造出了广阔的农村市场 极大的提高了社会流动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国家对农业发展的管理是尽善尽美的 即便最好的政策也只能解决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问题 如果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 而原来的好政策却保持一成不变 那么好政策最终也会变成坏政策 在农业发展方面 最初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利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 一切劳动力实现效益和产出最大化 精通细缩的家庭农业模式就能应对好这个挑战 但随着工业开始快速发展 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政府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再调整 更加注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 这就需要逐渐扩大农场规模 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 让同样面积的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如果多余的农业劳动力都能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找到工作 如果为农户提供信贷与营销支持的机构仍然维持运作 就不会再次出现土地租电的现象 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 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9世纪晚期的大概50公顷 提高到了今天的将近200公顷 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同步增长 美国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 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 并愿意接受每公顷土地产出规模缩小的事实 116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 它的农业也要像工业那样 走上生产专业化的道路 在新西兰 荷兰等国家 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并不算高 因此不能把农业作为经济的支柱 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占据竞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良好的政策 就能让农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 在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之际 让其他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取消农业保护措施 取消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承诺 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 当发达国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之际 就为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 因为这些穷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 因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 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 这有助于破除阻碍穷国发展的因素 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不幸的是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北亚经济体 并没有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做好过度工作 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扩大农场规模 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 并削弱对本国农业的保护 虽然他们曾经在法律层面 放松了对土地出租和销售的限制 但之后又为农民提供举世罕见的高额补助 提高了小农耕种的积极性 不利于土地流转和农场规模的扩大 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在于东北亚地区的家庭农场 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福利体系的职能 农民有了一小块土地 就可以减轻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 政府之所以后来为农民提供补贴 是因为政府财力增强了 具备了补贴农业的能力 而且农业曾经补育了工业发展 为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 政府希望通过在农业部门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 表明政府对农民的重视 而中国是个例外 中国这个东亚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没有给农业和农民提供过补贴 并竭力让农场维持小规模运作 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却一度高达三倍 这种收入不平等性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看来 都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种 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 为了维持城乡收入平等 而大力补贴农业的做法 无异于一种极端的社会福利政策 日本的工业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初 就开始进入了繁荣期 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扩大 为了扭转这个趋势 日本政府立即重新采用了二战期间建立的农产品收购制度 以高于市场下的价格收购农民的部分农产品 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相似的是 日本价格补贴的核心也是水稻 政府为水稻支付的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翻了一番 到20世纪70年代又翻了一番 由于日本政府给农民提供的补贴越来越多 而且有效地禁止了农产品进口 再加上农民享有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机遇 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17结果 日本家庭农场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大 耕种农场的农民越来越少 而且通常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利用小型农业机械从事农业活动 自1990年以来 东北亚地区的农民的平均年龄通常都在50岁以上 一般的情况都是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那一辈农民 一直守着那款土地从事农业活动 而他们的子女则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去了 我们可以从一本非常罕见的农民日记中感悟到农民 从贫困到富足再到国家交宠的过渡 写这本日记的农民名叫西山光一 来自日本的新系县 居住地点接近于前文提到的伊藤家族的居住地 他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穷不堪 债台高筑的电农家庭 在经济萧条期间 为了摆脱贫穷 他一次又一次地借钱从事副业 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二战结束以后 他成了当地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农民代表 根据他的日记所述 土地在分配之后 获得解放的农民相互合作 改良稻田与灌溉设施 在湿地修建了排水设施 并建立了一个水稻研究小组 最后效益和产出都迅速增加 他也成了因土地改革而成功的典型代表 后来到20世纪60年代 政府支付给农民的补贴开始增加 后来最初分得的农田需要重新规划 以便修建商业性的房产 村民们便把他们的公共土地 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政客 结果发了一大笔意外之财 自此之后 西山光一的日记 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耕种土地的问题了 而是开始关注商业规划的前景 由于拥有足够的资金 他购买了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 随着土地价值不断飙升 他便选择了退休 让大儿子去打理农田 但他的大儿子对种地根本不感兴趣 开始炒股了 到1987年 赔了三亿日元 按照今天的汇率换算 约合200万美元118 最后不得不把大幅升值的土地 拿去做抵押 以借债度日 就这样 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这个家族 从贫穷的雇农 变成了节俭而富足的自耕农 最后又在股市上 赔得一干二净 119 韩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也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 并且开始对国内农业 采取保护措施 政府已高出市场价的价格 收购农产品 而且收购量越来越大 然后将其低价出售 给城市地区的消费者 出售价只有收购价的50% 在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利用 对化肥的垄断地位 收取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 以此来盘剥农民 到后来 韩国政府改变了 在农业问题上的态度 逐步降低了化肥价格 并利用在化肥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进一步补贴农民 农民受到鼓励之后 就不遗余力地种植水稻 结果稻米产出规模 远远超过了韩国人民的消费需求 导致政府收购的稻米堆积成山 韩国政府实行了农业保护政策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 在受到进口限制的547种产品中 农产品就多达数十种 可以说 这一农业保护政策 几乎汇集每一种农作物 120 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的农民相比 台湾地区的农民 是最成功的 受到的保护也是最少的 在台湾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农产品出口总值 在台湾出口总值中 所占的比重非常高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比重几乎达到了60% 而到1975年 这个比重则迅速降到了20%以下 这个时候 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工业化 都开始起步 在工业化之前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基本持平 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 前者逐渐降低到了 比后者低四分之一的水平 121 如同韩国政府一样 中国台湾当局从20世纪70年代 也不再利用自己对化肥的垄断地位 去压榨农民了 而是开始降低化肥价格 以这种形式来减轻农民负担 实质上相当于给农民提供了一种隐性补贴 同时还着手提高稻米收购价格 种植甘蔗的农民也得到了类似的补贴 不过与日本和韩国相比 中国台湾对农业的补贴显得相对较少 导致台湾农民被迫采取多元化策略 更加注重生产一些 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比如台湾农民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同时 还非常重视肉类加工业 最终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猪肉类产品的出口者 在每一个东北亚经济体 政府都在为农民提供补贴 而这种补贴主要是在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前提下进行的 消费者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农产品价格 并交纳更多的税 从而为政府的补贴政策买单 虽然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削减了农业补贴 但在这两个国家 政府发放的农业补贴 在农户年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50% 相比之下这个比重在台湾地区是25% 在欧洲地区是20% 而在美国则是10% 12在日本与韩国 政府每年对农业的直接补贴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 但这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总值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甚至还不到1% 换言之 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 如果在初级发展阶段之后继续保护小农经济 就会带来很多相关的成本 比如在日本农产品的平均价格 比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高出60% 稻米价格甚至比世界市场上的稻米价格高出好几倍 对于日本极高的农产品价格 从一件小事中就能体现出来 我从东京到新系的途中 分别在东京和致富的便利店买了苹果 在东京买一个苹果花了我4美元 在新系买一个苹果花了我3美元 10个草莓居然需要10美元 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价格而没有买 123日本薪酬最低的临时工 现在一个小时挣的钱只能买几个草莓 从这一点上来看 你肯定能看出来哪里出问题了 一些东北亚国家虽然最初成功地实现了土地再分配 但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农业政策逐渐趋于僵化 为其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以至于逐渐被竞争对手甩在了后面 总体来讲 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陷入僵化状态 就会严重抑制政府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 即便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 并修建好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 这也并不意味着该国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 能自然而然地领先于其他国家 二战之后 一度高速增长的欧洲新兴经济体就发现 知道何时应该加强管制与指导 何时应该放松管制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必须不时时机地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做出调整 所以东北亚那些最初成功实现土地改革的经济体 如果想保持持续增长 必须及时地调整自身的政策 不能一味地保护农业 等待农业度过初级发展阶段之后 就必须适当地削减对农业的补贴 扩大农产规模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然而 很多国家或地区根本没有成功地实行过土地改革 更不用提事实调整政策 客观的评论 虽然东北亚国家近年来的农业政策存在各种问题 但起初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土地改革的确对农业及工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这些积极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家庭农业模式产生了两个其他政策无法产生的非常有力的影响 第一能最充分地利用农业经济体内过剩的劳动力 从而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所说的那样 在早期发展阶段 由于劳动力非常丰富 而储蓄能力非常弱 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模式具有特别好的前景 因为这样可以用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去弥补可投资资源稀缺的劣势 124农业产出的增加又可以转化为农村购买力 为早期工业的发展开创农村市场 土地改革能提升农民对基本的国内制造的消费品的需求 当这种需求在整个经济体内部扩展的时候 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消费冲击 增加的农业产出也有利于国家从国外引进工业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 土地改革产生的第二个积极影响与增加产出 刺激消费不同 但能与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成果 我所说的第二个积极影响就是土地改革 实现了土地这种最基本的非人力资源的公平分配 催生了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人们不仅可以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而且可以真正的相信他们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实际上他们的确会成功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 就是将会出现在下一章的两个关键性历史人物 一个是韩国总统朴正希 另一个是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勇 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 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就是金大中 他也是农民的儿子 他领导了韩国人民的民主斗争和体制变革 在中国台湾 最著名的企业家 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 以及其他很多企业家 也都是农民的儿子 曾经领导过台湾地区民主运动 并于2000年成为台湾地区首位非国民党级领导人的陈水扁 也是农民的儿子 在中国大陆 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领先时代潮流的企业家们 很多也是来自农民家庭 125然而 在东南亚地区的商界和政界 几乎没有出现过像东北亚地区那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 甚至到今天仍然摆脱不了精英世袭的问题 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 东南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公平的土地再分配 因此社会成员也就无法建立机遇均等的社会 从社会流动性而言 东南亚国家更加类似于拉美国家 因为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东北亚地区进步的政治家 以及像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之类的区域外人士 都认识到了土地改革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 土地改革催生了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然而 虽然土地改革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设 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政治精英 却没有对土地改革表现出热情洋溢的支持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美国曾经推动台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 之后 到了1969年 美国在南越地区宣布了一个全面土地改革方案 但这个方案来得太晚了 美国当时已经做好了撤出南越的打算 最终这个改革方案不了了之 美国对南越地区土地改革的干预于1948年 美国对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干预比较类似 都为时过晚 除了这两个案例之外 美国再也没有在亚洲地区推动过土地改革 在东南亚地区 美国倾向于维持现状 但维持现状意味着东南亚一些国家 要继续面临恐怖活动与叛乱活动的冲击 时至今日 美国在实行对外政策 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 这些东南亚国家既是盟友又是负担 这些国家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土地分配 不公和农业效率低下 但这些国家仍然在推托说 土地改革难度太大而惆怅不前 在这方面 巴基斯坦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内政治中 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等人倡导的土地改革被思想狭隘的右派政客们 通缉为变相的社会主义 德怀特 戴维 艾森豪威尔1952年11月当选为总统之后 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 那些支持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的人 面临着更为不利的环境 乔·麦卡锡 周麦卡锡 反对共产主义的阴谋 在1950年之后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艾森豪威尔的当选 也起到了筑其一臂之力的作用 1954年11月 农业部以安全为由拒绝为拉德金斯基 办理正常的工作调动 时任美国农业部长艾斯拉 塔夫特 本森 埃斯拉 Tabenson 给出的解释是拉德金斯基 当时还有三个妹妹在苏联 拉德金斯基 曾经在1939年访问过苏联 在本森的口中 这可能使拉德金斯基 成为苏联的一个潜在胁迫对象 而且刚刚来到美国之际 拉德金斯基还曾经在短时期内 为一家苏联贸易公司 驻美国的办事处担任过翻译 本森虽然承认 他对东北亚地区实行 土地改革的细节了解得非常少 但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们 说他不喜欢土地改革这个想法 126 在种种压力面前 拉德金斯基拒绝辞职 但最终他还是被解雇了 但当时的确有一些思想比较深刻的共和党人 支持拉德金斯基的想法 并为他辩护 比如 共和党议员周以德 Walter Jugg 把拉德金斯基所做的工作描述成为 大概是我们在亚洲采取的 唯一一个成功的对抗共产主义者的举措 127 拉德金斯基后来到南越地区从事 安置难民的工作 后来又先后供置于福特基金会 以及世界银行 他于1975年去世 拙劣的借口 那些没有有效实行 土地改革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主要有两个借口 但都经不住仔细推敲 第一个是东南亚地区 种植的经济作物不适合采用家庭农业模式 不假思索地提出这一借口的 种植园管理者可能没有意识到 中国台湾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这农与交农都非常成功 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这农也很成功 除此之外 还存在其他很多确凿的证据 都能表明家庭农业模式的优越性 可能提出这种借口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可能还忽略了马来西亚在殖民时代的橡胶种植园的生产状况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棕榆油生产国 两国坚持声称只有在种植园里才适合种植棕榆树 但大规模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却不停地抱怨说 劳动力成本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并且指出 如果政府提供了棕榆加工营销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那么棕榆树可能更加适合在家庭农场种植 棕榆油的产量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非常敏感 投入越多产量越高 棕榆树上的棕榔成熟时间分布不均匀 每十天就要采摘一次 以防止腐烂病和害虫侵袭 工程师们从来没有成功地用机械替代人力 采摘棕榔这个工作只能由人力去做 所以就产量而言 种植园不可能比家庭农场更具有天然优势 在过去二十年间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种植园的产量几乎没有提高 马来西亚的种植园现在要想实现盈利 甚至不得不从国外寻找廉价劳动力 这与印度那种合同制的橡胶园工人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殖民地时期 这类工人的报酬非常低 对确保印度橡胶园的盈利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百二十八 只要多投入一些人力资源 几乎任何一种作物都能从中受益 也就是说产量与劳动投入成正比 很多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 农场的产量与农场规模成反比 原因就在于此 一百二十九 但长期以来 很多种植园经营者都声称 他们种植的作物是例外情况 大多数人都不懂怎么种植 所以不适合采用家庭农业模式 而真实情况是家庭农场也适合种植经济作物 这种例外论虽然经常被人提起 但往往站不住脚 东南亚地区的规模经济在更大程度上 体现在农业加工和营销环节 因此 这就决定了小农经济模式 不仅适用于东北亚地区 同样适用于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国家的第二个借口是政治借口 即东北亚成功的土地改革 使特定历史环境 以及美国干预造就的结果 具有不可复制性 从表面来看 这种观点似乎比较可信 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 的确是在日本二战 战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而且地主阶层 与日本这个战败国存在密切关系 在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 地主都曾经与日本人勾结过 美国在不同程度上 强迫东北亚国家开展土地改革 并且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金融和技术援助 但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 他们内部的一些政治家 对制定和落实土地改革法 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拉德金斯基曾经写到 日本社会党籍的农业部长和田伯雄 Hiru Wada 是确保日本土地改革成功的最主要的人物 130在韩国 左星的农业部长赵峰安 Chopeng M 在1948年11月 组织草拟了韩国第一部土地改革法案 并与反对土地改革的李承晚总统 发生了严重分歧 结果被指责为朝鲜的间谍 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31关于美国援助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一个 事实是美国也给菲律宾 泰国以及苏加诺倒台后的印度尼西亚 提供了大量金融援助 但这些国家的政府 几乎没有把援助用于促进农业发展方面 一些国家为无力推行土地改革 而提出的政治借口是狡猾的 用心不良的 至少表明这些国家无法控制 他们自己的发展命运 然而 虽然土地改革存在难度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改革失败的案例多于成功的案例 但的确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比如 明治时代的日本 在没有任何外来政治指导 与外来资助的情况下 就成功实施了第一次土地改革 再比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印度的喀拉拉帮和西蒙加拉帮的政府 在其他帮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 却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 所以 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需要在富裕国家的指导下 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因为土地政策完全属于内部事务 所以 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有能力描绘自己的发展之路 对于贫穷国家的政府而言 土地政策是评价政府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土地政策可以衡量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多数人口 即农民保持了密切联系 也可以衡量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打破原有的社会体制来实现积极的发展结果 简而言之 土地政策能告诉你领导人是否了解和关心本国人民 在这些方面 东北亚领导人的得分远远高于东南亚的领导人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比较富裕 对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言 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真正辩解就是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影响太大 以至于东南亚的政治家们难以看清楚他们究竟需要哪种类型的政策 殖民主义的确对东南亚造成了很多伤害 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就不能做出良好的发展抉择 问题的核心在于 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们都是由殖民统治者指派的 以至于他们没能力清楚地思考国家的经济发展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中 人们对日本殖民者产生了深刻的痛恨 再加上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 所以 这两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更加清楚地思考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东南亚国家中也有两位痛恨殖民者的领导人 一位是印度尼西亚放荡不羁的苏加诺总统 另一位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 穆罕默德 马哈蒂尔对经济史了解甚少 无法为本国做出明智的政策选择 在下一部分 我们将要展开对制造业的论述 但不能忘记 农业对经济快速变革的深刻意义 在一个贫穷国家中 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因此 不能低估了农业的重要意义 五 该庄园原为许桓哥家族所有 后来该家族重要成员柯利 阿基诺嫁给阿基诺家族的成员贝尼格诺 阿基诺 虽为两个家族共有 如今 这一庄园如今的所有者 包括菲律宾 卸任总统阿基诺三世 及其舅舅姨妈等亲戚 一直被视为阿基诺家族经济权利的象征 一者注 六 Esperanz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望 故此庄园名亦可亦作希望庄园 一者注 七 轮转信贷协会 Rotating Credit Facility 是协会内部成员的一种共同储蓄活动 也是成员之间的一种轮番提供信贷的活动 这是一种成员之间的资金互助和民间借贷 同时涉及了储蓄服务和信贷服务 一者注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如果一定要我概括经济史对经济学的贡献 我会说 他告诫我们根本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经济规律或规则 齋斯保罗 贝罗赫 托贝拉克 所著的 经济史的神话与悖论一 在贫穷国家 农业政策之所以非常重要 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农民 而小农经济模式可以大幅增加农业产出 促进农村消费 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快速发展 然而 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农业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 土地改革与其他农业改良措施 虽然能带来一定的红利 但经过十年左右 这些红利就会逐步弱化 因此处在崛起过程中的经济体 必须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一般是围绕着制造业展开的 今天 虽然服务业在富裕国家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 要想迅速实现经济变革 却不得不依靠制造业 制造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制造业是以使用机械为基础的 因此可以缓解贫穷国家在发展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 即劳动者缺乏生产技能 在制造业中 少数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能够以机械为媒介 起初这些机械需要依赖进口 雇用大量部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 集中力量发展机械化生产 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特别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最基本的培训之后 工人可以在完成制造任务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价值 之后 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能学到更多技能 而服务业的很多活动则不是这样 因为在服务业 要想提高服务效率 必须在服务者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之前 先对其进行长时间的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 比如 一个人在具备软件编写能力之前 必须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 才能学会如何编写软件代码 在制造业中 机械的使用会 放大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 而在服务业中 这种放大效应则不是那么显著 比如 在制造业中 一个人在一家工厂里负责管理一条自动化生产线 他只需付出很少的劳动 就能通过机械产生很大的价值 而在服务业中 往往会出现 一位服务者只能为一位客户服务的情况 比如 一位接线员每次只能接听一个客户的来电 不可能同时接听两位客户的来电 这就导致其服务产生的价值非常有限 简而言之 由于服务业更加依赖于劳动者 更加依赖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 所以 服务业效率的提升速度 往往会滞后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速度 二 制造业之所以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 和服务业相比 制造业的另一个重要优势 是在世界市场上 商品贸易的自由度高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度 大多数商品可以装进集装箱 运输到任何一个愿意付费购买的人手中 而服务贸易则面临着更多现实障碍和政治障碍 就现实障碍而言 除了少数服务 比如呼叫中心的服务或软件的服务 可以借助电话和网络实现远程销售之外 大多数服务的销售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比如如果你的自行车坏了 你不可能把它送到印度去修理 再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心脏病复发了 你也不可能将其空运到其他国家去接受手术 就政治障碍而言 服务贸易面临着更大的限制因素 真正自由的服务贸易要求劳动力 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这样服务业从业者可以在存在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 但即便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 也不愿意看到人员自由迁徙 在是否应该让人员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自由流动的问题上 鼓吹自由市场的人也持否定态度 他们并非真正完全的笃信自由贸易 不仅鼓吹自由市场的人持否定态度 赋予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 在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 服务贸易的开放速度 之所以远远之后于商品贸易的开放速度 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对任何国家而言 如果把服务业作为发展政策的根基 就会面临更高的出口壁垒 而如果采取传统的 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政策 那么该国面临的出口壁垒就会低一些 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 服务业的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 所占的比重只有20%左右 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三 制造业更适合进行贸易 而贸易对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贸易 贫穷国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 学习生产技能 获取新的技术 那些在国际贸易中 参与度十分有限的 自己自足的国家 比如前苏联 1978年之前的中国以及1991年之前的印度 技术进步之路 无意不是缓慢而痛苦的 实际上 这种情况甚至严重到了 让本国人民对经济进步的前景 丧失信心的地步 对于想要进入发展 快车道的国家而言 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就是发展制造业 开拓全球市场 当然 国内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本地的企业 对本地的客户 具有一种本能的了解 但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 能够迫使企业 对自己的产品不断做出调整 来满足国际市场的不同需求 并极大的提高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 此外 了解到外国客户喜欢的商品类型 也可以为日后发展服务贸易 垫顶基础 富裕国家的人 很难意识到制造业 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因为在美国等国家中 服务业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则少得多 但从业人数少 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重要 事实上 由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有了大幅提高 富裕国家 可以在制造业规模相对缩小的情况下 生产出比以往更多的商品 在制造业相对落后的国家 比如英国 目前制造业产出的实际价值是 二战结束之际的2.5倍 而这种大大增加的产出 所需要的劳动力 在英国劳动力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 却不到十分之一 而就在1960年 英国制造业的从业人数 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 还高达三分之一 所以 由于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使用较少的劳动力 就可以制造出较多的产品 四 然而 生产率的提高 并不意味着 英国这样的国家 可以轻而易举地 进一步扩大其制造业规模 这是因为很多使用机器完成的任务 只有使用熟练程度低的 廉价的劳动者才最有效率 因为这种任务 是依赖机械完成的 不需要劳动者具有熟练的技能 雇用熟练程度低的劳动者 可以降低经济成本 而富裕国家 却缺少这种类型的劳动力 所以限制了 其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张 但正在崛起的国家 在廉价劳动力方面 就占有更多优势 为制造业的发展 提供了很多机遇 他们的制造业效率 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 但也不需要 具有发达国家的那种高效率 因为贫穷国家的 劳动力优势非常明显 有大量积极主动的 廉价的 刚刚脱离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 切记要实行出口纪律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 制造业与贸易 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 因此 决策者面临的挑战 就是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 进入制造业 而不是进入服务业 尤其是要引导他们 创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大型制造企业 国家培育制造企业的方式 有两种 通过保护和通过补贴 这些干预措施 能够在企业家们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 为其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间 不幸的是 政府在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 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 也会随之而来 经济学家们 把这个风险称为寻租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所谓寻租 指的是 企业家不注重 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 需要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 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与补贴 这是一个切切实实存在的问题 而且已经削弱了很多贫穷国家 为了促进工业发展 而付出的努力 要解决寻租问题 一个方案就是找到某种有效的机制 在允许企业家为了自身谋求盈利的同时 也迫使他们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 换句话讲 必须强制性地统筹国家发展的利益 与企业发展的利益 东亚各大经济体的政府 都曾经试图在某些发展阶段 培育国内企业家 东北亚的政府成功了 而东南亚的政府却遭遇了惨败 其中凸显了一定的政策差异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差异 在于是否实施了我所说的出口纪律 Export Discipline 所谓出口纪律 就是指政府连续性的评价 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 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 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 参与全球竞争 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 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国际贸易可以被视为一个反馈机制 成功的政府 可以通过这个机制了解 他们扶持的制造企业 是否接近于全球标准 了解制造企业 是否已经投入了足够的资金 来实现独立发展 比如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 是否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来实现独立发展 在没有采取出口纪律的国家 发展政策催生出了造假的游戏 当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假象 来迷惑政府 让政府相信 他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 而不根据出口业绩去验证自己的说法 在东南亚 企业家的经历都用在了糊弄政客 骗局补贴上 而不是用到了促进出口上 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就像挖工的心思 要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 或者把血脉给因柳特人一样 他们消耗了国家的发展资本 把骗局的发展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业 结果导致巨大的泡沫 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而日本 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家们 则根据一个企业出口能力的高低 去判断什么政策可行 以及什么政策不可行 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因为出口必须经过海关 所以核查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在日本 企业享受的减税力度 是根据其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的 在韩国 企业必须爱预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 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 取决于其出口业绩 在中国台湾 政府采取了现金补贴 优惠税率等多种措施 来鼓励出口企业 除了实行出口纪律以外 东北亚的政治家们之后 又采取了第二个干预措施 来增强其工业政策带来的红利 即淘汰达不到政府标准的企业 这可能意味着强迫这些不达标的企业 与更加成功的企业合并起来 或者由国家掌控的金融体系取消 对不达标企业的贷款 或者暂扣生产许可证 也可能只是威胁 而实际上并不会暂扣 甚至有可能采取终极的制裁措施 即强迫不达标企业破产倒闭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的工业政策引发了大量讨论 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无异于从企业中间挑选优胜者五 大多数人认为 这种政策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 在东亚地区 一些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做得比较成功的经济体 比如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等 却采取了一套更加注重淘汰劣者的竞争机制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 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不同生产部门的合理化布局与管理 在研究了德国的做法之后 于1927年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淘汰劣质企业的政府机构 即工商业委员会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liberation Council 由韩国政府在惩处业绩不佳的企业时 采取的措施则更为直接 韩国政府强制业绩不佳的企业破产清算 或者与业绩较好的企业合并 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中 有很多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新永县的十大企业中 有很多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不复存在了 即现在 别说外国人 就算韩国本国的人 也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些曾经在二战结束之后风光一时的企业 比如三湖海运公司 Sam Ho 嘉平集团 Gopong 东立集团Donglip 新晋汽车集团深圳 和东明集团Dongmian等 这些企业早就已经倒闭了 还有一些大企业 比如大宇集团Dwu 韩宝钢铁公司 Honbo 汉拿集团 Hela 和三美不锈钢公司 Sammy等 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与政府谈判 并经政府批准之后 宣告破产或被迫接受大规模重组 从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汽车行业 在国家的直接和间接补贴下 韩国先后设立了六个汽车制造企业 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 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被淘汰了 今天 只有一个纯粹属于韩国的汽车制造企业生存了下来 这个汽车制造企业就是现代汽车 奇亚汽车是现代汽车的子公司 然而虽然只剩下现代汽车这一个幸存者 它的增长速度却堪称世界之罪 因此也赢得了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的美誉 在东北亚经济体内 虽然有些企业必须依靠政府慷慨解囊才能不断发展 但也有一些大企业不依靠政府扶持计划就能独立地发展壮大 比如日本的索尼本田以及中国台湾的红旗HTC就属于这类企业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行的优胜劣汰机制 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是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企业 东北亚经济体采取的第三个干预措施 就是政府部门直接出面帮助出口业绩良好的制造企业 除了保护国内市场和提供信贷之外 政府还为企业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重要帮助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多次组织 本经济体的企业同外国企业进行集体谈判 帮助他们购买外国的技术 政府通常会拿本国市场准入权做交换 促使外国企业免费或低价转移其先进技术 政府也会组织公共部门与企业一起开展企业 无力独立开展的研发项目 20世纪50年代 日本通商产业省企业局局长左乔斯 Sahashi Shigeru 把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干预行为 他告诉IBM公司说 必须特许日本企业使用其技术 而且特许权使用费最高 不能超过日本企业使用转让技术实现的净销售额的5% 不然就会阻挠蓝色巨人IBM公司在日本的业务 他还告诉IBM 每年在日本销售的计算机数量 必须接受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 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政府命令的委婉说法 由于IBM公司迫切希望进入日益崛起的日本市场 便答应了这些要求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有关产业和外贸的关键角色权 都集中在一个政府机构手中 这样有利于政府机构 加强对国内制造企业的支持 比如在日本这种角色权集中于通商产业省 在韩国集中于韩国经济企划院 在中国台湾集中于工业开发委员会 而在中国大陆则集中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就过去这么多年里 人们对这些机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查尔斯 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 讲的全是政府机构在日本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而且这本书是在论述东北亚产业发展方面最著名 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然而如果将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情况做一个对比 不难发现政府机构产生的作用 最终取决于其是否引入了出口纪律和竞争机制 这两个基本制度 也就是说是否能强迫企业家为了增加出口而从事生产 然后淘汰业绩不够好的企业 并整合优势企业 只有实行了好的政策 政府机构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各种政策中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必须逼迫最有实力 最有才能的企业家去增加出口 而一般来讲这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 因为如果企业能在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挣到钱 他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全球竞争 其他政策往往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展开的 这个大框架的合理性最先并非由东亚的决策者证明 而是日本人于19世纪在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复制过来的 无言的事实 对于听惯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而言 可能非常习惯自由市场的理念 认为市场就应该为所有参与者创造共赢的结果 而那种保护当地工业强迫企业出口的政策可能听起来更像是犯罪 在富裕国家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要相信财富是竞争的结果 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每一个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社会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实行过保护主义政策 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政策 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 10 早在16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都督王朝就率先通过保护政策与补贴政策促进工业化 从而开了世界先河 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毛纺之夜 羊毛出口以及服装进口都要交税 十一法国在17世纪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 美国独立后 南方种植原主倾向于出口经济作物 进口工业制成品 反对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 联邦政府最终通过战争回击了种植原主的反对 于是从开国元勋 及首任财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的产业保护政策与高关税政策 才得以延续到20世纪初期 事实上 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 把美国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摇篮与堡垒 十二菲特列大帝时期 也就是18世纪的普鲁士 以及统一后的德国都完善 并扩大了欧洲的产业保护政策 其中 德国的保护主义对明治时代的日本 产生了深刻影响 欧洲与北美国家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实行的保护政策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关税机制限制进口 控制贸易权比如 英国议会于1651年通过的英国航海法案 规定只有挂着英国国企的商船 才有权在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港口开展贸易 政府为工业制成品和新加工产品的出口 提供特殊补贴或奖金 通过税收和配额来限制未经加工的原材料的出口 国家出资修建运河铁路等基础设施 为企业增加出口提供支持 国家出面帮助企业获取外国技术 通常是帮助企业获取外国的先进机械 并物色外国技术人员 而这种做法往往有备于他国的法律 国家为企业购买原材料提供补贴 国家建立一套出口产品质量管控体系 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打造本国的品牌与商与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国家把大量援助集中在了少数大企业身上 也就是所谓的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 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实力 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 并参与国际竞争 这些企业包括英国第一家 获得垄断特许权的公司 即东印度公司 也包括德国在19世纪晚期 涌现出的工业卡特尔 总而言之 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赋予国家 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入场券 历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 具有相当大的共识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 则不大可能承认保护主义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前提条件 原因在于保护主义 会涉及一些临时性的利弊权衡 而经济学家们 无法对此做出清楚的解释 在这种权衡中 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看法 即从短期来看 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会 提高商品生产的成本 损害消费者利益 并引发报复行为 最终会降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 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另一方面 从长期来看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 实行保护政策 能为企业学习 具有战略意义的知识 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虽然会给整个经济体 带来一定的成本 但这种成本是暂时的 在保护政策下 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补贴 有利于推动 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 从低附加值 向高附加值方向的转变 当高附加值的经济结构形成之后 经济学家们 可能仍然会以保护政策 带来了一定成本 唯有认为其效率是低下的 但他们似乎忘了 正式贸易保护政策 改变了经济结构 国家工业政策与产业保护政策 能够为企业学习先进技术 创造安全的环境 对于这个作用 很多保护政策的践行者 都将其比喻成培育孩子 比如 美国独立后 负责制定工业政策的 首任财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 在阐述自己赞成 保护政策的理由时 就创造了幼稚工业 Infant Industry 一词 认为一个产业 在处于发展初期时 实力和竞争力薄弱 需要给予适度保护 才能为其不断发展 壮大创造前提 达到保护幼稚工业的目的 到了19世纪 这个术语在德国 得到了广泛应用 明治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家 山浩志 Shooji Koji 也曾经指出 在日本企业成熟之前 政府有必要像父母保护孩子 教师保护学生那样 去保护企业 13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夏准 How Jun Chang 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为企业的学习而付出代价 与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 而进行投资在逻辑上 是相似相通的 在19世纪的欧洲 父母们原本可以把 10岁的孩子 送到工厂里去做工 但如果他们 在经济上能负担得起 就不会这么早 将孩子送进工厂 而是让孩子 在学校里继续读书 直到孩子 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之后 再让他们去工作 发展中国家那些成功的政府也是一样 他们先实行保护政策 宁愿付出一定的代价 也要为企业更好的学习 先进技术创造安全的环境 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未来收益 14.在制造业领域 要想获得更高的收益 一条必游之路 就是学习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 已经消化掉的生产技术 当然 也有少数的例外情况 包括那些人口总量少 流动人口 多的离岸金融中心 以及少数几个专业化程度 特别高的农业经济体 因为这些经济体 没有把发展重心 放在制造业上 而是集中力量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差不多 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制造业 这些经济体 包括丹麦 新西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包括澳大利亚 获取生产能力的途径 与获得一切使用技能的方法 是一样的 往往都是在实践中学习 也就是说 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制造商品 来提高生产能力 十五无论任何类型的学习 失败总是难免的 所以 企业提高生产能力的过程 肯定也充斥着很多失望 企业学习的过程 肯定有不完美之处 但正如我们 不能因为孩子做错了作业 就不让他上学一样 我们不能因为 个别的不完美 而放弃学习过程 而且要学习 制造钢铁 石化产品 塑料 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 就像在学校里学习一样 已经有人赶在你的前面 掌握好了 并为你列出了课程表 你只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 按照课程表的要求去学习 就能掌握好已有的技术 而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 技术专家将这个过程 称为在技术前沿内的学习 发展中国家至少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去学习 修正和借鉴其他国家已经掌握的技术 必实上不乏这种案例 政府和政策的重要意义 就在于帮助企业学习这些制造技术 政府之所以能够推动企业和经济体朝着预期的目标前进 一个重要前提是 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实现过这种目标了 在企业成熟之后 如果政府继续进行太多干预 或者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措施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今天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了低增长 技术进步停滞的问题 就是政府过度干预或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 对于富裕国家而言 如果政府在本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之后 仍然过度干预经济肯定会带来负面效应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就是如何才能首先变得富有 当你贫穷的时候 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比一切都重要 历史经验与经济理论发展思路的碰撞 有些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制定成功的工业政策 就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 这些国家的工业政策 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而是效仿了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例子 更加直接地讲是效仿了德国的例子 德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 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为明治时代的日本 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 从日本开始 一些关于工业政策的思想逐渐传播 给了韩国与中国台湾这两个日本的殖民地 并传播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 比日本晚了大约20年 16但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包括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 前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法西斯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 在制定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 经常参考德国的先例 直到1938年希特勒 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结盟 德国对中国的影响才开始逐步弱化 由于苏联的共产社会主义 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孙中山对私营企业怀有深刻的偏见 这就意味着 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 还是在1949年之后 中国大陆与台湾都特别重视 公有企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因为没有受到 日本工业化的直接影响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或殖民时代结束之后 才能学习到发展制造业的知识 当时国际社会为了帮助新独立的国家 而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构 尤其是世界银行 对于如何实现发展 这些机构提出了一套新的 经过验证的思路 起初这些思路都是根据 已经实现富裕的国家的发展经历 总结出来的 还算合理 然而到后来 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发展建议 则大多是一些比较抽象的经济理论 这些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 原本就是一种错误的信念 即所有经济体 无论其实际发展水平如何 都可以采用相似的发展规则 最后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 越来越忽视历史的教训 接受了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 所谓经济科学的准则 以至于造成了一些不容乐观的发展结果 日本借鉴了德国 美国与英国的经验 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 日本领导人凭借直觉把德国作为自己的榜样 虽然当时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如德国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拉开帷幕的 三年之后 也就是在1871年 普鲁士才完成德国统一 明治时代统治日本的寡头 与推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鲁士人 虽然存在诸多差异性 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他们在政治上持有保守立场 致力于推动本国工业化 并且担心日本的领土安全 普鲁士人试图通过 把其他说德语的人 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 来实现军事安全 梦想着洗刷过去的失败带来的耻辱 并试图夺回被拿破仑割走的领土 实际相似的是 日本的武士阶层发动了军事兵变 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目标就是把各藩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 能够抵御外来侵略的国家 在这两个国家 谋求军事安全的途径 都是发展经济 德国人在19世纪 提出了一套发展理念 而这套理念类似于美国 刚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之际 提出的理念 继美国之后 德国是第二个明确提出 这套发展理念的国家 提出者是历史学派 所谓历史学派 是一群由知识分子 组成的非正式学术派别 这支力量 在19世纪中期的 德国政治经济领域 以及德国各大学的法学系 占据了主导地位 历史学派认为 英国历史表明 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要想培育企业家 必须采用保护主义的工业政策 而且该学派 拒绝接受新兴的 由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等人 提出的自由市场理论 认为这种理论 不适用于德国当时的发展阶段 德国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代表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就认为 发展于英国的自由市场理论 过于理想 是以机会主义为动力的 而机会主义 则是由英国在全球的 技术领先地位催生的 在政治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一书中 李斯特抨击了 这一新兴的经济学派 他写道 任何国家 如果靠了保护关税 与海运限制政策 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 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 因此在自由竞争下 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 能同他相抗 这个时候 待他设想 最聪明的办法 莫过于把他爬上高之时 所用的梯子扔掉 然后向别的国家 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 用那种过来人 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他们 他过去走了许多弯路 犯了许多错误 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 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18 李斯特的发展观念 形成于1825至1832年之间 在这期间 他生活在美国 研究了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1791年 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汉密尔顿在这篇报告中 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即主张国家 需要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制定一个保护性的政策 以培育幼稚工业 从19世纪初期以来 这个报告的很多建议 包括选择性的高关税 都在美国得到了实施 19 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 父亲是苏格兰人 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 英国在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过程中 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 尤其是英国政府 阻止殖民地企业 与本土企业进行竞争的政策 引起了他的深入思考 20 李斯特向来主张自由贸易 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 但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前 必须先实行保护政策 以培育本国的制造能力 他写道 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 在文明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 至英国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 从这一点看起来 保护贸易制度 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 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 21 这是李斯特全面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之后 提出的具有历史智慧的观点 后来东亚国家的发展实践 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再从美国回到德国之际 李斯特已经成为了19世纪 继马克思之后 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非共产主义式的发展路径 李斯特在旅美期间 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日本人后来 又从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的 同仁大理学习发展经验 日本人学习西方时特别认真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都曾经亲自前往欧洲和北美学习发展经验 1871年 日本第一个使团前往欧美考察 其中包括三位在职的部长 这个使团的考察目标是确定第一批试点产业项目 22 虽然这个使团在英国 法国与美国进行了很多考察 但最青睐的国家还是德国 1882年 伊藤博文在德国柏林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 并得到了德国的铁鞋宰相奥托 冯·彼斯麦的会见 后来伊藤博文成为明治时代的第一个内阁首相 在明治时代 日本的第二代领导人中间也有几位曾经在德国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 平田东驻 Hirota Tassock也曾经在1871年跟随日本使团赴欧美考察 后来他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先后担任日本的农商务大臣和内务大臣 平田东驻1871年 前往德国海德铺大学留学 是从格纳伊斯特学习政治学 后来于187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从而成为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人 平田东驻还是最早将李斯特的思想翻译成日文 二十三金井研 Kenei Noboru曾在19世纪80年代赴德国留学 其老师几乎囊括了历史学派所有的关键学者 包括古斯塔夫 冯·施木勒 Gustav-1 Schmoller和阿道夫 瓦格纳 Adolf Wagner 后来他返回日本 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 培养了一代日本高官 该大学一时间成为日本的精英大学和政府官员的摇篮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而且当时该大学还聘请了几位重要的德国学者担任教职 并为日本政府提供咨询 日本一些主要的政治家在日记和其他文件中 反复提到普鲁士的思想和制度适合他们的国家 历史学家肯尼斯·泰尔·坎尼斯·泰尔·坎尼斯·泰尔把日本在明治时代复制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做法称作日本的固定观念 24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指出 固定观念在日语中暗含着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最终都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 这明显体现了历史学派的主张 日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效仿或飘窃德·英等西方国家的技术 普鲁士在18世纪末期开始实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日本则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实施这类政策 起初作为试点 日本政府只是选择在基础产业建立了一些工厂 如同普鲁士的情况一样 日本这些试点工厂大多数都亏损 但政府愿意为企业的学习交学费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 私人投资者对工业还不太了解 不愿意冒着赔钱的风险去投资 普鲁士人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 购买并仿造了英国的机械 还勿赐了一批英国工程师 为普鲁士工作 当时英国的刑事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 日本也如法炮制 进口了一批机械 然后进行改造 还聘请了一些掌握必要技术知识的外国人到日本工作 明治维新 拉开帷幕之后的十年间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多达四百人 后来这个数字攀升到了数千人 1843年 英国彻底废除了限制制造机械出口的法律条文 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与城市行会 也开始取消类似的限制措施 因此促进了先进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 日本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 要远远低于之前 欧洲大陆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 25外国企业为了防止日本人仿造自己的机械 强迫日本人签订国际专利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但日本人即便签了也会无视协议的内容 日本历史学家威廉 洛克伍德 William Lockwood指出 外国制造企业经常抱怨说 这些协议无法有效地阻止日本人仿造外国设计 26在明治时代 日本效仿外国技术的手段 通常是对外国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 改造过程的成本和技术含量都很低 外国人讥讽说 日本的仿造品是廉价而低劣的 二战结束以后 处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 也是一再出现这种情况 事实上 这些仿造品的主要消费者 通常是手头拮据的农村人口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 日本的农村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有时 日本人会对外国产品进行一些巧妙的改进 仿造品甚至比原来的产品还好用 比如 日本丰田自动织布机工厂 在英国织布机的基础上 做出了一些改进 仿造的丰田牌 自动织布机 甚至回销到了英国这个现代纺织业的发源地 27如同德国一样 日本也阻止外国人在日本直接投资 以保护本国企业 19世纪80年代 日本政府把大多数试点工厂低价卖给了私营企业家 这些工厂所在的业务领域涉及采矿 棉纺织 羊毛线生产 骚丝 造船 平板玻璃与水泥 之后 很多工厂的盈利能力都大为提升 281889年 日本在德意志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并实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规定了大政奉还的政策 及把国家的实际管理全交还给职业性的政府机构 29这些官僚后来扶持了一批企业家 其手段不仅仅包括将试点工厂卖给私营企业家 还允许企业家们垄断市场 并未从事采矿 造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提供最低利润保障 比如 日本向修建铁路的公司保证利润率不低于7% 1870年 严吉米太郎创立三菱集团时 日本免费为其提供了政府船只以及大量的补贴 直到其实力大到足以打破西方对日本船域业的压制为止 日本的出口商品 起初只是生思以及小企业生产的简单的工业品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出口额迅速增加 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 出口额增长了八倍 日本的规模经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德国进入了现代化的最后阶段 在此之前 德国工业几乎没有产生真正的创新 这种情况在日本更加明显 普鲁士王国以及统一后的德意志进步的关键 就是扩大投资规模 方式通常是合并企业 同时改进原有的技术 德国在工业起步与发展阶段使用的工业技术 主要是英国 法国开发出来的 这类技术包括用来生产无鳞生铁的碱性钻炉链钢技术 实现本岸燃料商业化生产的技术 以及发电和输电技术 随着德国日益重视发展 规模经济 其工业产出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而且工业产出的单位成本远远低于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强国 因为英国在早期工业化阶段修建了大批小工厂 但不注重淘汰 改进这些老旧的工厂和技术 对其经济运行构成了负担 德国的规模经济非常成功 以至于钢铁厂不仅能够承担并消化进口一般铁矿石的运输成本 当时铁矿石的单位运价比现在的运价还要高 而且其生产效率仍然位于欧洲之最 这是德国有针对性的发展工业的结果 德国当时每年拿出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投资 这么大的投资比例之前从没有出现过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 生思一直都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创会产品 直到19世纪80年代 日本才愿意效仿德国建立大型工厂 发展规模经济 如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 日本最初也是从发展纺织业开始着手的 因为纺织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 而且市场空间广阔 1882年 明治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色泽容衣 Shibus Y-A-E-T重用一位曾经被派往英国曼车斯特 学习棉纺织技术的技术人员 并说服多名投资人士共同出资 创办了大版纺织会社 大量引进英国纺织机 成为日本第一家大规模棉纺织工厂 杀定总数达到15百枚 而之前最大的纺织厂也不过2000枚而已 投资规模之大 堪称日本棉纺织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投产一年之后 这个工厂就给股东分发了18%的巨额红利 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规模经济日益壮大 该国便开始削减对进口棉线和棉布的依赖性 19世纪70年代晚期 进口棉线与棉布占据日本总进口额的三分之一 31 色泽容一紧接着又说服政府取消对原棉的进口关税 推动日本采用德国的生产技术去加工进口的原材料 他发现对于大规模棉纺织工厂而言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一方面享受着受保护的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可以不用缴纳关税的情况下 从世界市场上进口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原材料 政府为了发展工业而取消了对多种农产品的进口关税 结果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冲击 到1914年 各类纺织品占据日本出口总额的60% 日本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也随之结束了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扰乱了欧洲各国的工业生产 日本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雇之际 抢占了东亚地区各殖民地的市场 大力销售各类基本商品 包括纺织品 自行车 贯装食品等 日本的出口贸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 日本仿照欧洲的方式 分别在1895年和1910年 接管了中国台湾与朝鲜 作为自己的殖民地 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日本需要实施更多的出口纪律 虽然日本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其发展模式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德国曾经遇到过的 即日本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 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出口 把出口留给较小的企业去做 所谓的财阀家族 经营的企业集团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逐渐主导了日本经济 但他们集中在采矿 船运 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 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上游制造业务 因为这些基础领域的企业 可以控制产业链上游 向其他经济领域的企业索要高价 而不必劳心费力地 到出口市场上参与竞争 财阀的势力越来越大 到1928年 三井 三陵 柱友 安田 这四大财阀的实收资本 8 总额占据日本全部企业 实收资本总额的15% 32 然而 他们经常通过压榨下游的生产企业 来获取利润 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 这些下游企业 可以依靠微薄的利润继续经营 但其现金流肯定不足以支撑其从事更复杂的商业行为 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 这些下游企业就会破产 1920年 日本陷入经济衰退 数以千计的企业开始破产 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 政府在形势的逼迫下 终于意识到 有必要再次调整其工业化政策 即利用补贴制度 强迫大企业增加出口 将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结合起来 日本是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发现这一点的 这个发现过程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19世纪晚期 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当时 德国之所以发现 有必要促使本国企业增加出口 也是因为受到了经济衰退的逼迫 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 欧洲遭遇了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如同日本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的衰退中 遭遇了冲击一样 德国经济在当时那场衰退中 也遭遇了严重冲击 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数千个小企业破产倒闭 很多企业为了生存而纷纷联合起来 组建卡特尔 实行生产配额制度 缩小企业的生产规模 防止出现肆意削价和恶性价格竞争现象 结果很多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幸存了下来 但很多大企业为了获得卡特尔董事会 分配给小企业的生产配额而兼并了小企业 从长远来看 卡特尔的建立以及兼并浪潮 只会更有利于那些最大的上游企业 盘剥下游的小企业和消费者 这种局面到1903年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 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政府便开始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400个大集团和12000个工厂 调查者严厉批评原材料生产企业 剥削国内企业 政府意识到需要把过剩的产出 销售到海外市场 以充分利用本国产能 为德国人创造就业机遇 卡特尔建议的解决方案 是政府采取出口补贴机制 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到 价格较低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 实际上 出口补贴在降低国外的销售价格的同时 也提高了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 以及销售价格 按照经济史专家克莱夫 特利比尔科克 Clifetree Bill Cup的说法 德国建立的由卡特尔管理的 出口补贴机制 催生了德国出口贸易的繁荣 进而催生了德国经济 在20世纪前10年的繁荣 33 1904年 德国钢铁厂联合会 设立了第一个这种 具有出口贸易管理职能的卡特尔 34出口补贴 主要提供给那些 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 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 在出口卡特尔中 那些实力较弱的成员企业 被迫淘汰落后技术 因为国际市场 不像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那样 能够容忍低质量的生产 这就体现了出口纪律的作用 德国出口企业的规模 不断扩大 实力不断增强 甚至能够独立出资 资助完整的技术创新 这些出口企业 热衷于进行大规模科技研发 不断开辟出全新产业 并在这些新产业中 占据垄断地位 这类新产业 包括电气工程产业 化学产业 与石油化工产业等 35 在1925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 日本也对其原有的工业政策 进行了调整 把实施出口纪律 促进大型制造企业发展 出口贸易摆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36这一调整过程始于1925年 跨越了四个时期 即大萧条时期 法西斯主义 日渐兴起 时期 二战时期 以及战后初期 一开始 日本政府设立了工商省 赋予其监督重要出口商品的定价 与质量的法定权利 37 在1927年那场 具有毁灭性的银行业危机之后 日本又设立了工商业委员会 负责对面临破产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产业合理化运动 产业合理化这个术语本身 就意味着国家有必要淘汰掉那些 在政府保护下 仍然无法发展壮大的弱势企业 因为淘汰这些企业 是实现产业合理化的必由之路 38万1930年 日本工商省高级官员岸信介 T.C. Nobusok 在德国花了7个月的时间 去考察卡特尔的运作 并于1931年返回日本 发布了自己的考察报告 之后 日本通过了一部新法律 规定无论任何行业 只要该行业三分之二的企业同意 就可以设立一个卡特尔 还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制定卡特尔协议 39节至20世纪 30年代中期 从钢铁业到丝织业 日本26个工业领域 都建立了卡特尔 然而 如同德国在实行出口补贴之前的情况一样 这些卡特尔的设立 往往加强了那些 处在上游产业的大财阀的实力 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 则继续承受着这些财阀的压迫 20世纪30年代 国民经济军事化过程 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 但即便如此 这些下游企业遭受压迫的局面 仍然没有改变 四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工商省的工作重心 仍然是保护这些下游企业 使其免受财阀的剥削 而不是通过实施全面的出口纪律 来调整产业结构 日本工业政策的最后调整 则是二战之后 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 迈克阿瑟的主导下完成的 由于之前日本财阀家族之前 与日本军方关系过于密切 为军方发动战争提供了巨额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美国人占领日本后 便对日本财阀家族 实行了强制解散政策 剥夺了财阀家族的大部分企业产权 禁止他们拥有企业 并加强日本工商省的权利 1949年 日本在工商省的基础上设立通产省 对日本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 具有极为强大的控制权 这也使其能够以空前的力度 去落实出口纪律 并淘汰落后企业 41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最初的想法 只是把通产省作为一个临时机构 但日本1952年 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了出来之后 吉田茂 Yashida Shigeru 组建的内阁过于软弱 在1954年解散之后 通产省开始了常态化运作 通产省实行了 以严格的出口纪律为核心的工业政策 二战后 日本的大企业不对财阀负责 而是对通产省的官员负责 通产省集中精力推动企业发展出口贸易 而且作为鼓励 把企业出口收益的80%纳入免税范围 1964年 官贸总协定迫使日本取消了出口收益免税政策 通产省继而采取了依据企业出口业绩决定 折旧预备的制度 即日本企业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销售额作为预备金 以弥补固定设备的折旧 因为预备金享受免税 所以这种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为企业变相减税 20世纪50年代 通产省的官员对世界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调研 为日本打造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奠定了基础 他们徐须渐进地进行了多个产业的布局 包括钢铁业、船运业、化肥业、合成纤维纺织业、塑料业、石油化工业、汽车制造业以及电子工业 通产省企业局允许并鼓励企业获取外国先进技术 结果从1950年到1963年 日本与外国签订了2487份技术引进合同 日本对1927年设立的工商业委员会进行改组升级 形成了日本工业结构委员会 下辖45个次级委员会 承担着各大行业的监管职责 并与各大企业签订出口协定 设定出口业绩标准 质量控制标准 生产效率标准 产能变动标准 以及并购准则 强迫企业达到这些要求 42拒绝与通产省合作的企业 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外汇 也就无法购买原材料和设备 而那些得到通产省青睐的企业 不仅享有政府补贴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 还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 投资经费和免费土地 43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 都不喜欢被人指挥来指挥去 但他们除了合作之外 别无选择 日本对国内企业采取的这些保护措施表明 日本也采取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早在19世纪 英国 独立后的美国 德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也都曾经落实过这一经济理论 当然 二战以后 联邦德国 法国与意大利 也曾经对国家工业政策 进行过一些引人瞩目 行之有效的改进 但在这方面 真正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 还要属日本 因为日本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 能拿出前所未有的 破例践行幼稚工业 保护理论 着实非常难得 从1952年开始 日本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产出规模 迅速提高 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就分别提高了10多倍 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经济增速 长期接近两位数的国家 44很多人认为 这个国家发现了一种新的 无可匹敌的经济管理模式 1979年 日本第一 Japan as Number One 这本书一经出版 便在美 日两国迅速畅销了起来 足以表明日本的发展 引起了多么大的关注 实际上 日本只是重新发掘了古老的思想 并继承了德国 对这种思想做出的改进 此外 虽然日本也对这种发展思想 做出了重大改进 但与韩国和中国台湾比较起来 日本又相形建筑了 因为日本在19世纪 开始实行工业化政策时 它已经是一个较为强大的 稳定的国家 之后不久就成了一个殖民国家 而它的这两个殖民地 则比较小 长期受到压制 尤其是韩国 在20世纪50年代 着手推进工业化进程时 则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 朴正熙 历史学家与将军 韩国制定了 行之有效的工业政策 但其制定方式则较为简单 韩国现代化建设事业 是在朴正熙将军的主导下启动的 朴正熙是在1961年 5月16日的军事政变中掌权的 他曾在关东军中担任过中尉 关东军是日本驻扎在为 满洲国的一支精锐部队 正是在此期间 他目睹了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 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 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 日本与欧美殖民者之间的 一个差异在于 欧美殖民者不会在殖民地 兴建大中型工业企业 即便最基本的工业品 也是由本国供给的 但日本却在殖民地 大力发展制造业 兴建了大批工厂 结果为殖民地独立后 开展工业化建设 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先例 45 所以 朴正熙将军能够借鉴 日本人的管理模式 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不过 他还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 读了很多关于 前苏联发展历程的书籍 而且密切关注着 德国在二战结束后 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他还非常熟悉 中国孙中山 土耳其凯默尔 以及埃及纳塞尔的故事 也非常了解这些伟人 为了培育大规模现代工业 而付出的努力 掌权九个月后 这位农民出身的朴将军 就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本书 《我们国家的道路》 社会复兴的思想 为韩国经济发展 描绘了一幅路线图 他认为国家要对强大的经济力量 实行协调 监管和指导 46次年 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 即他的自传《国家》 《革命与我》 在这本书中 有几章讲到了莱茵河的奇迹 和多种形式的革命 他从经济与发展的视角 探讨了历史进程中 出现的不同的革命类型 他总是把自己发动的军事政变 称为革命 在这两本书中 在谈到流经首都首尔的汉江时 他向国民承诺 要创造汉江的奇迹 20世纪40年代 朴正熙曾经参加过 韩国军队系统中的 共产主义组织 所以他掌权后 美国人有点紧张 担心他仍然是一个 潜藏着的共产主义分子 但他强调说 韩国将会像日本那样 采取国家负责制定 经济发展规划 私营部门 充当投资主体的工业政策 他写道 一定不能让经济规划 或长远发展计划 扼杀私营企业的 创造性和主动性 他还写道 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 发挥自由竞争机制的优点 而避免垄断体系 可能产生的危害 他还回顾了日本的历史 指出 日本在明治时代的 政治寡头 竭力拉拢私营企业家 并表示 韩国也要采取类似的政策 他写道 百万富翁 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 和经济舞台的中央 以此鼓励国家资本主义 明治时代的案例 将对于我们自己的革命 产生很大的帮助 37 朴正熙了解历史 他的著作表明 他还对韩国基本的 经济状况和资源 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他是一位 见多识广的农民 但如同20世纪 30年代的 日本政治寡头一样 朴正熙起初 也没有领悟到 出口补贴的作用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出口带来的力量 因为当他迫切需要外汇的时候 他的政权就参照日本模式 在韩国纺织业建立了一个卡特尔 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 税收减免 原材料进口关税 减免等优惠措施 48 结果纺织业的出口额节节攀升 宝贵的外汇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韩国 1962年 韩国商品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五六百万美元 三年之后增加到了1.7亿美元 49朴正熙非常兴奋 宣布从1964年开始 每年的11月30日为韩国的国家出口日 他需要用硬通货来进口大规模工业投资所需的设备 学者爱丽丝 阿姆斯登指出 从那以后 朴正熙政权日益把出口 作为对企业的强制要求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五十世纪上 韩国成了世界上对出口依赖度最高的国家 几乎任何一个发展出口贸易的企业 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信贷补贴 在贷款利率上 出口企业是其他企业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高通胀的20世纪70年代 出口企业每年支付的真实的 经通胀调整的贷款利率为 10%到20%之间 只要这些企业根据通胀水平 上调商品销售价格 则相当于他们 非但不必支付贷款利息 反而会获得补贴 五十一 韩国商品出口额 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20倍左右 到1970年增加到了8.36亿美元 朴正熙给出口业绩出众的企业家 颁发了大量的生产许可证 提供了非常高的信贷额度 为他们发展工业 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 现代 大宇 三星等韩国财阀的企业集团 就是在这种扶持下成长起来的 很多人把这类最大的财阀 比作日本在战前的财阀 但虽然原来的那些老财阀们 处心积虑地逃避出口义务 朴正熙扶持的那些财阀 却不得不在出口贸易中 发挥表率作用 因此韩国就避免了大企业 不愿做出口贸易的问题 日本 德国曾经受到这个问题的长期困扰 这些都要归功于韩国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 直接采取了一套更加有效的 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当然 这不全是朴正熙一个人的功劳 他得到了很多韩国人的大力支持 这些人都对日本在二战之前的工业化进程 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经济企划院前领导人 张基勇 Chan Keong 率领的一个工作小组 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曾经供置于日本开设的殖民地银行 朝鲜银行 五十二嫖正熙给予经济企划院很大的权利 使其成为了像日本的通差省那样 能够决定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机构 而且经济企划院是由副总理直接负责领导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经济企划院拟定了一份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计划 韩国政府为那些愿意建立工厂 发展出口贸易的企业家提供了低息贷款 标价土地等丰厚的补贴 获得资金 土地等补贴的财团 对重化工业各部门进行投资 借助规模经济实现了财团的发展 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韩国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迅速升级 韩国重点投资的重化工部门 包括石油化工业 机械制造业 钢铁业 造船业 电子产业和非铁金属制造业等 大多数职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韩国经济企划院这个投资计划太疯狂了 要知道 即便日本这个曾经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国家 也是在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工业积累之后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投资 而韩国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 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 着实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1974年 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韩国的报告中明确表示 对于韩国诸多既定的重工业发展目标 是否能成为现实 世界银行保留意见 并建议韩国把纺织业这个资金壁垒 技术壁垒较低的产业 作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口 5320世纪八十年代初 这一警告似乎很有先见之明 因为当时韩国产能过剩状况极为严重 但即便在经济形势最糟糕的时期 朴正熙扶持的那些企业 仍然没有放弃开拓出口市场的努力 虽然进展缓慢 但一直在坚持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正值欧美市场繁荣之际 韩国企业大举开拓欧美市场 先后在钢铁业 造船业 半导体业和汽车制造业 崛起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经济力量 到1987年 世界银行改变了之前的偏见 认为韩国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普香制铁 Pohong Iron and Steel 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钢铁厂 54之前 世界银行曾经拒绝为该厂提供融资 从1984年开始 在朴正熙要求下建立的那些重化工企业的出口额 在韩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0% 而在1973年时 这个比重还不到25% 在发展历程中 韩国官员一直坚持阅读国际学者 关于经济发展的著述 但他们读的不是美国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著作 也不是亚当 斯密那些倡导建立自由市场的著作 而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里斯特的著作 长期研究韩国 中国台湾事务的学者罗伯特 韦德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 在韩国汉城从事教学工作 在此期间 他发现当地大学书店的书架上 总是摆满了里斯特的书籍 后来 当他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 却发现图书馆里 关于里斯特的书籍寥寥无几 而且里斯特的一本主要著作的 最近借月年份 居然是1966年 此后再也无人问津 55这就说明 不同的发展阶段 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 韩国人在移用里斯特 关于发展体系的思想时 根据本国的国情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一些最基本的国情 就是韩国的人口规模 比德国、日本都要小 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 国内生产总值 与威地马拉处于同一水平 56后来 由于爆发了两场空前严重的能源危机 国际经济环境大为恶化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韩国的发展步伐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 朴正熙都坚定不移地 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进程 每当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敦促他取消国家领导下的工业政策时 他都口头上答应 但实际上并不会照做 或者偶尔也会采取一些象征性的举措 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57朴正熙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 他的信念则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公有制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工业化之路 不同于日、韩两国 原因在于工有制在这些经济体中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949年后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 实行了社会主义工有制改革 一切都被国有化了 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 也非常重视工有制 工有制之所以能在两地同时 发挥巨大作用 共同的原因在于从1911年到1949年 中华民国给中国大陆与台湾 留下了共同的遗产 孙中山对私有制怀有持久的反感 苏联在1927年 之前一直对中华民国政府产生着重要影响 1927年 蒋介石与苏共及中共决裂 在20世纪30年代 中国又受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 这一切都意味着 在1949年之前 中国肯定会把工有制奉为归面 58 1949年之前 中华民国政府主要通过一个负责产业规划的政府机构提高国有化程度 这个机构的规模之大 运作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包括中国人也无法想象 但现在这个机构已经被人遗忘了 经过一些小规模的前期试验 从1935年开始 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开始指导国家工业政策 在国民党的领导下 资源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 演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规划机构 负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民用工业及国防工业的规划与发展 1936年 这个委员会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交易协定 用中国的矿产去换德国的工业技术 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希特勒选择站在日本那一边 该协议也就终止了 59在抗日军事动员的大环境下 资源委员会对工业领域的控制权继续扩展和强化 到1944年 它的规模达到了1.2万人 下属企业拥有16万名员工 跨越矿场 制造工厂和发电厂 一些企业起初就是作为国有企业而设立的 有的国企是通过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归资源委员会管理 这些国企的实收股本 在所有企业的实收资本中所占比重高达70% 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资源委员会曾经制定过一份非常详细的 多达20卷的工业发展规划 打算等战争结束就开始落实 但由于1946年 中国再次燃起内战的风火 而且美国对华援助规模远低于蒋介石的预期 导致这些雄心勃勃的规划就没有付诸实践 资源委员会的规模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的步伐 最后到1947年年尾之际 该机构人员多达3.3万人 下属企业拥有25万名员工 但即便如此 它依然无法落实大部分发展规划 在中华民国时期 资源委员会的职员们 以其较强的能力和专业水平享有一定的良好声誉 大多数人在1949年之后都留在了中国大陆工作 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原有的国有企业 而且有很多人继续在毛泽东建立的国家规划机构工作 1953年 中国大陆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虽然很多曾经为国民党工作的人 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了迫害 但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确实施了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资源委员会 曾经筹划过的建设项目 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了 今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在资源委员会的职员中间 有一小部分人在1945年日本撤离台湾之际 被派到了资源委员会驻台湾的办事机构 这部分人后来就一直在台湾工作 他们产生的影响比留在大陆的那些 昔日同僚产生的影响大得多 这部分人中间有很多人都成为了台湾地区的 经济事务领导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1985年之前的14位台湾经济部部长中间 有8位都是从这批人中间走出来的 61这些部长管辖的经济部工业局 在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这些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 实施了一套严重依赖公有制企业的工业政策 他们创造出来的台湾公有经济 主要集中在资源委员会之前筹划的那些领域 包括石油化工业 钢铁业 造船业 重型机械制造业 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业工程领域 后来他们又扩大了工有经济的覆盖范围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 在当代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中 只有印度和缅甸这两个国家 拥有相当规模的工有经济 62 然而由于台湾地区强调出口对发展的作用 导致工有制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升级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在这一点上 中国台湾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 也不同于印度和缅甸这两个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 台湾就开始指定某些部门大力发展出口贸易 先是从食品加工业着手 之后是纺织业 当局允许出口商从他们正得的外汇中保留一部分 其余部分交由中央银行保管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出口商提供直接现金补贴 组织出口卡特尔以管理行业竞争 并提供一定数量的优惠出口信贷 从1957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出口企业贷款利率只有非出口企业贷款利率的一半左右 6320世纪70年代晚期 台湾开始大力发展重工业 合成纤维纺织业以及电子产业 这些产业也是今天的台湾最著名的产业 台湾当局于1973年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 并于1974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立了电子工业研究所 以便获取外国技术 承担当局资助的研发项目 并选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公司利用研究成果生产新产品 当韩国大规模生产存储芯片时 台湾则为特定的电子产品生产专用集成电路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台湾工业研究院以及电子工业研究所 加起来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 而且管辖着众多当局控股的大型企业 64 潜伏的问题 台湾地区的出口纪律显然是非常有效的 1952年 台湾的出口额只相当于生产总值的9% 到1979年 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50% 一项研究发现 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出口增长非常快 以至于制造业近70%的产品是用于出口的 65 然而 经过仔细分析 不难发现台湾地区的出口经济也存在一些结构性弱点 这一点与19世纪的德国和二战之前的日本相似 1985年 员工少于300人的中小型企业占出口总额的65% 这与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同 德国和日本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迫使大型私营企业发展出口贸易 但台湾的失误则在于台湾当局没有对大型公有企业实行严格的出口纪律 虽然时代不同 问题的本质却是一样的 66同时 台湾地区也没有像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那样 大力支持其发展出口贸易的私营企业家 几十年来 没有人关注过台湾地区的出口结构 台湾岛一直以以为豪的 是它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比韩国还高 1990年高达8000美元 而韩国在同意时期只有6300美元 出现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而当时韩国正处于里程晚政权统治之下 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 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地区成功地开展了土地改革 其效率之高 可谓是举世瞩目 因此为制造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 然而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政策却不如韩国那么明智 因为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没有迫使那些大型公有企业开拓出口市场 这个政策失误最终制约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 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前 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终于赶上了台湾地区 金融危机后 韩国又迅速恢复了元气 今天 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比台湾地区高出2000美元 67 虽然一提到公有制 西方经常会将其和业绩不佳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也并非总是如此 台湾地区大型公有企业 之所以没有像韩国财阀企业那样 形成全球竞争力 之所以业绩没有韩国的财阀企业那么好 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企业 没有像韩国企业那样面临严格的出口纪律和激烈的竞争 台湾当局允许这些大型公有企业 更加依赖合资企业来获取技术 长此以往就削弱了台湾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的电信行业 长期以来台湾的电信企业在获取先进技术方面 一直无法摆脱对美国合作伙伴的依赖 这类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 和美国通用电话电子公司 General Telephone an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等跨国企业 68在不逼迫大型公有企业开拓出口市场的同时 台湾当局也没有对私营企业给予充分的支持 众多占据主流地位的私有企业 比如计算机制造商红旗集团就无法获得 像韩国企业那种高水平的出口补贴 政府保护和金融扶持 这样一来台湾的私有企业 不得不依靠相对微薄的利润维持生存 技术竞争力的提升与经营规模的扩大 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69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韩国有10家工业企业 躋身财富500强企业名单 而台湾只有两家企业躋身其中 其实与韩国企业相比 台湾地区的制造企业更多地涉足一些利润较低的制造领域 或者生产一些自由品牌的低利润产品 或者为欧美跨国企业充当代工企业 比如为美国苹果公司制造iPhone和iPad 而韩国的三星则销售自由品牌的智能手机 而且其销量领先全球 现代集团的汽车制造业务则位居全球前五名之内 71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像那些最富裕国家一样 从事利润率最高的自由品牌经济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经济结构方面的缺陷 历史学家的胜利 虽然台湾地区的工业政策存在一些相对不足之处 但无可质疑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 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成功的案例 这几个经济体都先后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出口纪律 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出口市场 1965年韩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 分别位居全球第33位和第28位 20年后分别位居全球第13位和第10位 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 都超出了拉美国家的出口总和 72由于韩国与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发展重工业 只用了15年的时间 两个经济体的轻重工业之比就从4-1变成了1-1 当然东北亚地区制造业政策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效率高 而且农业产出规模不断扩大 为制造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比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 以及18世纪的英国发展速度快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日本农业产出的增加速度也比较快 农村的富裕就为初级工业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国内销售市场 很多出口商品在销往国际市场之前 往往是先经过了国内市场的检验 20世纪50年代那十年间 日本农业产出就增加了50% 而农村市场的繁荣又提高了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73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莫斯 约翰逊估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日本的出口商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先在国内市场销售的 只有晶体管收音机和照相机没有事先经过国内市场的检验 74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制造业经济也都是在农业部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每一个东北亚经济体都印证了日本问题专家 大川义斯 Kajushi Okwan和亨利 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wski在分析日本明治时期的快速发展时指出的一个真理 即如果传统经济及农业经济的产出没有大幅提升 那么现代工业的产品就几乎找不到任何国内市场 75 现在回首历史 不难发现 日本 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制定工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可取之处 即决策者基本上都是通晓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人 职业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日本的发展之道效仿的是德国以及早期的美国 而他们都拒绝了始于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 明治维新的推动者之间 有很多人都曾经在德国 也有很多人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接受过教育 这个法学院的教育重心不在法律 而在与欧洲式的公共管理 76 当时这些决策者普遍不那么重视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 而是更加注重能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日本通产省次官的吉野信司 Yoshino Shinji曾经表示 日本在制定经济规划的过程中采取了德国式的思维 他说关于控制这个理念 从逻辑原理上来讲有很多复杂的解释 但要理解这个理念 人们只需要具有常识就足够了 77日本重用的人才 大多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通识性人才 其政府官员划分为管理型官员和技术型官员 而前者的地位往往高于后者 20世纪60年代 虽然日本通产省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但其高级成员中 只有两个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通识性人才占据绝大多数 78 韩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 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和官员 包括朴正熙本人和韩国经济企划院前领导人张基勇在内 都曾经接受过日本式的教育 但韩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个 主要差异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韩国领导人大多来自于农民阶级 比如朴正熙本人就出身农民家庭 韩裔学者宇真恩雍恩物 把这类人称为生鱼田母之人 并且说当他们想到资本主义的时候 就会联想到富人的阴谋 而台湾的情况则不一样 因为台湾工业政策的缔造者 不是日本那种通识型的管理者 而是以工程师为主 台湾的历届经济部长中 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早期都曾供职于资源委员会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工学学位或理学学位 比如尹仲荣就是一个代表 他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供职于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委员会 对台湾工业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台湾工业委员会直到1981年才开始雇用所谓的经济学家 79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学家中 最有名的那一批是美国政府派过去的 目的是为了纠正新盟友的政策问题 在这一批经济学家中包括约瑟夫 到其Joseph Dodge 80 他于1949年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 帮助日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结果他的政策导致日本在1949年到1950年的冬季 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紧缩型衰退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6月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 催生了对战争物资的需求 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 恢复了元气 1952年 日本重新获得了主权 通差省之后继续遵循其以历史为导向的直觉 20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早期 美国派往韩国的经济学家们 要求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 提高利率并实行进口自由化政策 结果韩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私有化阶段 但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 又恢复了银行国有的政策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朴正熙在利率和进口管制方面 做出了一些让步 但大部分让步都只是表面的 只是为了减轻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 韩国出口额开始逐步攀升 朴正熙政权以越来越自信的心态 拒绝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要求 81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 出谋划策 那就错了 二战之后 在经济学领域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 越来越盛行的同时 还存在一种基于历史角度的发展思路 正如沃尔夫 拉德金斯基在二战后的几年里 曾经对农业发展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一样 一些在工业发展政策方面 具有历史眼光的顾问 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沃尔特 罗斯托 他和拉德金斯基一样 也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 但他与拉德金斯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 他反对共产主义 这就意味着 他肯定比拉德金斯基更受美国总统的欢迎 结果他先后担任过三届政府 艾瑟豪威尔政府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 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 罗斯托在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上 给美国政府推荐的是里斯特市的经典良方 他的一本关键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 讲的就是发展中国家 是如何遵循同样的历史发展道路的 台湾顶级经济规划师尹仲荣 就是这本书的忠实信众之一 82 20世纪50年代早期 随着拉德金斯基逐渐被边缘化 美国对东亚土地改革的热情也随之削减 但罗斯托与其支持者们继续推动美国政府支持韩国 中国台湾等盟友的工业化 并容忍这些盟友采取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实际上 美国也通常例会用其庞大的军事及民事援助预算 来为这类政策买单 20世纪50年代晚期 美国政府削减了对外援助中无需偿付的拨款 但其他资金继续通过美国发展贷款基金提供给美国的盟友 该基金的明确目标就是支持冷战中的盟友的工业化 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不仅借助美国的援助 制定了一套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还促使美国派来的顾问们适应并支持他们的目标 比如台湾当局就曾经邀请美国纽约的怀特工程公司J.G. White 帮助其筛选数十个工友重工业项目 还曾经邀请美国里特管理资讯公司Arthur D. Little 帮助其确定需要推进哪些新的制造业部门 同时让其提供关于出口补贴方面的建议 今天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 后面这种做法是非法的 83 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 东北亚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改善本国的产业政策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此同时 正如罗伯特·韦德所说的那样 东北亚经济体拒绝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 没有让其努力提倡的效率 准则颠覆本国探索通过何种产业与产品来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 8420世纪80年代 当这类经济学家开始在韩国 中国台湾出任要职之际 效率问题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 因为当时那些得到政府扶植的企业滥用寡头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而且政府的出口补贴政策严重推高了经济体内部市场的价格水平 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消费者对于自己在产业政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日益不满 正如韩艺学者宇真恩以轻蔑的口吻指出的那样 在韩国 一群到美国读各博士杜层金的经济学家 在20世纪80年代给韩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严重危害 为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85 然而 在韩国多个工业部门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 需要放松管制 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下 这群经济学家登上角色舞台的确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相比之下 在东南亚 历史学家们对经济发展进程的理解 则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东南亚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没有认真思考 如何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 后来却非常突然地接受了大力提倡效率准则的经济学家的建议 忽视了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发展 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持久的障碍 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中间 有一部分是接受过外国教育的当地人 比如所谓的伯克利派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的五位主要经济顾问 就属于这一类 他们都曾经在加州大学接受过教育 86次外 更加常见的情况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提供经济发展建议 这些国际组织早已经为这些国家开出了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处方 虽然这类处方从来没有催生过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建议的受欢迎程度 近些年来 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 就是把发展中国家处于艰难处境的原因 归咎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一味的追究历史责任 不如总结一下 日本在明治时代的经验更具有建设意义 日本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就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过程虽然比较艰难 但没有必要非得依靠其他人的建议 它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 睁开眼睛观察外部世界 并探索出真正的发展良方 正如日本五条预示文的第五条 也就是最后一条所说的那样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韩国与马来西亚之对比 为了深入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 有必要对比一下 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 在管理某些工业部门时采取的不同政策 韩国与马来西亚的对比是最有趣的 因为在东南亚各国中 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曾经公开承诺 要以东北亚经验为基础推进本国工业化的国家 当时马来西亚总理是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但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人们原先的希望 分析一下这种结局背后的原因 可以为我们揭示出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政策 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韩国与马来西亚在起步阶段的经济状况大同小异 但两国的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 在韩国 有效的政策促使本国经济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而在马来西亚 原有殖民地的关键经济特征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在东北亚经济体中 韩国的工业发展历程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与日本的政策相比 韩国政策更新 而且从迫使大企业发展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 韩国政策比台湾地区的政策更彻底 二战以后 日本是以原有发展成果为基础的 而韩国的起点则要低很多 因为1945年 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时 只有规模非常小的买办阶级才有一些企业家精神 20世纪50年代 这批人获准从李承满政府手中购买廉价国有资产 并获得很多特许经营权 当时 韩国政府没有强迫企业发展出口贸易 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援助 但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 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 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 韩国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 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 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 鼓励大企业开拓出口市场 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 结果韩国出现了一批以现代集团 三星集团为代表的世界知名大型制造企业 无论是在朴正熙政府组建之前 还是在之后 韩国企业都是家族经营的 但国家产业政策却完全改变了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 1957年 马来西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之际 其经济结构与韩国在里程晚时期的经济结构 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88在殖民时代形成的买办阶级 继续主导者马来西亚的私营企业 在投资食品加工业的过程中 获得了更多的优惠待遇 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必须发展制造业或必须增加出口之类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 马来西亚政府收购了英国公司控制的矿业企业和种植园的股权 但没有要求国内企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 相反 马来西亚政府还邀请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设厂 比如食品加工厂 1981年马哈蒂尔当总理之后 马来西亚突然认识到独立20年后甚至还没有开始建立名副其实的工业结构 马哈蒂尔宣布了向东看Look East的政策 指出马来西亚将效仿东北亚的制造业发展方案 他在出任总理之前 也就是在担任马来西亚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时 就对日本韩国抱有浓厚的兴趣 曾几何时 似乎马来西亚要效仿韩国学习日本日本学习德国的先例从历史中总结教训 然而虽然马哈蒂尔政府派遣了数千名马来西亚人去日本接受培训 甚至让其内阁学习日本查到 马哈蒂尔最终还是没有弄明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最基本前提 实行出口纪律 惩罚失败企业 他竭力让国有企业做一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事情 但根本没有惩罚那些耗费了数十亿美元 而没有对经济发展做出任何重要贡献的主流企业家们 整个20世纪80年代 马哈蒂尔的做法就是一场悲喜剧 他吩咐内阁同僚去阅读一些 完全不适用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书 扭转了国内一度盛行的从文化理论角度 偷袭经济发展的潮流 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简单的 从结构角度去解释经济发展进程的分析方法 虽然马哈蒂尔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路上走了一半 但最终还是改善了马来西亚的处境 这比菲律宾等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政策 来提高制造能力的国家好一些 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是个败笔 但它告诫我们失败的尝试比永不尝试好一些 在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工业领域中 最有比较价值的就是钢铁业 因为对于几乎所有富裕国家而言 在其工业化进程的早期发展钢铁业 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些立案金融中心和人口总量低 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是例外情况 钢铁对于英国 美国 德国 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等 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且在所有工业部门中 钢铁都是一个必要的投入元素 从历史上来看 如果一个国家制造钢铁的效率很高 就意味着它制造其他产品的效率也会很高 朴正熙似乎深谙这一点 他为了勉励韩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厂 浦向制铁 为其亲笔提写了钢铁国力四个大字 一级钢铁是国力 这四个字挂在了浦向制铁总部的墙上 钢铁业要想成功 必须依赖规模经济 必须充分利用好有限的投入 必须对长期研习下来的核心技术 做出建计式革新 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 除了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 要考虑需要制造什么产品 购买什么技术 投入多少资本之外 无一例外的都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厂 私营企业家的角色 未必在每一个经济体内 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经济体生产钢铁的效率 都是极高的 韩国和日本最后对钢铁业 进行了私有制改革 而中国台湾的钢铁业 一直是当局经营的 马来西亚在发展钢铁业的过程中 选择了中国台湾那种 将当局主导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模式 但马来西亚的努力 似乎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没有培育出 首屈一指的公有钢铁企业 在大多数行业中 国家都不适合完全取代 私营企业家的角色 还有其他一些行业 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 供应链比较复杂 而且在产品营销过程中的挑战 也比较大 汽车制造业就属于这类行业 在东亚地区 除了菲律宾之外 韩国 马来西亚等各大经济体 都试图从这个市场中 奋一杯羹 正是由于汽车行业对营销环节 具有很高的要求 需要生产企业具有高度灵活性 能够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所以特别适合私营企业家去做 对国家而言 最有效的角色 不是在各个环节中 完全取代私营企业家 而是根据既定的发展目标引导 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这个行业 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汽车行业是竞争非常残酷的行业 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业 必须迫使企业家们拓展出口贸易 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在韩国 政府先是利用补贴 吸引一些急需政府援助的商人 然后用了30年的时间淘汰落后企业 最后只留下来了 像现代集团 这种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而是曲折混乱 但由于韩国政府 在执行出口纪律的问题上毫不含糊 所以最后还是成功了 相比之下 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 则要逊色很多 在决定进军汽车产业之际 马来西亚只设立了一家国有汽车制造厂 不存在同业竞争 也没有实行出口纪律 后来 马来西亚又设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的汽车企业 但其业务重点与前一家汽车厂不同 二者也不存在激烈竞争 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成功的私营企业家 但马来西亚政府没有逼迫他们发展出口贸易 而且允许他们继续再受到政府保护的非制造业务 比如移动通信服务业 电力行业 缔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即便到了今天 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等大规模制造业 仍然是令马来西亚政府头疼不已的累赘 从事这些业务的主要是国有企业 而私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再非制造了业务 纵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政策 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 即在大多数大型企业中 对企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 就是私营企业家与国家的关系 政府可以绕开私营部门 亲自经营各行各业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个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 相反政府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利 尤其是控制国有资产 商业许可 银行信贷 以及稀缺外汇的权利 引导企业做一些产业发展所需的事情 这样做的话 政府对企业家的看法必须现实一点 不能对其道德水准抱有幻想 不要指望着他们会自愿地走向道德高地 而是要接受他们唯利是图的动物精神 Animal Spirits 89 利用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愿望来引导和控制他们 所谓企业家 顾名思义就是一群追逐利润的人 他们不会自发地考虑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需要 国家必须逼迫他们把本企业的逐利行为 与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 因此 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业 如果政府允许企业使用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谋求私利 而这些企业却没有为落实国家的发展目标做出什么贡献 那么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政治独职 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就是因为他们的商人既可以利用国家政策和公共资源谋求私利 又不必考虑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 因此 这种模式就是一个政治败笔 而不是一个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模式 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术语起源于菲律宾 在东亚各国中 菲律宾的官僚可以说是最自私的 最应该受到谴责的 新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们 竭力渲扬政府不应该扶持私营企业 避免让私营企业使用公共资源谋求私利 这种做法在一个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还可能行得通 但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欲望强烈的国家而言 这种做法是注定行不通的 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企业家没有实力 而政府又不加以扶持 你如何才能让企业家们 做一些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事情呢 朴正熙扶持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家 但从来不相信他们 如果朴正熙在世的话 对于前面这个问题 他肯定会这样回答 他根本做不到 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政府必须给企业家提供一些优惠待遇 以此为诱饵来引导并控制私营企业家 8.实收资本 是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 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 它是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定资本总额的来源 它表明所有者对企业的基本产权关系 实收资本是企业永久性的资金来源 它是保证企业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是企业抵御各种风险的缓冲计 一辙注 9.五条玉试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试文 揭示治国方针由此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 一辙注 案例三从首尔到普相和卫山 韩国的首都首尔如同整个韩国一样会给人一丝混乱的感觉 周围的山地丘陵地形赋予首尔一定的地形魅力 在首尔经常有人把垃圾丢在街头 这一点与日本人不同 郊区地带出立着一栋栋单调呆板的高层建筑 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人们 韩国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但这里的实物非常好 出租车价格比中国台湾和日本低 韩国社会的公平性在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也是位居前列的 九十首尔地处盆地汉江屈屈折折地穿承而过 在首尔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环状的山及南山 在市中心分布着首尔市政厅大企业以及主要公共机构 在市中心周围三个地方见证了朴正熙和商人之间形成的政商关系 第一个地方是总统府距离市中心北部 青瓦台是韩国中央政府所在地 占地面积六十公顷 1961年5月的那场政变后 朴正熙入主青瓦台 把这里作为指挥韩国发展的总部 朴正熙废弃了之前由日本人建造的国会大厦 只是将其用于礼节性场合 该大厦现在已经拆除 而将其政权内部各关键部门 分布在青瓦台主楼周围的一些低层附属建筑里 其中有一栋建筑是令人胆怯的韩国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地点 1979年正是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刺杀了朴正熙 权力巨大的总统经济秘书室 Economic Secretariat也位于青瓦台 当年朴正熙成立总统经济秘书室 就是为了亲自监督每天的经济事务 并在必要时掌控经济企划事务 朴正熙会把关键的人员安排在自己周围 他每天到青瓦台之外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市区的经济企划院 因为这个院的人数太多 青瓦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不得不安排在市区 朴正熙在1963年写道 我们需要默默的行动和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 91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他的做法 他的书就是对其行为的公开诠释 除了去市区之外的时间里 他都在竭力缔造一种有利于实现其产业目标的官商关系 比如他会定期召见主流的企业家到青瓦台汇报他们的活动 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 比如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州勇 每周都会受到朴正熙的接见 郑州勇2001年已经去世 经常会在周四晚上与朴正熙共计晚餐 朴正熙时期青瓦台的改建工程中 有很多工程都是由郑州勇旗下的建筑公司承担的 郑州勇居住在一座较为朴素的拥有七个房间的房子里 这栋房子所处的小山距离景福宫不远 他说这栋房子是利用其建筑公司的剩余材料修建的 成本非常低 于1958年竣工 比朴正熙发动政变早了三年 郑州勇成为亿万富豪之后 从不买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连续三十年的时间里 他每天早上都是步行四零零零米来到市中心的办公室 他的儿子们和保镖跟着他 他对奢侈物品的公开蔑视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朴正熙提倡的节俭文化有关 他是典型的吝啬的企业家 他节约资本 也希望自己的下属效仿自己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锻炼 开会给经理们打电话 然后在六点钟吃早饭 即便在饭桌上 他还不忘教育全家老小勤俭创业 他还有专横独裁的一面 有时候会长乖或拳打下属 他情妇众多 他公开承认的八个儿子中 有一些并非是他妻子亲生的 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子女 九十二 但郑州勇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质就是 他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一样 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改变 他都能发现可以赚钱的领域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他进军汽车维修行业 一九四五年 美国人来到南朝鲜之后 他承包美国军队的建筑工程 让他那位会讲英语的弟弟做游说工作 九十三在里程晚的腐败统治下 他成功地包揽多个民用建筑项目 一九五八年 竣工的第一座横跨汉江的大桥 就是由他承包修建的 郑州勇的家族企业结构 商业活动的性质以及他的个人癖好 与主导东南亚经济体的寡头是一样的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郑州勇如同东南亚的企业家们一样 也是在一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环境下 开展经营活动的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打着所谓喝茶费的幌子吃回扣 或操纵招标的行为非常普遍 到朴正熙发动政变之际 郑州勇旗下的现代建设公司 Handay Construction Handay Construction已经发展成为了 韩国五大建筑公司之一 到此时 郑州勇一直专注于建筑领域 还没有涉足过制造业 没有生产或出口过什么商品 他只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企业家 因为能做好建筑工程 而赢得了好名声 如果他不是韩国人 而是生活在独立后的东南亚 那么他可能会在政府发放 特许经营权时抓住机遇 扩大原有的业务范围 但在韩国 在朴正熙的统治下 他原有的发展道路不得不发生转向 而这种转向注定了 他将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 包括汽车行业与半导体行业等 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性力量 成长为一个大出口商 郑州勇的企业发展之路 之所以出现转向 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朴正熙的压力 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94对于这一点 首尔的西大门型务所 Sataman Prison 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西大门型务所位于首尔市区 在青瓦台西南部 距离青瓦台有几公里远 加在一个公园和一群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 原本由日本人所建 曾经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监狱 今天被休息之后 成了一座博物馆 用来展示殖民者的残暴行为 但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型务所用作关押 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 在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独裁者都只是关押政治上的异见人士 但朴正熙连商人也不放过 他关押商人是为了给他们提个醒 引起他们的注意 促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安排 根据西大门博物馆的英文介绍所说 今天在牢房和酷刑室中 有很多蜡像模型来展示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酷刑的场景 包括拔指甲 电机等 而且为了让参观者更加真实地体验一下阴森恐怖的氛围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意录制了痛苦而凄惨的叫声循环播放 1945年日本殖民者离开之后 该处继续被韩国政府用作监狱 朴正熙通过关押 恫吓商人的残酷手段实现了韩国发展方向的调整 95在恐吓那些争取制度改良的意见人士方面 朴正熙的做法比其他独裁者成功不到哪里去 但他却成功地恐吓了企业家 而且他发现只要让他们有钱赚 他们就很容易屈服于他的意志 1961年那场政变的12天之后 也就是5月28日 朴正熙及其同僚开始以违反控制投机倒把的特别措施 为由大肆逮捕并关押商人 96至于关押人数 关押地点以及关押时间 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即数十位韩国重要企业家遭到了关押 97西大门行务所只是其中一个关押点 当时包括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在内的几位顶尖企业家运气比较好 碰巧在日本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前得到了风声 但该国大部分企业家都被抓了 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里 朴正熙恐吓韩国商界的方式着实是前所未见的 他公开宣称说 自由贵族时期结束了 他所谓的自由贵族 就是指在裙带资本主义的环境下 依托李承晚政权的恩惠发展壮大 却没有给国家发展做贡献的资本家 朴正熙要求那些被关押的商人签署协议 这些协议载明当政府需要我的财产开展国家建设时 我愿意全部捐献出去 98这样一来 无论朴正熙要求什么 企业家们就只能洗耳恭听 李秉哲等顶尖企业家从日本返回韩国后 大多数人也都很快同意进行工业投资 尤其是制造业投资 当时的韩国军方以及一批熟悉日本工业化的官僚 希望开发的领域包括化肥业 合成纤维业 水泥业 钢铁业 发电业等 他们组建了经济复兴促进委员会 及后来的韩国商人联合会 既可以作为韩国商界与政界沟通的正式渠道 也可以借此推动商界实现国家目标 三星集团的李秉哲出任第一任会长 韩国的财阀家族还被迫认同 朴正熙对银行业实行国有化政策 韩国政府曾经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而在1957年实行了银行业私有化改革 在私有化阶段 韩国银行的领导人往往会把过多资金 带给自己的企业 而且容易导致银行成为一个非法借贷的来源 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 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 朴正熙建立基本的游戏规则后 又告诉韩国商人说 只要他们坚守规则 就可以尽己所能地追求利润 大多数商人在1961年被释放了出来 但如果他们认为朴正熙政权把他们释放出来 之后会放松警惕 那就错了 韩国乐金集团Lucky Gold Star 即现在众所周知的韩国LG集团创始人居人会 2in2i被释放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 就能证明朴正熙政权并没有放松对这些企业家的控制 朴正熙手下 一位负责执行工业政策的上校曾经找到巨人会 希望他能在韩国政府担保下筹集外国贷款 引进外国转让的电缆技术 建立一家电缆厂 巨人会则不想涉足电缆行业 想办法推诿 说自己不熟悉电缆业务 但这位上校却以威胁的口吻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我原本打算让你一个星期之内办完 但现在作为特殊照顾 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 结果十天之后 巨人会因办事不力而受到了严厉责罚 后来他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了那位上校吩咐的任务 筹措了足够的资金 同一家联邦德国公司签署了技术引进合同 99作为韩国最富有的商人 郑周勇充分领会了这个事件 传达出来的信息 我们总是想要去制造 郑周勇在1961年5月逃过了牢狱之灾 然而他和他的生意要接受新政府的审查 不用替他担心 因为郑周勇在此之前 就已经迅速转向了制造业务和出口业务 1962年经过一番游说 他获得了一个制造项目 当时他的现代介绍公司 获准利用美国的优惠贷款 建立一家水泥厂 美国共资助三家 郑周勇的水泥厂是第三家 这是郑周勇的第一家工厂 在此之前 韩国的大部分水泥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工厂投产一年之后 现代建设公司生产的水泥 不仅足够韩国使用 还出口到了越南 而当时美国正在加大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力度 在出资赞助现代集团建立第一个水泥厂时 美国方面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该厂的所有设备 必须全部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购入 但更能体现出韩国的变化的一个事实就是 郑周勇掌握了制造水泥的技术之后 进而开始在国外大力包揽 涉及水泥业务的工程项目 他以交钥匙工程 石等模式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建立了水泥厂 100 对于韩国政府传达出来的有关出口纪律的信息 韩国商人不可能置之不理 因为韩国经济企划院要求企业 每个月都必须汇报本企业的出口业绩 1964年 郑周勇派出一位弟弟前往泰国寻找建筑项目 他打算在海外推销他非常熟悉的建筑服务 1965年 在韩国政府提供债务担保的前提下 郑周勇家族以522万美元的低价 击败了来自16个国家的29家竞争者 赢得了修建泰国北大年 派卡安尼 芝那拉提瓦 Nairazewat 长约58英里的高速公路的合同 成功基深国际建筑企业的行列 但由于之前对所需设备 泰国气候模式 以及穿越丛林的难度考虑的不够周全 导致郑周勇赔了数百万美元 但通过承包这个项目 现代建设公司从错误中总结出了一些教训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开始在越南 关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澳大利亚承包建筑工程 101 郑周勇在出口业务上的成功 引起了广泛关注 1967年 郑周勇第一个受到了朴正熙的单独接见 102 他们二人讨论了修建一条长 266英里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 即京府高速公路 把韩国的西北端与东南端联系起来 当时这个想法已经被谈论很多年了 但从没有付诸实施 由于在建筑行业具备了20多年的从业经验 而且修建的基础设施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郑周勇就主动提出了一个成本低 坡度环 隧道少的方案 这个方案被接受了 他赢得了半条公路的修筑权 1968年2月1日 以现代建设公司为主成建的 京府高速公路破土动工 1970年7月17日 正式建成通车 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项目 也是郑周勇每周都会受邀同朴正熙 共进晚餐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 1968年 也就是郑周勇开始修建 京府高速公路的那一年 郑周勇旗下的现代汽车公司 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了 标准海外装配厂特许协议 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设备与技术 现代汽车公司则负责装配 郑周勇在韩国东南部的卫山 购买了一块面积为82英亩的土地 作为汽车装配厂的长址 该厂正是朴正熙受益建立的 卫山工业园区的一部分 朴正熙认为 卫山适合发展新的工业项目 并把这个园区称为韩国的阿斯望大坝 对于郑周勇而言 创办合资企业无异于一次大胆的尝试 因为当时的韩国政府 为了在零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汽车工业 鼓励国内企业先进入汽车装配领域 前景如何尚不确定 1967年 朴正熙公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将汽车工业作为优先发展对象 如同其他商人一样 郑周勇也密切关注青马台 和经济企划院发布的政策文件 因为他们决定着哪些企业 能够享受到国内银行信贷 海外贷款担保 出口补贴 税收减免 公用事业费用减免 出口退税等优惠待遇 朴正熙政变发生之后的五年内 企业对政府的关注 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 1962年到1971年之间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 达到了10%左右 制造业出口额 在韩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从25%提高到了80%以上 103政府与企业之间 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发展联盟关系 这就像是一桩在枪口 逼迫下地结的灰衣一样 而那个拿着枪的人正是朴正熙 普向制铁的光辉历程 现代建设公司参与修建的 京府高速公路 被称为韩国的一号高速公路 建政并引领了韩国的工业腾飞 驾驶着一辆现代Ivan的轿车 行驶在这条公路上 你会领略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 这条道路是如何被强加给农村社会的 这条高速公路横跟在连绵不进的农田之间 你可以看得出这些农田都得到了仔细的打理 在汉城的近郊 随处可见一片片的果林与烟草田 很显然是用于商业经营的 但继续朝着韩国腹地方向走 就能看到明显具有家庭农业特征的农田 而之前正是家庭农业模式 支撑了韩国的工业发展 到处都可以见到小的塑料温室 和整洁的木质架构 温室上面铺着一层黑色的遮阳棚 以加快作物生长的速度 稻田一直延伸到溪流之畔 经过充分的施肥 看上去一片碧绿 在稻田旁边 农户种上了家庭常用的蔬菜 比如玉米 西葫芦 马铃薯 生食叶菜类作物 以及制作泡菜所需的萝卜 洋葱和卷心菜 在一段拱起的高速公路下面 一位农民正背着药桶 给农作物吞洒化学药剂 公路周围的山上 遍布着茂密的树林 山间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利用 即便高速公路岔道之间的小片田土地 也有人耕种 在城市的中心地区 都是大同小异的摩天大厦 这些地方很容易让人误解成 斯大林式的厂区 只不过这里的市场很有活力 欣欣向荣 而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 建造成本低廉的 用红色砖块修建的教堂 韩国有30%的人是基督教徒 这也提醒着你这并不是在苏联 如同建造青瓦台的日本人一样 韩国人也非常喜欢青色 在整个韩国 人们在修建住宅和低矮的厂房时 无论是采用普通的瓦片 还是采用波纹状的塑料板或钢板 顶部都是青色的 青色的顶部搭配上大量的混凝土 看上去并不是多么美观 韩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确很可观 但也导致了环境的不美观 在从首尔到韩国东南部工业区 这五个小时的旅程中 你是无法想象到这一点的 在一号公路的另一个尽头 是韩国第二大都市和最大的港口 釜山 釜山往北一点 是卫山 现在卫山有时候被称作现代城 Handay City 由此可见现代集团在当地的影响是何其大 但我此行的第一站是 还要再往北一点的浦象市 坐落在这里的浦象制铁 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厂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 浦象还只是一个 有着6.7万名居民的农业城市 今天的浦象已经变成了一个 拥有5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 浦象制铁 是世界上第三大钢铁厂 也是最盈利的钢铁厂之一 浦象城区单调而破旧 与厂区之间隔着一条河 在浦象制铁大门外 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蓝色标志 意思是说清洁绿色的浦象制铁 浦象制铁下属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 及其两位同事 已经等候在大门外了 他们将陪伴我参观浦象制铁 1041进入厂区 我们就直接驱车前往接待楼 在一座大楼的墙上 悬挂着朴正熙提写的钢铁国立 四个大字 在顶楼 我们观看了展示浦象制铁历史的官方影片 接着 一个按钮被按下之后 放映式四周的窗帘缓缓升起 放眼望去 可以俯瞰整个厂区 厂区内部的道路总长高达320公里 厂区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马蹄形 环绕在一个海湾周围 在厂区的一端 工人们正在从船上卸下原材料 据介绍这批原材料有200万吨 足够使用20天 在厂区的另一端 则是一堆已经制成的钢铁 等待着装船 我很快就明白了 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集散地 而建立起来的 按照顺时针方向 从厂区的一端到另一端 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烧结厂用于烧结铁矿石和花钢石 以及准备焦煤的工厂 多个高约百米的古风炉 多辆鱼雷贯车 每辆车都载着300吨铁水送往精面炉 以便氧化杂质 还能看到生产半成品的连柱厂 以及生产制成品的炸钢厂 行驶在厂区里的汽车侧步靠下的地方 都印着8282几个数字 在韩语中 这些数字的发音类似于快点 快点 Quickly Quickly的发音 铁矿石从厂区的一端进入加工流程 只要13个小时 就能到达另一端 成为制成品 普向制铁每年生产的产品 多达1600万吨 普向制铁后来 在200公里之外的光阳市 修建了一个新钢铁厂 每年可以生产1900万吨钢 而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 只需要7个小时 普向制铁的融资 与建造过程非常不容易 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 做出过三次尝试 试图推进建造普向制铁厂的项目 但由于资金短缺 而且世界银行等国际投资主体 却不愿意为 韩国要求的这种钢铁 一体化生产的大型项目提供贷款 世界银行在1968年11月 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就援引了类似钢铁项目 在巴西 墨西哥 土耳其和委内瑞拉 归于失败的先例 作为对韩国人的警告 105最终 朴正熙不得不动用日本的战争赔款 他让自己在军校教学期间的得意门生 43岁的朴泰骏将军 Park Tejong主持建造普向制铁 朴泰骏在此之前 曾经让一家国有矿业公司扭亏为盈 在建造普向制铁的那段日子里 他每天都会让工人们在用波纹状铁皮 建造的工地指挥部前面集合 告诉他们说 这个项目使用的是日本战争赔款 并使不能承受浪费资金的耻辱 普向制铁的成功 不仅仅是流汗流泪 以计划悲愤为力量的结果 还有其他因素 第一 将大规模与循序渐进的办法结合了起来 根据规划 普向制铁 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 即定年产能是900万吨 日本技术顾问推荐 将年产能设定在260万吨 然而 第一阶段的产能为100万吨 之后分四个阶段逐步扩大产能 较为艰难的技术暂时搁置下来 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加以解决 比如 在第一阶段的建设中 韩国人没有采用连柱工艺 而是重点完成较为简单的上游任务 第一 他们建立了一个古风炉 每一个建造阶段启动之后 韩国人就会争分夺秒的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以便尽早让前期投入的资本 带来回报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建造速度应该是其享有的一个相对优势 其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原因 是在发展中国家 工人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都比较低 在普向 工人们采用轮班制 24小时工作 这样一来 韩国每吨钢铁产能的建造成本只有巴西的四分之一 106 第二 韩国坚持批判性的吸取外国顾问提供的技术建议 新日本制铁公司是技术建议的主要提供者 虽然日本战争赔款为普向制铁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资助 但普向制铁却并不信任日本人 而是让澳大利亚矿业巨头 碧核必拓公司BHP审议日本提交的工程建设报告 并让澳大利亚人在设备采购方面提供独立的建议 后来 普向制铁又让一位旅居日本的韩裔钢铁专家审议 日本顾问与碧核必拓公司的报告 107普向制铁会听取每一个人的建议 但不会盲从任何一个人 第三普向制铁坚持不懈地学习与钢铁厂有关的一切知识 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建造中 其管理层拒绝采用日本顾问推荐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以防自己无法完全弄明白设备的运作原理和钢铁生产流程 在普向制铁 1978年投入使用的一台热炸机今天仍然在使用中 当巨大的钢P在一二百摄氏度的高温下 被来回压制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 即使站在距离炸钢机20米远的空中走廊上 你也不禁会大汗淋漓 在炸钢机的一侧 你仍然可以看到手动的刻度盘 上面的刻度表示着上下两根炸滚之间的距离 今天这个操作已经计算机化了 但之前那么多年里 工程师们一直都是亲自动手来获得生产线的各个参数的 到20世纪80年代普香制铁 打算在光阳市新建一个大型钢铁厂时 日本在很多方面的技术水平都输给了韩国人 所以日本企业没有参与光阳钢铁厂的修建 光阳钢铁厂的进口设备主要来自欧洲 到光阳钢铁厂将要建成的阶段 超过50%的生产线是韩国国内生产的 而在普香制铁刚刚兴建之时 只有10%的生产线是韩国国内生产的 普香制铁的成功过程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出口纪律比前面提到的几条更重要 与其他那些已经倒闭的大型钢铁厂不同的是 普香制铁一直面临着严格的出口纪律 韩国政府迫使其发展出口贸易 普香制铁发展出口贸易既有外部原因 也有内部原因 从外部来讲 韩国政府通过出口补贴来鼓励其增加出口 从内部来讲 普香制铁也需要通过出口贸易获得外汇 它需要利用这些外汇来偿还在后期扩张阶段 积累的国际债务 普香制铁的产品中 30%至40%都是用来出口的 从理论上来讲 自从1973年投入生产以来 普香制铁每年都是盈利的 但这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即韩国政府为了维持该厂运营而投入了巨额补贴 1970年 韩国政府效仿日本出台了钢铁产业促进法 为普香制铁享受廉价的电力 水 燃气 以及政府补贴的港口和铁路服务奠定了基础 普香制铁的很多配套基础设施 也是由中央政府出资修建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韩国海关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 以再出口为目的的除外 这就保证了只要普香制铁的生产效率达到了合理水平 它就能利用过剩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巨额盈利 普香制铁生产一吨钢铁 所需的雇员工时数从1975年的33个小时降低到了1984年的10个小时 1984年日本为6.5小时 由于生产规模非常大 普香制铁具备充足的资源去循序渐进地进行技术创新 1977年 普香制铁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 1986年开始将其技术出口到美国 而且普香制铁还在1986年与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 在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一个生产冷闸薄钢板的合资企业 其中主要的技术投入都是由普香制铁负责的 最近普香制铁发明的熔熔还原链铁工艺Phaenex又获得了专利保护 直接利用煤以及铁矿粉生产铁水 而不需要烧结铁矿或把煤转化为焦炭 该公司的生产规模不仅使其提高了产量 还为其进行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 韩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对普香制铁的补贴 现在该公司已经完全私营化了 而且再也不需要其他人施以援手了 近年来 它的净利润一直维持在销售额的15%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比例 该公司制定的目标是将销售额从2009年的300亿美元 提高到2018年的1000亿美元 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曾大规模购入该公司的股票 这一举动充分说明了普香制铁的长期盈利能力 2003年 该公司开设了自己的博物馆 讲述其发展历史 在一面墙上有一段话 是说世界银行对普香制铁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原来那个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 也完整保留了下来 还增加了蜡像的数量 还有一组蜡像展示了普香制铁创始人 朴泰骏与朴正熙在准备场地时 共同引爆炸药的情景 1973年6月9日 普香制铁生产出第一批产品之后 朴正熙宣布将这一天定为韩国的国家钢铁日 与之前的国家出口日相匹配 今天 普香制铁正与中国的宝钢 争夺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的地位 而全球第一大钢铁企业 则是安塞勒米塔尔集团 108弹普香制铁的盈利能力 以及市值却比其他厂家都要高 截至2011年12月 普香制铁公司 以299亿美元的市值 位居世界钢铁企业的第一位 从技术角度来讲 普香制铁追随的是 日本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普香的这个工厂 现在只雇用了7000人 比10年前产量较低时的雇员数量少了一半 据说 接下来要面临被解雇命运的 是那些开着奇怪的大卡车 运输成品钢的司机 估计他们会被机器人取代 边实践边学习 技术学习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普香制铁之类的工厂 无异于很好的学校 发展中国家 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普香制铁是一所 兼做职业学院的钢铁企业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它培养了一代钢铁专业人士 而且它在生产和出口业务 已经做的风生水起之后 仍然在培养人才 基于工厂的学习 与基于学校的学习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这一点在现代集团 位于卫山的制造企业体县的 尤为明显 卫山在普香南部 距离普香只有70公里远 参观完普香制铁的厂区之后 我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继续穿越 一栋栋高低不同的建筑物 和用红色 棕色的砖块修建的教堂 前往卫山 而我们驾驶的 这辆现代Ivan的轿车 也算是返回它的出生地了 因为它就是在卫山 被制造出来的 在卫山 大多数公寓楼上面 都有现代集团的标志 如同在普香一样 我也没有参观城区 而是直接去了码头 码头位于太和江 Taywai River的入海口 过去这条江被称作死亡之江 因为工业废水都注入了这条江里 但现在江水清洁了一点 如同普香制铁的 两个大型钢铁厂 即普香制铁 与光阳钢铁一样 现代集团的所有主要工厂 在建立之初 都瞄准了国际市场 所以也都把长址选在了江碳等水运便利的地方 沿着太和江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 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现代汽车集团的生产基地 我并不是看到了一家汽车厂才意识到这一点 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三艘巨型的运车船停泊在码头 紧挨着一个大型的停车厂 这个停车厂大概有好几个足球厂那么大 2009年卫山厂建造了150万辆汽车 其中85.2万辆都是通过这个停车厂被装上运车船送到世界各地的 我入住的是现代宾馆 旁边就是现代百货商店 对面是现代重工集团及郑州勇的船厂 其规模之大 堪称世界之最 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现代重工的很多巨型起重机 不远的地方就是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 现在的厂区远比1967年初建时的82英亩大得多 今天 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面积有1225英亩 包括五个独立的工厂 生产范围包括小型车 大型车 运动型多功能车 混合能源车 以及轻型商务车 现代汽车集团的卫山工厂 每年除了生产160万辆轿车和卡车之外 还能生产200万台发动机和250万台变速器 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汽车制造企业 109 我在一名经理的陪同下参观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时 很快就意识到仅仅通过参观生产线 是无法重构该公司的发展历程的 110因为原先的工厂被拆除了 而且与普相质铁不同的是 在这里没有博物馆 原有的技术几乎都不再使用了 因此没有给人留下任何线索 使我无法了解该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 生产线上的工人偶尔会把一些存在质量缺陷的零部件 扔进一个大木箱子里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惯例 另外工厂里使用的机器人越来越多 有两个机器人同时为一辆Ivan的轿车 在韩国以外的地区也被称为ElanTRA 安装前后两块挡风玻璃 而他们的工作只需35秒就能完成 之后立即又有另外两个机器人 从车辆上部的传送带上取下椅子 放进轿车里 留给工人做的工作就非常单调了 所以在韩国 装配线工人每隔两个小时 10分钟就可以换个位置 做不同的事情 111 如同普相质铁一样 每当现代汽车集团学习了先进技术 生产流程的机械化水平 就会出现相应的提高 需要的工人数量就会随之越少 现在 现代汽车集团的卫山厂区 有34000名雇员 每年可以生产160万辆汽车 而在1994年 每年生产100万辆汽车 就需要410000人 1986年 每年仅仅生产40万辆汽车需要的人数 甚至更多 现在的汽车比过去那种廉价的汽车复杂得多 我们坐在了一款雅科式AQS轿车的后排 这款轿车是现代汽车集团推出的高端豪华轿车 发动机排量为5升 最大功率可达300马力 试图与雷克萨斯460轿轿车相媲美 那位经理为我展示了现代集团获得专利保护的几项新技术 包括声控车载收音机和改良版的卫星导航系统 他还向我介绍了现代汽车集团发明的新型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这简直太现代化了 几乎无法让人将此与郑州勇及其兄弟 于20世纪60年代在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公司联系在一起 当年郑州勇只是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 但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唐大德 科克所说 他从来没有生产过一个螺栓或者轴承 初创时期 他让他的弟弟郑世勇 Chang S. Young负责管理汽车厂的日常事务 但他的弟弟经常说他对汽车没有一点激情 112然而 郑州勇本人具有企业家才能 渴望进入汽车工业 而且国家为了发展汽车工业 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各种鼓励措施 这就足以保障他的成功了 说到国家的支持 韩国政府打造本国汽车工业 国际竞争力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196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韩国政府就提出鼓励国内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发展汽车装配业务 在196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又要求本国汽车制造企业 将汽车的国产化率 也就是本土制造的零部件的价值 在整车价值中所占的比重 由20%提高到60% 1973年 随着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重化工业的投资 韩国政府又鼓励本国企业 把汽车的国产化率提高到100% 最后到1979年 韩国政府又出台了一个促进机械出口的国家政策 把汽车工业作为出口贸易的关键增长点 为了引导国内企业 政府一如既往的采用了银行信贷 出口补贴 政策支持等手段 银行信贷日益向汽车工业倾斜 一个企业能否制造出真正属于韩国的汽车 并发展出口贸易 决定着它是否能获得银行信贷 以现代汽车集团的情况为例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这就意味着国家批准的信贷额度 是其实收资本的20倍 113那些无法满足政府要求的企业 在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时 会面临很高的关税壁垒 而那些配合政府的企业 则能享受到保护政策 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 政府会通过指令的方式提高国内汽车价格 这种价格高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因此汽车制造企业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114但政府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实行出口纪律 为了让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 以便参与国际竞争 以郑州勇为例 他向朴正熙承诺 如果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扶持 他将在满负荷生产的第一年 即1976年 完成5000辆汽车的出口 但在正式投产之前 他不敢向他聘请的那些外国技术顾问承认 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承诺 以防止这些外国人 因担心现代汽车集团成为本国的竞争对手 而终止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技术援助 郑州勇的传记作家唐纳德 柯克指出 后来出口压力迫使现代汽车集团进行技术升级 如果没有出口压力 只是面向受保护的国内市场 那么这种升级绝不会发生 115 韩国政府对本国汽车工业的态度出现了一次动摇 这是仅有的一次 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国际市场的行情不容乐观 奇亚汽车这个由摩托车卡车制造领域 转向小轿车制造领域的企业 在政府的逼迫下 生产活动中断了几年 而现代汽车集团为了筹措现金 则把一小部分股份出售给了它的主要技术供应商 日本三菱集团 116 然而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朴正熙之前在钢铁 造船等重化工领域的投资开始带来效益 韩国政府开始再次加大对本国汽车工业的支持 这种支持的长期性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汽车集团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夜进入美国市场 起初销售的是一款经济型紧凑型的卓越轿车Excel 对于这款轿车 现代汽车集团为了招来美国顾客而不惜选择亏本出售 韩国汽车工业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与艰辛 但韩国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直支持着本国的汽车制造商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现代汽车集团直到1991年 也就是建厂24年之后 才生产出了第一台真正由内部独立设计建造的发动机 即Alpha型发动机 韩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前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奋斗 比如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就充满了曲折 为了进入法国市场 韩国政府就告诉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法国政府 如果法国政府购买韩国汽车 那么法国的火车制造商就更有机会成为金服铁路的高速火车供应商 法国政府悬横了一下本国火车制造商与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得失之后 决定支持火车制造商的利益 最后巴黎方面提出每年从韩国进口两万辆汽车 对于韩国的工业政策 虽然时而有一些高级官员117会提出质疑 而且韩国的贸易伙伴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压力 没有改现更张 韩国汽车工业之所以能形成全球竞争力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点 不仅汽车工业如此 韩国的造船业也是一样的情况 现代集团垄断了韩国的海上钢结构销售 Upshore Steel Structure 包括石油天然气行业所需要的钢结构 韩国政府还发出指令 要求进口石油只能用现代集团的船来运输 而且国家担保贷款不仅直接提供给造船企业 还提供给现代集团下属的经营商船队的企业 这些商船队可以出资购买现代集团生产的船舶 以平衡市场需求的变动带来的冲击 118造船比造车简单一些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现代集团的造船业务为其带来了大量现金流 现代集团就把造船业务创造的盈利挪给了造车业务 如果当时现代集团已经上市的话 股东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挪用资金的做法 但这一做法有利于现代集团学习国外先进的造车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举动是正确的 现代汽车集团在汽车制造领域大获成功背后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在于 它在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之后 经过不断的学习掌握了自主研发能力 而没有形成对外国跨国企业的依赖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工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本国汽车制造企业难以实现技术独立 对外国企业的依赖性太大 因为合资企业很容易就能依靠外国合作伙伴获得技术 而无需投入巨额资金去做研发 这种日子的确很舒服 长此以往 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厂商就形成了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 这种依赖是难以打破的 郑州勇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119在出口纪律的压力下 他认识到合资企业很可能会妨碍现代汽车集团获得技术独立 因此往往会绕过外国合作伙伴自己做技术研发 早在1968年和福特汽车公司进行汽车零部件组装合作时 美国人就提出说如现代集团不出资建立合资企业 就不会转让给他先进技术 郑州勇为了获得汽车制造技术 派出其家庭成员满世界的寻找更好的技术转让协议 120后来现代汽车集团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即把技术问题分解成几个部分分阶段去完成 第一阶段就是引进借鉴外国技术 1973年现代汽车集团同日本三菱集团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 之所以选择三菱集团是因为三菱集团在日本汽车制造企业中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企业 而那些较为强大的企业担心会培养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所以不愿意同现代汽车集团签订技术转让协议 而三菱集团为了获得技术转让费 为了在汽车零部件销售中费一杯羹 就愿意把技术转让给现代汽车集团 三菱集团向现代汽车集团转让了与发动机 变速器和后桥有关的技术 现代汽车集团正是利用这些关键技术才制造出了第一款轿车 即小马轿车Pony 接下来郑州永家族雇用了日益衰落的英国汽车厂商 力兰汽车公司Liland的前高管乔治 特恩布尔高沃特恩布尔高沃特恩布尔 来管理现代汽车集团的生产线 乔治、特恩布尔又从欧洲雇用了六名顶尖的工程师 让他们负责汽车设计、测试和生产等工作 如果三菱集团派到合资企业的经理们 认为他们能控制住郑州永 那么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特恩布尔团队做的头几件事情中 就包括拒绝了三菱集团提出的关于选用发动机的建议 因为三菱建议的那款发动机 无法为小马轿车提供足够的动力 郑州永坚持要求采用三菱在同款汽车采用的发动机 121后来 郑州永与其兄弟又到意大利考察 找到意大利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 意大利设计 让其为小马轿车车体的设计提出独立建议 最后他们还广泛征求了其他一些国际汽车厂商的建议 包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意大利 VM公司 意大利Alpha 罗密欧汽车公司 Alpha Romeo等 现代汽车集团用了不到两年的积累期 就开始生产新的汽车 一开始 生产线每天开工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左右 因为工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 零部件供应商也存在问题 起初的产品可以说问题层出不穷 包括塑料零部件在夏季的高温中会突然断裂 车门把手会脱落 刹车偶尔会失灵 车身在几个星期内就会出现掉漆现象 郑州永为了完成向朴正熙承诺的汽车出口目标 不惜把出口汽车的价格定在成本以下 他把最初的出口目标锁定在了尼日利亚 沙特阿拉伯 秘鲁和厄瓜多尔这几个国家 12即便投产十年以后 到了1978年 现代汽车集团的销售量还不到六万辆 但这个公司正在学习并消化先进技术 1981年 现代汽车集团修建了一个更大的工厂 准备大力发展出口贸易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把一小部分股份转让给了三菱集团 但管理权没有转让 得到的回报就是三菱集团 转让了一些新的设计技术 和一份新的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规定 三菱集团每年回购三万辆 带有Mitsubishi 2C标志的汽车 从这时起 韩国的汽车工业开始赢得了一点尊重 接下来 郑周勇把目标定在了美国 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为了打入美国市场 郑周勇雇佣了一个曾经 供之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由美国人组成的营销团队 当时 美国政府刚刚开始强迫日本通过所谓的自愿限制协定 以此限制 日本汽车出口量 结果导致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车价格不断上升 现代汽车集团抓住这个机遇 利用现代卓越这款紧凑型轿车打入美国市场 其价格比其他竞争对手至少低20% 由于现代汽车具有多多逼人的低价优势 又发动了强大的广告攻势 结果该公司雇佣的那一帮美国经理人 创造出了引人瞩目的良好业绩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现代卓越就一跃成为美国进口量最大的轿车 1987年和1988年 在美国市场上的年销量均突破了26万辆 123亿业之间 曾经无足轻重的现代汽车集团 变成了一个重量级选手 但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贸易 却给现代汽车集团带来了巨额损失 因为该公司为了打入美国市场 采用了削价销售的策略 如果美国经理人认为 他们的老板能够长期容忍这种亏损局面 那么他们就想错了 在抢占美国市场之后 现代汽车集团为了扭转亏损局面 做出了一些冷酷无情的举动 进一步大幅度削减卫山工厂进口零部件的费用 以及拨付给美国市场的销售经费 如同1977年解雇花费巨资聘请来的乔治 特恩布尔和欧洲工程师一样 1989年和1990年 美国的营销经理们和分销商们获得的经费 遭到了大幅削减 大批美国雇员被解雇 结果导致该公司在北美市场上的汽车销量 下滑了50%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 该公司的局面终于稳定下来 开始实现盈利 销售量再次开始攀升 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这个世界上 竞争最为激烈的汽车市场上 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该公司在北美市场上的成功 预示着在竞争程度较低利润幅度较高的欧洲市场 也会更快地成功 124 截至1991年 现代汽车集团生产出了 第一辆真正属于韩国的发动机之计 根据该公司自己做的分析 它的生产效率仍然只有丰田本田的一半 但它的技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代汽车集团引进技术的标志性地点 不是合资企业 而是现代集团的别墅和宾馆 临时性的外国顾问就住在这里 现代集团吸收消化这些顾问给予的知识 我在访问现代集团的时候也住过那里 那里曾经被称作钻石宾馆 宾馆的地下室仿佛是一个俱乐部 有菲律宾乐队来招待这些外宾 卫山地区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低端的酒吧 来迎合外国人的需求 一旦现代汽车集团和现代集团 在卫山的其他企业 学习了他们需要的知识以后 这些顾问就会获得一笔费用 然后带着对卫山生活的模糊 记忆回国 从现代汽车集团的角度来讲 该公司是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最好是通过学习借鉴外国技术的方式 来独立自主地研发新技术 而不能依靠合资企业 来获取合作伙伴的先进技术 除此之外 一定要比竞争对手多支撑一些时间 等到竞争对手倒闭之后就吞并他们 在1973年的韩国 国内汽车市场的年需求量只有3万辆 但政府却扶持了不止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而是三家 现代汽车集团 新晋汽车集团 深圳和奇亚汽车集团 因为即便对于一家企业而言 国内市场也已经显得有点小了 所以 韩国政府同时批准成立 三家制造企业的做法 看起来的确有点荒唐 从1972年到1978年 虽然韩国国内汽车的价格定得非常高 现代汽车集团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不过 韩国政府同时批准成立多家汽车制造企业 并不是为了获得短期盈利 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短期盈利 只要批准一家企业 使其垄断国内市场就足够了 而是为了让各企业相互竞争 迫使他们加快技术学习的进度 由于国内汽车价格是由经济企划院制定的 所以各大汽车制造企业 必须先在国内市场上展开质量方面的竞争 然后在出口业绩方面进行竞争 在韩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市场上的领先者不是现代汽车集团 而是现在已经淹没在历史封尘中的新晋汽车集团 当时新晋汽车集团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合资成立了韩国通用汽车公司 GM Korea 生产是韩品牌Sane的汽车 但韩国通用汽车公司积累了太多的债务 超出了其控制能力 最后韩国政府让它破产 让大宇集团接管它的汽车制造类资产 虽然大宇集团在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 合资企业中只拥有50%的股份 但它仍然宣布将会想方设法生产出可以出口的韩国汽车 125第三个汽车厂就是齐亚汽车集团 该集团最早从事的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生产业务 其技术来源是日本本田诸事会社 但如同现代汽车集团一样 齐亚汽车集团在引进外国技术的过程中 也不会同外国企业分享企业的控制权 20世纪80年代 随着韩国国内汽车市场每年的需求量增长 到了几十万辆 其他财团纷纷要求获准进入汽车业 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但对于任何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 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 根本不会出资救助 而是直接让其破产倒闭 20世纪80年代 亚洲汽车Asia Motors诞生 但最后又倒闭了 它的剩余资产被启压收购 20世纪90年代初期 韩国只剩下四家汽车制造企业 即现代汽车 大宇汽车 奇亚汽车和四驱车的制造专家 双农汽车 桑云 三星集团也要求进入汽车行业 新进汽车集团倒闭之后 现代汽车集团想方设法 维持着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其汽车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 占韩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左右 并于1994年首次达到年产100万辆 从而获得了极大的相对优势 然而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郑州勇获得的政治支持越来越少 大宇汽车集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126 最后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开始于1997年 从现代汽车集团的角度来看 开始的正是时候 大宇集团虽然推出了大大改善的产品 如马蒂斯微型车 但终于无力偿还债务而走向了破产 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的干预 大宇集团的汽车资产出售 给了他之前的合作伙伴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现代汽车集团在1998年 接管了启亚汽车 从而在韩国国内市场上 获得了四分之三的份额 并且竞争对手难以望其相悖 在金融危机期间 郑州勇的政治困境忽然间又不那么重要了 双龙汽车集团最初被改组 并入了大宇汽车集团 后来又被中国国有汽车公司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 三星集团则集中发展电子产品业务 三星集团在与雷诺 日产联盟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中 仅仅占有少量股份 而且该合资企业的技术 完全依赖雷诺日产联盟127 但三星集团对此自满自足 完全接受 陪同我参观现代汽车集团的那位导游 用细血而轻烈的口吻说 三星只是出租了自己的标志而已 128 到2000年 现代汽车集团显然成了韩国汽车行业的赢家 经历了激烈的国内竞争 它幸存下来了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 保持国内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并且完全达到了韩国政府设定的出口标准 现代汽车收购齐亚汽车 标志着一个全球强势企业的出现 2000年之后 现代汽车集团不失时机地 进入了对全球经济增长 起到关键作用的两大市场 中国和印度 这个决策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2010年 在世界市场上 现代汽车集团售出了570万辆汽车 这意味着它的全球销量超过了福特 从而越居全球第四大汽车厂商 1-560万辆汽车集团 8-560万辆汽车集团 3-560万辆汽车集团